这个世界女性的身体素质丝毫不弱于男性甚至更强 只因人们的社会地位是由气血值的高低决定 强大的人甚至能够一击毁灭一股 而男主不但能够在梦中修炼 还能吸收被击杀的丧失能力增强自身 这天陆盛猛然从课堂上惊醒 老师嘲讽他距离高考还剩200多天了 你这个样子毕业以后去工地搬砖恐怕都没有人要 文言周围同学哄堂大笑 其中一人比一道 老师你就别再逼陆盛了 就让他继续睡吧 毕竟气血值才勉强到零点气不睡觉能干嘛 老师无奈摇头吩咐下课 一旁的胖子安慰陆盛不要多想 咱们这种闲鱼过好当下就行了 胖子提议去网吧打两把联盟 但却被陆盛拒绝 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还是有点猛 没想到重活一世还得为高考操心 但要是能参加武馆 那定然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毕竟现在的他连路边的搬运工都不留 回到家父母见到陆盛回来赶忙起身打招 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听说学生吃这种肚药最有效 陆盛瞪大双眼 内心很是愧疚 因为他知道爸爸每天打25分工早已累伤了身体 如今还花下大价钱为其购买补药 下定决心定要考上本科不让二老失望 他回到卧室准备锻炼 首先来一套广播体操热身 三百多年前世界出现了巨大的猎 从中涌出的恐怖异兽改变了世界的轨迹 人类也因此突破基因损数 个体的实力攀升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但可惜依旧处于绝对的劣势 一套下来陆盛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可想到父母那么辛苦地为自己攒钱买药 他就不甘就此倒下 终于在数十次的操练下晕倒在地 当他再次醒来 却发现自己又进入了那场重复十几年的噩梦 这是一只丧尸从后方偷袭而来 陆盛一个不察被其摁倒在地 对方张开大嘴狠狠咬下 幸好被其及时扭头躲开 但陆盛知道此刻必须做点什么 要不然一定会死 于是便用尽全身力气 一脚狠狠将丧尸踹飞 然后抄起一旁的石头 绕着倒地的丧尸就是一阵猛杂 在敲击250下后 对方终于没有了呼吸 正当陆盛准备起身离开时 却出现大量黑气钻入体内 任凭他如何挣扎 但却根本无用 而此刻的脑海中 也不断闪过 刚刚被自己杀死的丧尸的技 陆盛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可后方却又出现一只凶猛的丧尸 朝他洗来 千军一发之际 男人身躯骤然闪动 仅仅一击便将对方击杀 回过神的陆盛一脸吃惊 不敢想面前这是自己做的 当黑气再次飘入他的体面 陆盛终于明白自己杀死丧尸 不仅能获得他生前的技 还能获得他们的力量 突然天地风云变幻 然后陆盛便重重地昏倒在地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回到了之前的卧室 这时门外的妹妹叫喊 让他出来吃饭 陆盛拖着疲惫的身体打开房门 陆清禾还想嘲讽自家哥哥 怕不是睡着了吧 可抬头就震惊了 看着对方那被汗水打湿 而凸现出来的八块腹肌 不由的脸色羞红 为掩饰尴尬转身变向外走去 而内心想的却是自家哥哥 什么时候身材变得这么好 陆盛回应马上就来 其实妹妹在小的时候 还十分亲密自己 可在第一次气血测试 结果出来以后态度就变了 她是气血超过一 战力更是破版的天才 而陆盛只是一个气血值 只有0.7的废物 要是以前她或许会感到沮丧 但现在依靠在梦中击杀丧尸 定然能够成为世界顶尖的存在 男人只是在梦里解决了一只丧尸 结果第二天醒来 直接长出了女人都喜欢的八块腹肌 一直看不起自己的妹妹见到这一面 更是红着脸转头跑开 陆盛下楼和家人一块吃晚饭 梦中同丧尸的薄杀 让她身体急需补充能量 一阵狼吞鼓咽之后 桌子上的饭菜很快被她席卷一空 还想再要一碗的陆盛健壮 只得信信地收回手臂 这时身旁父亲却一把夺过饭了 递给孩子他妈再去蒸一锅米饭 又大笑着拍了拍陆盛的肩膀说道 男孩子发育期可是长气血的好机会 妹妹却打击她已经18了 再长能长到哪里去 父亲刚想数落 但陆清禾却哼哼着别过头去 显然对自家哥哥并不抱什么信心 晚饭过后陆盛来到武馆 准备测试一下自己的血气 因为自从之前在梦中击杀丧尸 他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实力的提升 刚一进门 台前的接待员就热情地打招 可在得知陆盛只是来测试 气血值和战斗力 脸色立马就有了些微的变化 但出于礼貌还是友好的胃气指引方向 陆盛进入训练室 首先进行的是气血值的测试 果然有了很大的提升 从原先的0.7直接上升到了0.96 这一结果让他很是兴奋 不敢想自己只是在梦中一个小时 竟然提升了0.2气血值 要是以这样的速度修炼 很快就能赶上自己的天台妹妹 甚至走得更远 接下来进行战斗力测试 不出所料也是涨了将近三成之多 于是兴奋的他立马回家躺在床上 准备进入梦中修炼 可却发现自己怎么也睡不着 毕竟现在才晚上九等 无奈的陆盛只得起身锻炼一会再睡 但这一练却让他更为震惊 因为相比于自己从小就练习的断续操 自己吸收的丧失的记忆力里面的练指数 似乎更为强大 动作也更为复杂多样 而且每做一次陆盛都能明显地感觉到 身体里有力量有限 再配合那独特的呼吸 这短短几个动作 比他练习数年的成果都要好 陆盛明白自己这是真的捡到了宝藏 正当他准备继续练下去的时候 肚子却不争气地想了起来 接着便感觉到了一股无与伦比的饥饿感 他明白这是自己摄取的养分 供给不上身体所消耗的能量 可自家的收入根本买不起高价的布料 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突然想起学校会对每个成绩好的学生 急于紧密 于是陆盛便有了新的目标 这天学校体育馆内 小胖抱怨又要上时战课 突然他注意到陆盛的八怪腹肌 于是立马伸手想要触摸 但却被推开 两人有说有笑地向着训练场走去 而这时里面也早已不满了 台上老师讲解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还是要巩固之前教过大家的基础格斗内容 地旁的小胖小声道老师 可是一名正式的二级舞者 而且还上过战场和异兽正面交锋 不信你看他手臂的伤痕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此刻在陆盛的眼中 老师教导的格斗技巧实在是太过简单粗浅 相比于自己在梦中吸收的体数 不知差了多少倍 老师演示完 又叫班长上台做陪练给同学们做个事 周围女生都被杨亦菲帅气身姿的蜥蜴 吵闹着给他生猴子 毕竟班长不仅长得帅 而且家中还十分有钱 老师在和他打斗一番后 便准备找几个同学队列 可当他将目光转到台下 同学们都是纷纷别过头 却不敢与其对视 老师内心叹息都说自己偏袒尖子声 可他们也不好好想想 除了杨亦菲这样的 又有几个人敢站出来接受挑战 突然他注意到一个目光 立马惊出一身冷汗 因为那道目光 只有经历过无数次搏杀 才能培养出来 而也就在这时 陆盛起身示意自己愿意 和班长杨亦菲对练 他是家世武力通通顶尖的 年纪第一天才 可今天却被班级中 最没有存在感的人 一拳打倒在地 而做出这一切的陆盛 却有些愣神 因为他也不敢相信 仅是一个晚上 自己就有这么大的劲 看着担架上被抬走的班长 他急忙上前查看 老师安慰他切磋受伤在所难路 随后又将其喊去办公室 走进房间 老师转头每个人都有秘密 想来你也有吧 气血值只有0.8的陆盛同学 来人开口 钟老师那个数据 只是上次测试的结果 文言老师提醒 使用药物强行激发气血 对身体的危害极大 而且学校也是严令禁止 陆盛保证自己 绝没使用任何围巾药品 这时老师拿出测试仪 可这一事却让他呆愣当场 因为仅仅半个月时间 陆生的气血值 净翻了将近一倍 达到了正式舞者的水平 要知道18岁的正式舞者 不止在他们学校 放眼整个白盒时 都称得上天才 接着的战斗力测试 陆盛表现得更为离 一拳直接打爆了 记录数据的机器人 钟老师心疼地抱着花盆痛哭 但也明白这小子的战斗力 恐怕不只是一级舞者的程度 回想自己苦修多年 才突破二级舞者进入军队 这次恐怕是真的捡到宝藏了 要知道面对凶狼的怪物 人类的力量是很渺小 能打败他们的 只有超越认知的另一种怪物 钟老师长输一口气后 开口到以你的成绩 完全可以进入学校的尖子袋 让最好的老师来指导你才对 可陆盛却表示拒绝 因为任何指导 都不如自己在梦中修炼来的款 钟老师许诺在修行中 有困难都可以放心地说出来 陆盛也不客气 将自己想要奖学金 和更多自由时间的困境说出 他当即表示 我会给你申请学校的特等奖学金 大约有三万块 又递出一张银行塔 让男人先行使用 陆盛感谢一番后 便急忙跑过去修炼 带他走后 钟老师一拍桌子喜悦之情 一余言不 不敢想自家学校 出了个不到18岁 就有二级舞者实力的学生 接着起身便准备将消息 告诉上面的高层人员 另一边陆盛来到人心堂 购买了足量的不要 然后提着袋子便向外走去 回到家 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梦中修炼 虽然里面依旧充满丧尸 但经过多次的战斗 他已经能够在丧尸从中游刃有余 陆盛不断向前探索 最后竟看到了一座城市 他来到下面 看着这巨大的城墙 不由地响起地球上的一部 讲述巨元工程的动漫 继续向前陆盛发现 一栋疑似军事基地的建筑 而且里面好像还有一具 手握常见的白发丧尸 突然丧尸抬头 紧紧一眼便吓得陆盛心神失手 接着更是直接瘫倒在地 老者死去万载 却依旧震慑事件 仅仅一个眼神 便吓得陆盛浑身站立直冒冷汗 知道不敌的他便将目光看向别处 绕开下面那群不算太过危险的丧尸 陆盛很轻松地进入一间陈旧的房子 突然一个泛着亮光的科技产物 吸引了他的注意 走近一看这东西竟还在自主运转 陆盛只是用手轻轻触碰 谁知下一刻那科技圆盘竟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位身材高挑的虚拟女郎缓缓不现 她开口结束待机模式重新启动恢复 陆盛盯着面前的虚拟影像内心很是疑忽 突然她意识到 对方使用的近是和自己世界一样的语言 女郎介绍她是第16代辅助光脑爱女 负责控制13号基地的网络服务器管理 闻言陆盛是叹性地让其调出最近日期的新闻消息 在一阵搜索过后 她的面前出现了很多武力一万年后的消息 甚至有舞者达到十级的报道 这让陆盛难以想象这个世界的舞蹈和科技发展到了何种程度 可就是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 却还是毁在了异兽的力章之下 她接着让爱米调出世界历史 想从这个世界的经历里学习 让自己的世界避免这样的命运 随着爱米的不断抽取 一部完整的历史发展图出现在陆盛的面前 武力元年世界各处出现巨大裂缝 从中涌现出大量异界生物 5到34年 古龙国诞生世界上首位内境舞者 童年 世界舞盟成立 看到这陆盛立马发现了不对 因为这和自己世界的历史一模一样 怪不得有同样的语言 同样的舞者等级划分 也就是说这根本不是另一个世界的负面 而是自己的世界一万年后的未来 还不死心的陆盛立马让爱米检索数据库 看看能不能找到有关自己的记载 结果果真发现了她的档案 而且只活到了28岁 正当她想在查询妹妹陆清河的信息时 却被告知权限不足 访客无法查询舞者信息 请提供基因血样生成用户 文言男人低头思索该如何提供给爱米血样 谁料对方竟直接抱着自己的手指咬了下去 这暧昧的行为让血气方刚的陆盛立马羞红了脸 爱米将血滴吞入腹中 随即传出血样收集完成正在进行检测的提示音 突然她猛的一愣 接着便出声道检测到人类基因血样 火种计划启动 与此同时陆盛的个人简介 也从原先的平民变成了成为四级舞者的中文 她震惊地盯着面前的屏幕 因为自己的未来随着武力的提升发生了改变 这让陆盛明白只要不断地变强 是能够改变她以后的生活轨迹 再仔细地查看后发现 系统只是将陆盛原本的生活轨迹记录下来 而没有计算现在自己能通过梦境空间 进行修炼的特殊能力 若是加上她在梦中的修行收获 定然能够改写历史甚至拯救世界 成为那个力往狂澜的活主 除了梦境空间陆盛和家里人一同吃晚饭 母亲关心地询问 今天怎么没换校服是不用上学了吗 陆盛点头解释学校让在家里自学 一旁的妹妹却满脸疑惑学校 还能选择在家自洗 她怎么没听说过 吃完饭后陆盛起身边准备回房修炼 陆青和眉头微皱 因为她感觉自家哥哥最近变化好大 以前傻傻的样子消失不见 而且还变得格外神秘 一万年以后地球上 所有人类将会被怪兽毁灭 而男人却阴差阳错在梦中激活 那时的人类留下的科技结晶 结果被选定为最后的活种 她吩咐艾米将自己全线内能查询到的 所有修炼工厂造出 下一刻一道冲天的目录 出现在陆盛的面前 数百万的功法让其看得眼花缭乱 艾米见状懂事地筛选出 当前最适合陆盛修炼的三本功课 分别是由五盟十一级强者王和 创造的恒星链体术 杨益州所创的自然呼吸法 以及段一峰传下的水晶观想剧 陆盛震惊目前现实里的最强武者 不过是九级 而面前却摆放着三分十一级强者的传承 看来未来五盟中的顶端强者们 早已猜到这个命运 可惜的是他们绝对想不到 石器活种的不是后来者 而是他这个来自一万年前的人 陆盛只是简单地尝试一下 恒星链体觉 便发现自己的每一个细胞 都好像是化作威力巨大的恒星 血液化作不断奔涌的星河 而身体则成为无穷的星域 他明白这功法要是炼制深处 武者的肉身密度 将达到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 防御与力量会大幅提升 相比于以前的广播体操效果 能够增强上千倍甚至更多 接下来陆盛又开始尝试 自然呼吸法中的火制呼吸 只是一瞬间 他便感觉身体好似有无数的火焰燃烧 甚至血液都开始沸腾起来 最后陆盛盘腿坐下修炼水晶观想法 当他再次睁开眼 震惊地发现自己正处在精神世界中 而且面前还有神思他的巨大精神投影 可任凭陆盛如何呼唤对方根本没有反应 无奈的他只得退出梦境空间 不料刚一出来就有一股巨大的疲惫感席卷外 甚至身上也有大量杂志被排出体外 陆盛看着手上的灰尘 明白这是练习三大顶尖功法后的效果 第二天白河学院内 钟老师递给陆盛一张银行卡 接着劝解下次至少先跟他打个招呼 再过来学校 陆盛点头表示明白 然后转身便向外走去 钟老师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不禁难难道 这才两天怎么自己就完全看不透这效果 陆盛拿着钱准备找个能配药剂的店铺 因为之前在火种资源库中 检索到了大量的配方 行走一段路后他停在一家药店旁 结果老板根本不会将炼药房借出给他时 失了闭门羹的陆盛无奈离开 穿过街道转角 突然发现这里面还有一家药店 于是他再次走进店铺 店员小哥虽然见到有人来 可还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甚至还让其自己抓药扫码结账 陆盛皱眉 看着店员只顾着看美女主播没有一点服务态力 于是愤怒地将手拍在桌子上 对方反应过来刚想还击 可看到陆盛那吃人的眼神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 一段时间后 青年信信地领着男人来到药剂调配室 谈好价格后便方块地跑出去 陆盛穿好服饰便准备调配零鸡状血汤 首先将一化清零细分离零片活化药材 接着加入夜化的明月时 一阵忙碌后终于配出来来自一万年后的味道 陆盛将其倒入嘴中 可身体却没有丝毫反应 以为失败的她突然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疼痛 接着便不受控制地倒在地上 一段时间后陆盛缓慢恢复意识 震惊地发现之前亏空的气血全部都补了上来 甚至还有妇女 而且这药剂似乎还有缩小毛孔美白肌肤等附加功效 这时门外响起敲门声 店员小哥着急地解释自家老板娘忽然回来 而另一边 一位身着时尚的女子平好保牛 便气势冲冲地向着药店走来 美女只是轻轻舔了夏少年调配的药剂 便被这强大的效果震惊地呆愣当场 接着急忙打电话 想要聘用其成为自家首席药剂师 可她并不知道 调配出这种完美及药剂的大师 其实还是个学生 就在刚刚陆盛借用这家药店的调配式 成功研制出没有副作用的神药 还没来得及收拾房间 就被店员小哥拉着走了出来 因为这家店铺的老板娘已经出现在门口 青年小哥急忙上前打招呼 接着更是不断地赞美老板娘 就是自己的女神 想着只要自己守护在老板娘身边 就一定有机会收获爱情 何医生怒吼却打破了小哥的唤醒 老板娘气急败坏质质问 你是不是偷偷带人进我的药剂调配室 还在陶醉的青年 无意识到女神生气的样子也好好看 何月莲扶而叹息 警告你这小子明天不用来了 接着走进药剂调配室 生气的准备将所有器皿全都清洗一遍 突然他注意到 一旁器皿中的青灵蜥蜴竟被去除了最有价值的灵品 于是暗道又是一个想要自己开发药剂异想天开的家伙 这时地上破碎的试管吸引了他的注意 不禁冷笑随便钻到别人的制药室里使用器材也就算了 竟然还摔几个东西住住心 真是好极了这一天还要给我多少惊喜 可当他自己端向一番后却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这药似乎由几种属性完全相异的物品调和而成 何月莲从屏内伸手占取一点药液 然后放入嘴中 他仔细感受这东西的作用 下一刻就被彻底惊呆了 因为这样的药效竟如此强大而且还有美来的作用 于是急忙跑出去叫住准备离开的小哥 对方转身回头 见老板娘在后面追着挽留自己后立马湿润了一种 他兴奋地呼喊我就知道你的心里有我 可接着就被何月莲抓住衣领 着急地询问刚刚到底是谁来过我的调配事 我现在就要见他 更是对小哥开出只要能找到那位大师 你就能继续上班而且工资翻倍的条件 被抓得喘不过气的小哥颤颤巍巍地掏出手机 表示自己有他的联系方式 老板娘一把夺过手机 紧张地拨通陆胜的电话 要知道这种完美的药剂至少能卖到十万以上 而且主要构成材料的成本不够500 另一边陆胜从修炼状态缓缓睁开双眼 他注意到手机响了便走过去 何月莲见电话被接通急忙表示自己是行善堂老板 想要和您谈一下合作的事 可话还没说完就被挂断了电话 无奈地他抓起一旁的小哥 让其负责将那位大师给找出来 提前一天我奖励你一万块钱 小哥当即没开眼笑 接着解释老板娘你是不是弄错 那个找我借调配式的才十几岁还是个学生 他真的会是你口中说的制药大师吗 这离谱的情况让何月莲更大双眼 更加坚定了拉路胜入伙的决心 要知道何月莲是何家唯一的女人 可在这一药行业日新月异的时代 每天都有新的更好的药方被研制出来 老的药方被破解淘汰 而他何家就是因为观念 太过保守陈就丧失了市场上的竞争力 现在他们急需一种新的药方维持家业 何月莲下定决心 何家能否打个翻身仗就看这一局 男人只是不小心在别人家留下了点药剂残渣 结果老板娘见到后竟开出两亿的天价 让他当自己的首席炼药师 一旁的店员小哥更是惊呼 因为那人现在还是一个正在上学的学生 可却被自家老板开出上亿酬经招聘 而郑鲁路胜早已回到家进入梦中修炼 在他一拳打飞一只三级丧尸头颅后 结果又来了一只四级丧尸 对方握拳捏爆手中的丧尸头恶狠狠地盯着路上 而他也是丝毫不拒 闪身变向着面前的敌人冲去 想要尝试下自己这个一级 能否与他这个四级的舞者一战 对方猛然出拳 路胜慌忙阁挡 强大的力量让其手臂传出刺头 知道不可硬抗的他改变战术 利用自身速度上的优势绕到丧尸身后 然后一记手肘直冲对方头颅 但可惜却被躲开 只削掉了四级丧尸一只手臂 路胜乘胜追击 一击劈腿从高空重重砸下 自此这只强大的四级丧尸彻底不能动弹 待吸收完对方的力量后路胜心生感触 这只丧尸生前是在怪物工程的时候拼命守护阵群 最终战死于前线 路胜弯腰倒高位阴灵送行 可这时周围又爬出许多丧尸 路胜丝毫不慌 因为他正想试试刚刚吸收了四级丧尸的力量 才领悟的新招式 只见其将全身力量汇集到双手之中 接着用独特的发力方式轰向地面 周围的丧尸无故丧命于此 甚至地面都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路胜将此技法命名为恒星发力 一段时间后他再次来到红川武馆测试器写制 接着来到招待员面前 询问现在测试一气是否还有空 电源调戏到这位小弟弟你怎么又来 气血值可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增加到 路胜甘大一笑因为确实是自己来得太勤了 一般人都是几个月甚至半年才会来测一次 他进入测试室首先进行的是气血值的测试 结果发现短短半个月 竟从原先的1.6飙升到了15.6 甚至达到了二级武者的成绩 接下来进行战斗力测试 路胜一拳下去差点又将机器人打爆 电子屏幕显示他现在的战斗力是3000多 这足足超出一般二级武者两倍勇 而且这一拳还没用新领悟的发力招式 想着看看自己极限的路胜准备使出全部实力再测试一次 他会及全身灵能施展绝技恒星发力猛然出拳 一段时间后男人从测试室中走出 前台接待小姐姐热情打招呼预祝路胜高考顺利 文言他微笑着点头回应 接着便向外走去 这是一位身材高挑的美女走了进来 接待员还在回味路胜那青涩但又不失帅气的面袍 长发少女打去倒是谁呀将我们的前台小姐姐迷成这样 刚刚那位只是个普通的高中生而已 你就别再放花痴了 小师弟也是富和道帅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的事 这个社会武学造诣才是一切 然后夸赞身边的红川五管管主女儿红兰已经甩旁人几条街了 可惜下一刻就被少女一拳打在头上 教训别拿自己跟普通家庭孩子做比较 整天为自己那一点点成绩得意忘形 突然小师弟心血来潮 要求着想要看看刚刚那人的测试成绩 无奈的红兰只得答应 他漫不经心的接过前台小姐姐递过来的数据面板 可看到上面显示的成绩却直接让其震惊的说不出话 一旁小师弟更是趴的一下摔在地上喃喃道这一气怕不是坏了 前台姐是不会的 一气昨天才定期检查过 现在少女也已经意识到拿出这等成绩的那位高中生 绝对是个万中无一的天才 他急忙吩咐联系周围有空的员工一定要找到那个少女 又低头看着手中屏幕喃喃自语 陆胜我一定会得到你的 而另一边的郑主此刻已经坐车来到了事务者协会 司机热情地表示要将自家女儿介绍给陆胜 刚进大厦就看到一位失忆的考生哭着跑了出去 走进去才发现里面竟还有人才在向天祷告保佑自己顺利通过一级无者考试 陆胜来到接待处要了一张是申请表 然后便前往53考场 可刚进去他就愣神了 因为里面密密麻麻的挤满了人 无奈的他只得排在后面 突然他注意到前面有人在谈论那边有个漂亮的妹妹有个测试 看那娇小的身材怕不是还是一名初中生吗 陆胜感叹排队的人绝大多数都是25岁左右 我已经算年纪小了 他竟然比我看起来还小 这时从门口走进来一位见状的大汉 他用手指推开吓傻的众人 一位女子出声提醒让气排队 可工作人员在看到壮汉的申请表后 却表示他可以第一个进行测试 因为这个壮汉参加的是三级舞者考核 周围的人听到他参加的是三级舞者的考核 顿时呆愣当场 就连刚刚的少女也是转头侧目 只有陆胜面色平静并没有多大波澜 壮汉走上台前进行第一项气血值测试 当结果出来众人直接被吓得合不拢嘴 因为仪器显示这位壮汉的气血值高达107点 接下来进行战斗力测试 只见他一拳重重轰在仪器上 台下众人纷纷被这刚烈的拳风吹倒在地 测试员抬头看去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不敢想这人的战斗力竟然达到了1万以上 于是急忙恭喜对方成为三级舞者 每月可以享受到三万块的舞蹈津贴 可壮汉却没搭理他 因为他注意到还有两人正稳稳地站在台下 没有被自己拳风吹倒 男人出身贫寒却武力惊人 暴露的测试成绩直接让舞馆之女呆愣当场 他立马吩咐召集全部员工寻找男人 而另一边陆胜正准备参加舞者考核 在里面不但遇到了身材娇小的天才少女 还有一名能够参加三级舞者考核的壮汉 壮汉全力一拳带起了拳风 竟将台下众人吹得东倒西歪 唯有陆胜还有那位少女能够抵挡 少女震惊气血破百战斗力破旺舞者 鸡犬产生的风压就让一级舞者难以战斗 陆胜也是忍不住感叹这就是三级舞者的水平吗 文言女孩猛逼转头 什么叫这就是三级舞者的水平 不过是在别人的拳风下站稳而已 在装啥呢这家伙 这时陆胜上前询问考官自己能否先行测试 反正也没人在排队了 对方见其如此镇定也是当场答应 不过考虑到陆胜还是未便出身安慰保持心率 可下一刻就被眼前的场景震惊地说不出话 因为他看到台上仪器显示的数值竟高达15.7 台下的天才少女健壮也是呆愣当场 要知道大多数人18岁的时候能达到三点就算不错 可这个少年竟有这么强的实力 接下来进行战斗力测试 陆胜准备使出恒星发力全力以赴 在一旁几人震惊的目光中 他一拳狠狠轰在考核机器上 结果也是不负众望 甚至比刚刚那个参加三级舞者考核的结果还高 达到了惊人的一万五千多点 陆胜收拳只觉一股说不出的畅快 后方考核员结结巴巴开口恭喜你通过一级舞者考核 话到嘴边又感觉不对这样的成绩完全超越了二级甚至三级舞者 于是转头便向外跑去说要汇报高层给陆胜这样的天才一个满意的答复 看对方消失在远处 陆胜转身回头 询问不知何时出现在自己身后的壮汉状态有什么事 只见对方抬手 介绍自己名叫赵长风 自两人握手时刻起 无形的较量已经开始了 这时台下的众人一哄而上要和陆胜留语纪念 见识不妙他把腿就跑 闻外陆青和郑和同学在等社团师姐 突然他注意到自家哥哥也从舞者协会出来 于是出声大喊其名字 陆胜走过来询问你怎么会在这里 不过却被妹妹抢先发问这话应该我来问你吧 你这家伙不上学还天天窝在房间里睡觉 现在跑来舞鞋干什么 陆胜甘大解释自己是来办点事 随后又将目光转向他们 一旁两位女同学回应 今天他们是来陪舞道社的杨渊师姐参加考核的 又花痴的夸男人长得真帅 惹得陆青和一阵炸毛 陆胜倾笑 接着伸手狠狠在妹妹头上摸了一把后便转身离去 这时他们要等的杨渊学姐从里面走退 几人赶忙围了上去询问测试情况 女子叹息有意外发生导致考核全部暂停 这让他们面露不解什么意外还能让考核背后停止 杨渊叹西亏他一直还以为自己资质不错 可直到遇见那个妖女 同样的年纪对方气血值居然有15.7 战斗力更是超过了三级舞者达到15000多点 其中一位女孩询问学姐是否知道那人的名字 她开口回应那人名叫陆胜 听到这路轻和猛然一乐 因为自家哥哥就是陆胜 男人只是在考试时一拳将测试仪打包 结果这一幕刚好被一直瞧不起自己的妹妹看过 陆胜见状猛搓一把她的头后便抬腿向外走去 这也让女孩明白她的哥哥似乎强到礼补 另一边陆胜买个包子准备回家 结果行善堂小哥就又打来电话 他当即挂断电话准备冷衣冷汤 毕竟自己手中的每一副药方都能引起巨大的轰盾 回到家陆胜进入梦中修炼 他让光脑爱你调出自己的生平履历 果然有了很大的改变 从之前只能成就四级舞者便被一手杀害 到现在最终达到六级舞者实力 陆胜按道自己的未来随着实力的提升是可以改变的 可这样的实力还远远不够 想要撬动整个世界未来的发展轨迹 即便是八级大宗师 甚至是九级舞圣也无力回天 另一边白河市舞者协会馆主政和上级领导通话 只听对方赞叹肖会长精神力量雄厚 踏入七阶宗师之境想必是指日可待 闻言消遇和叹息 他这白河市一无传承多年的舞蹈世家 二无丰厚的资源供给 稍有天赋的苗子都会想办法出去 他也是有心无力 接着对方面色异沉严肃到那个妖孽聚集的集训 明马上就要开始 会长不甘他们已经很多年没能派人参加了 偌大一个白河市不说做出什么成绩 甚至到了无人可派的地理 突然房门被推开 秘书着急忙慌地喊到舞者考核那边出大事 会长不悦什么事这么着急连门都不敲啊 女人迅速跑到桌前 将今早舞者考核那边出现的测试成绩地处 会长抬眼一看顿时就震惊了 他抢过平板 又吩咐秘书快将录像也调出来给我看看 两人不断地惊叹 将陆胜进行无辙考核的画面反复观看 尤其是看到他蓄力挥拳后 会长更是惊呼这是完美级别的拳法 一旁秘书疑惑询问这是何意 男人解释你只需要知道跟他这么大 就将拳法练到完美镜的世界上不超过十个 此下一刻他就感觉到了不对 因为即便完美镜拳法 也不可能在15.7气血值的基础上 打出15000多的战斗力 毕竟完美级拳法对战斗力的增幅最多只有两倍 再联想到陆胜18岁 十倍气血值的战斗力 他当即想到一种几乎绝技的可能 在秘书羞涩的目光中 会长抱起对方开心到 这人可能是万中无一的天赋舞者 然后搂着女人的眉腿疯狂转圈 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 毕竟他们白河氏 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过天才选手 接着便匆忙穿好衣服 准备现在就去拜访一下陆胜的家 另一边红川武馆内员工 也打听到了陆胜的消息 红蓝听到对方父母都是一名普通人 当即便想到该怎么讨好 可一旁师弟却质疑 一个穷小子有必要这样 女孩健壮一把甩胎对方 警告他不要多嘴 一段时间后 正在家中锻炼的陆胜听到敲门声 妹妹提醒他 快出来外面有人吵 陆胜穿好衣服走出房门 结果发现客厅内 坐着两位并不熟悉的陌生人 他的妈妈刚想介绍身边这位 不料会长便热情地起身 自我介绍 她是白河舞者协会的会议 萧玉和 陆胜也是礼貌的和其握手致意 会长赞叹当真不错 储便不经镇定自若 光这份心性就难得一见 接着老妈介绍 另一边的女生是红川舞馆的红蓝小姐 她也是张口礼貌的招呼本事友好 带几人都落座后会长出声道 陆胜同学我代表白河市舞者协会 给你颁发正式二级舞者徽章 介于你在战力指数测试上的卓越表现 已经远远超出二级舞者的范畴 你每个月的舞到今天 应该按照三级舞者的标准来发放 另一边的少女也是赶忙起身 想要邀请陆胜担任自家舞馆的名誉弟子 享受最高级别教头的待遇 女孩只是瞥了一眼陆胜的测试成绩 结果立马震惊地说不出话 可当她回过神准备寻找男人时 却发现陆胜早已走远 于是便急忙吩咐全体员工搜寻她的下落 最终找到了男人的家中 陆胜抬头盯着女孩询问此次来意 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帅气面旁 让红男心中小鹿乱撞 她急忙用咳嗽掩饰尴尬 接着介绍自己此次前来 是想邀请陆胜同学担任 我们红川舞馆的名誉弟子 见男人一脸猛逼她接着解释 名誉弟子就是想来就来 而且所有课程和器材全部免费 甚至可以让我父亲亲自授课 享受最高级别教头待遇 本以为十拿九稳 可没想到陆胜却一口回拒 女孩连忙起身 劝戒待遇方面还可以提高 陆胜摇头你们可以宣传 我平时在你们武馆锻炼 但其他不行 我不是你们的弟子 哪怕挂名也不行 女孩想了一下 还是准备以每月十万的工资 邀请男人成为他们的人 哪怕只是一个会员也行 带其走后一旁的父母 都是满脸震惊与骄傲 不敢想舞者协会会长会亲自拜 陆胜抓着母亲粗糙的手掌安慰道 老妈你以后可以不用再上夜班了 老爸你也不用再做那些苦力活了 老爸欣喜地拍着陆胜的肩膀 大笑我的儿子终于出现 另一边行善堂内 老板和月连七个咬牙 整整一个星期里 连那位药师的名字都不知道 而且那只药剂越分析就越是惊人 不仅比制药师协会发布标准的 一二级不要药强述北 甚至超越了大部分三级不要 他一拳锤在桌子上 自语这家伙到底在哪 突然店员小哥结结巴巴开口 说是找到那位大师了 然后指着面前的电视道 倒配出那只药剂的天才就是他 就读于白河学院的陆胜同学 见到对方还只是个学生 老板娘震惊地瘫软在地 另一边的陆胜正在森林中采药 借助恒星发力 他在身法上的速度 比正常二级舞者至少快了五倍以上 陆胜不断向前 最终来到山顶养尸日出 这一刻他顿悟 真正的呼吸法 每一次呼吸都会从空气中汲取能量 源源不断补充体力的同时 也能激发身体的潜入 另外还能感受周围的自然万物质变化 融身于天地之间 他轻轻拍出一掌 荡开万里云层 陆胜缓缓睁开双眼 开心地发现自己又突破 然后他一边采集配置灵机状骨汤的草药一边下山 可刚到山脚就被一伙人拦住了去路 见对方咄咄逼人 甚至一旁还有其他同伴摩拳擦掌 陆胜邪妹一笑刚好试验一下自己突破后的实力 对方几人还有说有效地嘲讽陆胜一个穷学生 不要不识抬举 乖官束手就情让哥几个乐呵乐呵 可下一刻他们就呆住了 因为陆胜只是一身手 便直接抠下一大块花钢盐 接着更是当着众人的面将其揉得粉碎 几人立马认错 跪在地上不断祈求饶命 而陆胜也不客气 将他们最近抢夺的药材统统打包带走 还无奈说是自己原本还想给钱奈何他们不要 这下材料都准备完毕了准备去训练营吧 大学生第一次上山采药 就把拦路抢劫的强盗给打结了 甚至他们都还下跪着恭送青年 而这也只是因为陆胜随手挥出的意证 便直接荡开万里云层 又当着他们的面将石头捏得粉碎 这才吓得这群恶霸老实的像个孙子 回到市区陆胜前往天才集训营参加训练 刚一下车就发现这里戒备森严的像是一个军事基地 而且周围的学生都还佩戴着舞者徽章 想到自己的徽章被老妈收藏起来 他就只能硬着头皮上前 结果果真被安保人员拦住了去了 周围人听到陆胜来自白河市都是一点细腻 因为白河市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有资格参加天才集训 保安查看一番后明白陆胜是舞者协会会长 让特别关照的人后就让其通过 可一旁的青年却咄咄逼人嘲讽 原来这人是靠关系进来的 陆胜不管他们自顾自向里面走去 突然脚下一阵晃动 紧接着后方的路便被缓缓堵上 其中一人询问为何堵门 教官呵呵一笑 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走到对面的出口 就算是考核通过 然后便不顾众人潇洒离去 突然地面裂开场上的众人纷纷掉了下去 一段时间后陆胜顺利着陆 而实力低的人却吃了个狗肯 他转头打量着四周 发现面前有一个近三十米长的通道 陆胜闭上眼睛感应一番 走廊内的布置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感受到里面的陷阱对自己够不成威胁 陆胜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 突然一旁青年出生嘲讽 就这种关卡真是一点难度没 他鼓动周围参赛选手应当团结一致损失了谁都不好 接着指着陆胜询问不知道这位好心人 能不能先进去给我们探探路 想到男人会面临的悲惨遭遇一旁的女孩 小声倒是不好玩 可陆胜却并不在意 转头便准备闯关 临走还不忘嘲讽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这犀利的话语当即惹恼了青年 可陆胜却并不理会自顾自向前 这时周围出现大量红色球体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化作一只只接近二级舞者实力的机械魁 青年脸色难看这搞那么多只 训练赢的人是想整死我们吗 后方的几人也在寻找逃跑方案 只有陆胜看着面前机械傀儡一脸好奇 青年见状还不忘嘲讽这个白河是个包子是个弱智 这一拳下去怕不是会直接给打成傻 这时机械傀儡已经冲到陆胜身前 可他的面色没有丝毫变化 骤然间恐怖的爆炸席卷四周 就在众人都以为陆胜已经凶多吉少的时候 他却稳稳地站在前方 甚至仅用一只手就接住了那沉重的一击 陆胜抬手便将机械傀儡举到空中 然后用力一抛 刚刚还勇猛的机械傀儡已经嵌入了天花板上 后方美女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景象 只有青年笑着解释是自己之前估算错误 那种红色傀儡的真实战斗力 应该连一级舞者的实力都没有 不然的话那么多只在这里 怎么可能有人能通过搞好 剩余的众人也觉得有道理 可下一刻他们就呆住了 因为前方的青年被这些破铜烂铁给一拳打倒在地 直到最后他才明白陆胜的强大 这些傀儡至少有两极无准的实力 众人不敢置信 看着前方闲庭信部的陆胜 难以想象他的实力到底有多么恐怖 站在终点的考核官不禁疑惑这怎么回事 为什么机关傀儡都不让了不是财道的新货吗 最后陆胜走过通道 来到一脸懵的考官面前 他心中降火沸腾 指着对方到看来你就是最后的守官者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教官无语自己什么时候也要被淘汰 另一边中央控制室传来八号考场失联的警方 总指挥东秦雪看着面前的屏幕脸上写满了震惊 这是用来考核一众天才的傀儡大学 却被男人一人打爆 就连记录数据的考官也被陆胜给教育了一顿 总部的美女指挥官看到这一幕 直接震惊的呆愣当场 这时后方的同事悠闲地走进来询问这批人才情况 东秦雪愤怒转头 因为所有的工作基本上都是自己完成的 他这个搭档都没怎么处理 接着回应这批只有八个觉醒的天赋的算符和我们标准的苗子 其中五个是一般的力量型天赋 另外三个分别是防御 速度和精神力觉醒 听到有精神力行强化者男教官立马来的精神 东秦雪介绍这人名叫夏琳 是这批人中最出色的选手 觉醒不到两年已经接近一级精神念师的标准 而我已经将他列为这次训练营的重点培养对象 男教官劝解再看看其他人了 可当他转头看向屏幕 顿时震惊的咖啡差点摔在地上 就连美女教官也是一脸不可思议的盯着前方 另一边的考核广场内 精神念师夏琳成功解决完最后一只机械傀儡后喃喃自语 那个人给我的感觉太危险了 实力至少在三级以上 当他成功来到考核关卡镜头 却被眼前的荧幕震惊的呆愣当场 因为十几位考核人员正拿着装备严阵以待的防着一方向 夏琳顺着他们的目光用精神力探查 发现有两个人影正在战斗 他正疑惑对方是谁 谁料男人只是一个眼神 便吓得这位天才少女呆愣当场 在一旁考官们不解的目光中 立刻身形暴退逃了出去 夏琳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脑海中不停地回想刚刚那个眼神 另一边的安保人员正向东清雪报告八号考场监考人员失去联络 男教官正准备派人过去查看 可下一个一道声音打断了他的谈话 在一众人员震惊的目光中 陆胜直接破墙而入 看对方还是个学生几人刚想松一口气 可接下来就看到让他们终身难忘的一面 只见陆胜拉着一位考官缓缓走向前方 东清雪出声道你不是清源氏的学生吧 男人将考核人员放下 然后淡淡吐出两个字 白河是陆胜 男教官赞叹好啊 你想那么贵的机器傀儡 你随手拆了不说连教官也揍了 陆胜单大回应自己以为那是考核的一部分 所以就没收住什么 闻言东清雪眉毛上扬想要给男人一个教训 他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力直冲陆胜而来 可任凭女教官的精神力如何试探 陆胜都是面不改色地站在那里 见状东清雪也是明白这位不是普通天才 他收回精神力 又吩咐工作人员带男人前去宿舍休息 带其走后男教官将陆胜的个人资料递出 他赞叹到自己刚才抗回房 二级机关傀儡在他手里就像是玩具 东清雪也是觉得这人深不可测 于是两人便将陆胜与夏琳一同定位头号种子选手培养 另一边陆胜边走边思考 刚刚的精神力探查 对方至少强自己五倍以上 突然肚子不争气地想了起来 于是他毫不客气地来到餐厅 点了一大桌食品补充营养 很快桌子上的食物便被他横扫一空 这是一个美女走了过来 他介绍自己名叫杨渊 也是白河氏这次参加训练营的学生 可看陆胜将面前的烧鸡布得严严实实 戏的女孩咬牙自己又不是蹭饭的 陆胜询问为什么会长说白河氏一直没人能来这里 杨渊解释其实每年白河氏都有学生来 只是都很少有人能通过入营考核 接着他告知这里的积分就相当于外面的货 任何物品都需要消耗对应的积分才能兑换 而目前整个训练营里拥有积分的只有三个人 分别是拥有石化天赋的曹勇 拥有速度型天赋的梦境 以及最为稀有地觉醒了精神念力的天台夏琳 就在这时打饭回来的夏琳刚好听到有人谈论自己 他转头一看 顺时吓得饭碗差点打翻在地 因为那个打败考官的猛人正不怀好意地盯着自己 女孩是班级里的顶尖强者 可看到男人转头看他却还是被吓得嗷嗷尖叫 只因当初考核的时候 陆胜将侧评的教官给打了一顿 而夏琳只是路过 就差点被其一块收拾 自此以后陆胜便成为女孩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每每见到都是远远的绕开 即便是集训营的总教练亲自出手教育 可女孩依旧不敢面对 这时和陆胜一同进来的学姐杨渊来到前方 她坐下劝解今年的天台训练营高手云集 让陆胜不要太过张扬 听说不但有防御觉醒者曹勇 速度觉醒者梦境 甚至还有一个精神力的觉醒者 陆胜听完不为所动 师姐见状小声道传闻 还有第四个强者 只是传闻有些夸张 那人不仅徒手打爆了所有的二级机关傀儡 而且还将一众考官给胖揍到了医院 陆胜听完差点没憋住 这不就是在说自己吗 学姐见状还以为男人被打击到了 于是安慰让其不用担心 阴你的天赋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 未必会比他们差多少 就在这时后方出现一名黑医员 其中一人宣读陆胜同学 鉴于你在入营考核中 损坏了18台机关傀儡 以及把教官打进医院 仪式我们要对你进行一些例行问话 文言师姐顿时震惊的何不容嘴 就连一旁正在吃饭的人 也顾不得嘴里的食物 陆胜起身回应自己知道了 不过这里的饭能打包一份给我吗 黑医人回应可以后便转身向外走去 陆胜也出声同学姐告别 带其走后食堂发出海啸的呼声 都是震惊 没想到那个传说竟然是真的 杨渊呆愣当场不知所措 不敢想自己刚刚还劝解师弟不要灰心 另一边只会控制室内 总教官东清雪笑道挺厉害的骂陆胜同学 你这两下子把我们半年的精锐都给打没了 而且还没有一台是能够修好了 陆胜刚想开口 东清雪就安慰他们并不追究 这时又有几名学员被带了进来 他转身回头 看几位男同志都是凶神恶傻 只有那个被自己吓到的女孩 像个小猫似的瑟瑟发的 东清雪先是恭喜他们通过本次的入营考核 又掏出几张存有100积分的积分卡作为奖励 几人见状很是兴奋 可夏琳却注意到陆胜的卡片却是白色 而他也是拿起卡片反复端下 发现里面能兑换的东西就只有吃肉有种作用 像使用训练室又或是总教官指导自己根本就不需要 一旁男教官吴于你那手上的可是1000积分的卡 文言其他学员满脸震惊 其中壮汉轻笑 我还以为这个训练营是靠实力说话 没想到完的也还是特权那一套 梦境也是满脸唏嘘 只有夏琳询问你们不知道他在测试室干了什么吗 壮汉曹勇却不管不顾 脱了衣服就准备掂量一下陆胜是否名副其实 男教官见爆发冲突刚想起身阻止 可东清雪却将他拦了下来 陆胜无奈起身 他伸出手指对着面前站立全开的壮汉 然后轻轻一弹对方直接被狠狠打飞出去 甚至将后方墙壁都撞了一个大窟窿 一旁的两人见状都快要被吓傻 两位教官也是对陆胜的实力感到不可思议 只有郑主本人毫不在意 他悠闲地准备离开 东清雪提醒陆胜可以积分获得我的私人指导 男人婉拒表示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 一旁教官好奇什么事能比总教官知道更重要 陆胜停下脚步 然后缓缓吐出两个字我要回去睡觉 几人再次猛逼 男教官更是不顾形象的捧腹大笑 待几人都离开后 东清雪盯着监控显示的画面 发现那小子真的是准备回去睡觉后很是无语 而这也让他回想起当初他们那一节 那个压得整个训练营抬不起头的人 虽然力量型天赋者在前期有着无比强大的优势 但是技巧经验战术判断是只有实战才会积累 只会依靠天赋带来加成的武者终将只能昙花一现 另一边陆胜早已进入梦境搏杀丧尸修炼 在和一只丧尸王对战将近两个小时后终于解决 他吸收完对方的能力后才发现 这只丧尸生前已经是六级准宗师的水平了 虽然一个人的能力有限 但陆胜明白只要他不断地击杀丧尸吸收他们的能力 在不久的将来他一定能无缺无落 因为他是站在一个世界所有人的肩膀之上 接着陆胜抱元首一运转水晶观想绝内时 惊讶地发现这次竟然能容身其中 他大喊一声恐怖的精神力喷涌而出 一段时间后陆胜欣喜地发现自己又突破 接着喊出艾米查看自己人生履历 上面描述他的未来是能够达到七级武者的实力 而且育有二女一子 陆胜笑出声来 因为七级宗师已经算是一方诸侯了 接着又让其查看那三本十一级武圣传承的后续功课 结果震惊地发现系统里面有一本 专门修炼精神力的顶级法门神兆冥王经 而且不但包含了精神力的使用技巧和战斗要求 神兆冥王经 天马行空 北一所思 太不可思议了 外部的战斗技巧栏里没这门功法 这是专门为精神念试而设计的功法 不仅包含了使用精神力的技巧和战斗要求 最重要的是 这门功法和其他的精神力功法完全不同 神兆冥王经的要领 是利用精神力从武者体内搭建出另一个身体 也可以说是第二个自己 而这幅身体的精细程度 可以达到肌肉纤维 细胞 甚至基因的层面 而这一切只为了一个目的 全方位无死角的增幅自身 神兆冥王经的第一等词 就是利用精神力强化身体的器官 从而达到增幅气血的效果 这刚好就是我最缺的 战斗力我已经有办法增幅 但是基础气血值其实不会改变的 气血一直都是我更进一步的阻害 用精神力影响气血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还是小瞧了五到一万年的智慧结晶 断一锋 这等天资卓绝的人物 一个文明也难得郁郁出一锋 恐怕就是在十一级强者内也算得上绝对顶尖的存在 可即便是这样的人物 也抵挡不住人族文明的毁灭 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每一分每一秒 我都得竭尽全力变强 而在 夏琳正在念历史训练 十几颗黄色球体迅速朝着夏琳戏去 只见树道光芒在空中一闪破 所有球体都被斩断击落 而围绕在夏琳周围的 正是她的武器三星锥 此时夏琳身后的房门突然打开 你进步得很快 已经能熟练操控三只星锥了 等你能熟练操控六只时 就代表你已经迈进一级精神念师的评论 听到这里 夏琳直接九十度鞠躬 谢谢总教官 多亏了您的指导 不过我发现你的精神意志上 似乎存在一个很大的路 有人给你留下过什么心理阴影吗 夏琳此时想起那毫无生机的眼神 温身颤抖地询问 总教官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很简单 找出那个给你留下阴影的人 击败他或者杀死他 那自然就没有阴影 话音刚落 夏琳已经被吓得变成表情包了 随后他又想到 听说那个可怕的家伙这段时间 一直处于随废状态 如果他的实力一直停留原地 也许真的可以试一试 当冬秦雪出来后 便碰到了否王中的秦少军 秦少军一脸笑意地看着冬秦雪 怎么样 训练的还可以吧 天赋还可以 就是性格软了些 随后冬秦雪又问了句 他还是那样吗 老样子 每次送餐去看到他都在睡觉 我猜是废老 还记得你训学生时候说的吗 只要你喜欢 每天待在宿舍睡大觉也没人管 不过现在还拿他当磨刀师傅 冬秦雪气分地垛垛脚 磨个屁 三个台阶都闲着脚 随便叹了 不过你要教好你的梦境盒 要不然碧莹考和上下灵 会把他做的狠惨 与此同时 杨渊正一个人打扫着空缀的训练 这是一个妹子过来帮忙 两个人刚到一起就闲聊起来 真羡慕他们拿到一百机分的人 这两个月都够用了 杨渊 你们是那个路盛这段时间一直在干吗 你和他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而杨渊听到这话 也是满眼的失落 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吗 所以才闭门不出的 知道力量型天赋的红利会逐渐消失 所以索性当缩头乌龟增加神秘感 杨渊知道陆圣不是那种人 于是自不自地打扫起卫生 突然他们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吵闹声 好像是陶涌要尝试四倍重力 杨渊听到这里也是非常吃惊 要知道上次我只是尽了一倍重力时 待了二十分钟人就差点被过气去 就在此时 黄发妹子一把拉住杨渊的手里 走 我们快去看看 杨渊此时心里在想着 陆圣 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而此时的路上 还在梦中吸收的丧失经验 下一集 就让你们看看 这块磨刀石到底称不称之 我厉压三大天骄成为天才训练营的第一人 但是他们却把我当做磨刀石 因为我不仅拒绝了总教官的亲自指导 还在房间中睡了整整一个月 而此时在重力室内 陶涌在三倍重力下浑身散发着金光 外面的小弟也在默默地加油 马上就要四分钟了 一定要坚持住 已经比上次多了半分钟了 等曹勇走出来后 所有人都发出惊叹声 真是太厉害了 竟然可以在三倍重力下坚持四分钟 听到这话的陶涌高高扬起自己的下巴 默默享受着四周的恭维 才这点程度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那我今四倍重力的时候 你们岂不是要膜拜我 此时一个小弟凑了上来 陶涌大哥 看来您很快就要突破到三级舞者 到时候这训练营没人是你的对手 陶涌此时揉了揉自己隐隐作痛的额头 他现在怎么样了 你说陆圣啊 他还是老样的 每次送饭都看到他在睡大觉 甚至还在做什么白日梦呢 另一名天才听到这话 感叹陆圣真是太骄傲自大 即便当初我不如他 可再慢的乌龟也能追上睡大觉的兔子 现在的我就未必会输给他 谁知他话音刚落 一道残影就从眼前飞速掠备 陆圣手中拿着刚刚射来的重力士遥控器 这里就是重力修炼士吗 看着还不错 此时旁边还传来嘲笑声 终于舍得出来了吗 睡了一个月时来重力士丢人现眼的 但是陆圣里都没你 随手按下开始的按影 就在没有关上的刹那 陆圣回头瞥了一眼背后的人 我只是来试试我的实力增长多少 你他妈天天在宿舍睡大觉 还想增长实力 你是不是吃了被门夹过的核桃啊 而在训练室外也有一些人在看任务 要知道进入重力士的每个人 都要按照规定动作对神 要不然会承受不住突如其来的压力 非常容易造成内脏破裂出去 陆圣作为一个天才却如此自大 我看他是废了 可是五分钟之后 他们也没看到陆圣有任何朋友 还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突然一阵破空声传来 站在重力士外的人都感受到轻微的震动 此时的他们睁大了眼睛 看向重力士内 只见陆圣正在里边打一套拳法 极致的速度和强大的力量 让陆圣的每一个招式都传出了音棒声 特么的这是假的吧 在两倍的重力下动作 还能如此的行音流水 而陆圣在打完一套拳之后 满心欢喜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这种感觉蛮新鲜的 随后他又凑到操作面板面前 别人还以为他是承受不住要暂停 但是随着陆圣的暗响 一阵刺耳的声音传进每个人的耳朵 这竟然是四倍重力 而站在重力士内的陆圣 还是安然无恙地站在那 陆圣此时却在想着 重力加强的感觉原来是这样 突然陆圣单膝跪地 并一掌拍在地面上 外面的人以为他终于要承受不住 谁知陆圣五指微微距离 随后仅用两根手指撑住地面 而此时夏琳也刚好训练完 暗探教官好人力 就在路过重力士的时候 却是疑问 那边怎么那么多人 随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走了过来 看什么呢 这么好玩 就在他叛向重力士的那一刻 却控制不住地发出一声惊呼 只见陆圣在四倍重力下 仅用两根手指就完成了道理 而且身体被直 此时夏琳的脑部CPU已经烧了 陆圣 那是陆圣吗 之前嘲笑陆圣的天才 也被彻底击碎了自信心 他为什么还是这么强 他不是睡了两个月吗 我不应该已经超越他了吗 而陆圣此时感觉 四倍重力也熟悉得差不多了 随即双指一用力就翻了过来 随着他手指按下红色的按钮 外边的人彻底疯狂了 快去 把所有人都喊过来 快 自然呼吸法切换 避之呼吸 我陆圣今天就要看看 你们谁敢把刀拿出来 但我这个磨刀是磨影魔 我是个废物 却力压三大天交 夏琳为了摆脱我的阴影疯狂训练 曹勇为了一血前耻拼命 要在四倍重力士坚持四分钟 可是我却一觉睡了七百二十个小时 众人都以为我慌碎地训练 早已被他人超越 但是当我踏出房门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废头 此时陆圣正站在重力室内 五倍重力对他来说毫无影响 甚至脚尖轻轻一点就轻松跃起 陆圣感受着自己的身体 五倍重力 刚刚适合我正常状态下的修炼 应该能勉强做出恒心练体术理的动力 但是在网上估计动起来都够强 不过这点压力远远不够 我需要更大的压力 能逼迫出我极限的压力 陆圣再一次站到控制面感情 外边的人还以为他坚持不住要关闭重力校图 可是下一秒 陆圣一拳就砸在绿色的案件上 而此时在控制室内 东秦雪和秦少军正在讨论学员退营的问题 因为这才过了一个多月 就有一百多个学员退营 都是在家里娇生惯养的天之骄子 但是话又说回来 现在连这点困难都受不了的话 等以后上了战场以亦受正面国杀 他们更坚持不下去 秦少军此时坐下劝说着东秦雪 你也别太较真 其实这届学员质量已经很不错 我估计有八成的人能坚持到碧莹的那一天 秦少军安慰完之后就转头看向监控 竟然有人刷新了重力修炼士的历史记录 东秦雪文言立马转过 是曹勇吗 我记得他也就快到四倍重力吧 不是他 是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人 陆圣 东秦雪拼后一把捏碎了手里的太和精水费 你说什么 你说陆圣 你确定是他吗 这小子现在到底是几节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找的人 终于找到了 而此时陆圣在八倍重力下也快到迹象 以他现在的气血来说负担还是太大 既然如此 那就试试新的功法吧 神赵平王今在疯狂的一年 自身的精神力也在飞幅地交织成了一个新的心脏 就在心脏交织好的一瞬间 庞大的气血直接涌入陆圣的四肢板 原本抬不起头的陆圣也立马挺直了腰膀 仅仅只是构建完心脏步 气血就增强了将近一成 这就是未来一万年的功法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那就来看看我真正的极限在哪 此时外边的人看着陆圣又凑到控制面感情 不祥的预感在他们震惊的表情中体现了淋漓尽致 突然一阵玻璃碎裂的声音 所有人瞬间被重力压倒在地 原来陆圣竟然开启了十倍重力 庞大的压力使一面开散碎裂 这就是十倍重力的 全身的骨头都在发出悲鸣 血液仿佛都要凝制 别说动弹分毫了 光维持清醒就已经要竭尽全力了 十倍重力根本不是现在的我可以承受 不过陆圣忍受着全身骨头的悲鸣 内心发出愤怒的吼叫 能够改变未来 扭转破灭结局的是什么人 是修炼高等功法的人吗 是天赋绝顶的人吗 还是拥有无限资源的人 这些都不是 是能够突破极限的人 陆圣此时颤颤巍巍地站了紧 但是在他的身后 却跪倒了一片人 好像在迎接他们的王 没错 陆圣从这一刻起就是他们的王 青海长云暗雪山 乌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怀 我陆圣回来了 曾经的天才 在沉睡了一个月之后终于强势归来 别人在四倍重力下数秒多 而我在十倍重力下安然无恙 此时重力室的大门缓缓打开 陆圣淡定地从中走出 丝毫没有理会周围惊叹的人群 突然一只毛巾递到陆圣的面前 他转头就看到一个红着脸的肚子内 正寒情默默地看着他 陆圣一把接过毛巾 谢谢你 随后他边擦拭脸上的汗水 边查询自己的积分 早知道只花这么点时间 就不扣三个小时的积分了 太浪费了 突然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 以获取破纪录积分奖务 剩余积分4335点 什么 四位数的积分 咱们全部加起来都没有他的一半多了 我已经三天都没吃上肉了 而陆圣心里却在想着 四千多的积分 足够我敞开了吃饭吧 接下来要去哪里再获获的积分了 随着陆圣的一只脚踏出 四周人群自动让出一条通道 而陆圣则缓缓向着目的地走去 此时所有人都紧跟着陆圣的角度 不敢离得太紧 也不想离得太远 杨渊看着陆圣的背影 他的存在感竟然如此强大 凌驾于众人之上 如同猛虎出行 身后百兽皆碎 一道声音从杨渊身后响起 陆圣是力量型天赋者吧 竟然在重力时打破防御型跑猛的技能 难道他的气血突破到四阶了 杨渊听到这话心里咯噔一声 力量型天赋 可是他走的方向是身法式 与此同时 速度型天才梦静和正吃力地躲避四面八方的激光 突然一道激光擦过他的头发 训练也到此结束了 此时系统提示音响起 本次训练成绩 第二阶段完成度87% 恭喜舞者编号284363 您的身法已经超过52%的训练者 梦静和看着自己的记录发出了大响 身法修炼是每一次成绩都会上传至五年终端 随时获得自己的身法上的世界台名 我已经超过全世界整整一半的人 果然人与人也是存在距离的 外边的人一定也在为我光芙吧 可是当他走出大门准备迎接光芙时 却发现自己的门口很明映 忽然他看到所有人都在另一间身法式的门口 就连东晴雪和秦少军都在 梦静和上前一把拉住一个人 这是什么情况 你们都在看什么呢 当然是在看陆盛 陆盛 白河式的那个睡神 你们该不会认为那个睡神能破我的纪录 你是个什么东西 发音刚落 两个人就瞪大了眼睛 不会吧 这竟然是 陆盛在身法训练室竟然选择全功率起的 一千多个激光发射器正散发着害人的红光 只需要躲避射线就可以了是吧 看来无法预知光线会从两个方向射出 是身法训练的难点之一 但这个难点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 突然所有激光都先后射出一道光柱 陆盛在其中斩斩藤魔 轻聊淡写的就躲过了所有激光 梦静和看到这里彻底不淡定 是怎么可能 修炼室里可是有上千个激光探讨 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怎么样 下一秒梦静和又抓起一堂的少女 你确定她真的是第一次进身法修炼室 肯定是啊 我们所有人跟着她过来 来之前她还破了重力式的历史记录 开启了十倍重力 发音刚落 梦静和的双眼就布满了血丝 身体不受控制的跪倒在地 她不是力量行天赋吗 她不是睡了一个月吗 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大的差距 而东青雪心里也有了同样的意义 她真的是第一次进行身法训练吗 不对 即使是几百次也做不到她这么清楚 她的动作 与其说是反映 更像是预知 看她轻描淡写地躲过所有激光 甚至背后都不看一下 只要略微偏一下头就可以 摆动的幅度刚好躲过激光 正常人都不能做到这样 要知道这是光线 没有伤害不存在杀气什么的 也不会引起空气的震动 只有一种可能可以解释她现在的久 她该不会真的是我想的那种吧 我改烂了一个月 别人都以为我是睡觉的兔子 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 我刚出现就打破了重力训练室的记忆 身为防御型的曹勇在四倍重力下仅仅坚持了四分钟 而我则在十倍重力下安然无恙 此时陆胜正在进行身法训练 在一千多道激光的扫射下显得游人有名 就连背后突然出现的激光也可以轻松滚 本以为自己拥有精神力这件事无人之外 但是陆胜却被东秦雪看出钻影 正当他准备用精神力探查陆胜的时候 却被一旁的秦少君出声打怪 东秦雪此时也回过神来 上次不是试探过了吗 怎么还想再试试 我也真是犯傻了 而此时陆胜在身法训练室仅仅待了两分钟 就听到细腿提示音 已通过第二阶段身法训练 外面的吃瓜群众已经惊呆了 我靠这才几分钟 第二阶段就这么结束了 怎么感觉和之前看到的不太一样 秦少君听到后回过头解释 这只是陆胜表现得特别轻松吧 他的身法已经是完美尽 与此如是第三阶段身法训练也已经开始了 无数的黄色棒球朝露剩下来 强烈的光芒让吃瓜群众都睁不开眼睛 怎么那么难啊 陆胜则在里面飞速地躲闭着 突然墙面上传来一阵行动 先到激光组成一道光强限制陆胜的行动 开始越来越难了呀 都已经动用光线封锁我的路线 看来我也要拿出点实力了 突然一阵爆炸声音传来 无数球体击中陆胜所站立的力 而陆胜此时已经跃至高空 秦少君此时一脸的羡慕极部分 这是陆威静 他是刚突破的还是早就突破了 要知道 就算上过战场的老兵 也没几个可以将身法锤炼置入微镜 我可是22岁才突破的入微镜 我是25岁 那特么能一样吗 我可是速度型天赋舞者 听好了 是速度型 我天生就有极大的加成 这小子今年才几岁 陆胜此时却到了危急万分的时刻 一道光线擦着他的眼球飞嘴 难度开始上来了 光靠精神力预知有点失利 与此同时 陆胜的面前也出现了光线的风索网 切换风之呼吸 只见陆胜的身体四周散发出绿色的荧光 速度也快如闪电 从容的穿过风索网 外面的人一脸懵逼 陆胜消失了 这小子是速度太快了 肉眼已经完全跟不上 所以看起来财相消失了 然而就在这片刻间 身法三的完成度却在疯狂的上涨 15% 62% 81% 100% 随着所有激光细腻 陆胜也是累得够强 秦少军连忙说道 今天风头他都出晚了吧 十倍重力和三阶段身法式 看他样子也累惨了 我们回去吧 东秦学此时一脸严肃 不 陆胜好像还要继续 秦少军听到这里瞬间折返回来 就连我也才刚开始第四阶段 他今天就能一路突破过去 陆胜此时正操控着手中的控制面板 突然一个个飞行器出现在他的面前 然后又一个个手尾箱面 组成风潮一样的不规则围墙 极小的活动范围给陆胜带来了强大的压力 此时系统提示再次响起 身法四 完成度30% 陆胜看着眼前密密麻麻 如珠网一般的光线 风之呼吸的速度加成也到极限了 既然如此 那就看看我的极限究竟在哪里了 神兆冥王精 陆胜抬手在身体周围撑起一个黑色光球杠维 而在范围内 所有的动作都将变得吃火 仿佛时间被拉长一般 用精神念诗的专业术语来形容的话 应该叫做实感 陆胜瞬间移出了包围圈 行动的路线上出现一个个残影 这种状态是精神力达到质变的体现 而这种质变只会发生在三级精神念诗身上 也就是说 陆胜现在已经正式踏入三级精神念诗行列 两位教官面前的玻璃突然发生炸裂 东晴雪雀露出了笑容 陆胜 你竟然真的是精神力念诗 我今天才训练营睡了一个月就毕业 别人辛辛苦苦拼命修炼 而我刚睡醒就打破各项纪律 此时我正在身法训练室 身法寺的完成度赫然已经到了30% 这已经和秦少军教官在同一阶段 就在风之呼吸的速度加成也到极限之后 陆胜果断地用出神障云王精 庞大的压力使两位教官面前的玻璃都发生碎裂 也就是这一举动暴露了陆胜还有精神力的命 东晴雪打算再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测 随即用庞大的精神力凝聚成一道法身 随着东晴雪一声音响 法身直接穿过钢化玻璃向陆胜抓去 陆胜回头邪魅一笑 精神力覆盖全身 一个手刀就斩向东晴雪的精神力法身 强大的力量瞬间让法身烟消云散 东晴雪此时闷哼一声 陆胜果然是精神念师 而且他的精神力不迅逸 此时陆胜回头看了一眼东晴雪 看归看 上手摸就过分了 不过我也到吉祥了 没想到刚才开启时赶会耗费那么多精神力 还有人来干扰我 四阶段进度才到一半 用上了风之呼吸和神照明王精 暂时也指明这样 随后陆胜淡然的让一束光洞穿了自己 此时系统提示音响起 训练结束 本次训练成绩第四阶段完成度56% 恭喜舞者编号285632 您的身法已经超过97%的训练者 随着系统提示的结束 外边的人群顿时炸开了 这个成绩真的是学生 陆胜光在身法这一项上 就已经走在几亿人的前面 而孟静河已经彻底实化 我才领先52%的人 他竟然比我高整整48% 他还是力量型 但是陆胜对自己的成绩却不等于买 原来还有3%的人在身法上比我强 全世界的3%怎么也得几百上千万了 我还是很弱 需要加倍努力修炼才行 恭喜你陆胜同学 刚破了重力士的历史记录 又刷新了这个基地的身法式记录 接下来你打算去哪儿了 实战修炼室 还是精神力修炼室 陆胜想了一秒钟 我哪都不去 马上到饭点了 我打算去食堂 话音刚落秦少君就大笑起 这小子果然还是这样 而冬情雪却已经不知道说啥了 3%的时候 陆胜被叫到监控室 这次叫你赢了 主要是对你做个简单的实力测试 然后再和你商量点试 每个宿舍都配备了这种 测了气血的取血针马 你这段时间有自己测过气血吗 没有测过 宿舍里的取血针扎不进去 秦少君在一旁笑道 我早就说过这小子肯定进入三级 没有这种身体强度 怎么可能获得了重力士的技能 勤血 你把精取血针拿出来吧 随后冬情雪在怀里掏了掏 拿出一个金色的取血针 这可是为了五级五折准备的取血针 应该足够你使用了 说着便拉过陆胜的手 当机器采集到陆胜血液的刹那 便传来嗡咽的声音 腾后一道数值凭空显现 戏血值24.65 武者等级三级 好家伙 我快十年没见到这么年轻的三级武者 再来看看你的战斗力如何 陆胜心里也在想 既然要测纳这全力 看看我的极限究竟达到了多少 我只呼吸 八倍冯心拳 完美进拳法三整合一 随着一声巨响传来 陆胜的战斗力也随着显现 战斗力指数271920 武者等级四级武者 这个数值可把秦少君惊呆了 三级武者打出近五级武者的战斗 这小子果然是个十足的怪物 然后又大笑着拍拍陆胜的肩膀 你已经从这个训练营里毕业了 接下来想干嘛都随了 回头记得给曾道高 好让武协登记的武者等级提上他 就在陆胜刚要走时 东晴雪站了起来把他叫做 随后他拿出一块神秘晶体 这个酱能晶 是一百多年前在世国安斯克拉侠谷 发现的一种特异晶体矿石 对精神力有着极强的欺负性 经过开发变成专门用来测试 精神念诗的精神力强度 只要用手接触 输入精神力 就能够测试你的精神力强度 旁边的秦少君 看到东晴雪的数值上来调侃 你的实力又提高了呀 连精神力纯度也提升不少 我记得你上次才三点多吧 你以为我是你 整天混吃等死 东晴雪 你可以侮辱我 但不可以侮辱我的胜负方式 陆胜接过金石 秦少君又在一旁跟东晴雪逼嘴 你要说陆胜有你一半实力我都信 不若隐于我是真接受不了 闭嘴 别打扰 而陆胜此时正在灌输自己的精神力 突然一阵刺眼的金色光芒传出 东晴雪大惊 是怎么可能 这一块一百多年前的特异精石 经过开发后可测试精神力的强度和纯度 而这是陆胜在天才训练营的最后一道测试 突然一阵刺眼的金色光芒传出 东晴雪顿时大惊失色 是怎么可能 只见陆胜面前的数值精神力纯度为20.3 这个数值是东晴雪整整的五倍制度 要知道精神念师的精神力 每纯画一点都困难无比 这相当于把普通毛巾不断折别压缩 直到变成硬币大小的压缩毛巾 我足足两年的苦修才提高了一点 而他今年才18岁 这种实力简直夸张过头了 天才这个词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了 只能用 牛逼 很牛逼 非常牛逼 牛逼的要上天了 秦少君说这话的时候完全没有顾及东晴雪的感受 下一秒东晴雪就给他一个爱的报警 受伤的秦少君躲在角落揉着头上的大包 东晴雪此时询问陆圣 你是不是有老师 之前就学过精神力的修行功法 是的 我有诗成 我的老师传授过我一门独特的精神力修炼功 以及精神力的使用技巧和方法 听到这里东晴雪长输了一口气 果然啊 有诗成才正常 要是你没有老师完全靠自己的天赋走到这一步 我真的无法接受 即使有老师 也足够证明你本身的天赋质强大 你应该觉醒天赋没多久 不到三个月 听到这话的两位教官又是一级 觉醒三个月 精神力强度就达到三级 还有如此高的纯粮 即便是精神念师协会里再过几十年 也很难出一个像你这样的官 陆圣此时却发出疑问 精神念师也有协会 他跟武协完全不是一个系统 因为觉醒精神念师天赋的太过稀少 即便我们龙国人口基数庞大 觉醒精神念师天赋的人也只有1%不到 东晴雪此时解开自己的领口 从胸口拿出一根项链 像你这样的天才 我还是希望你能加入到协会来 协会能提供更多的资源功力修行 这是我的信仰 带着他到协会 他们会提供相应的帮子 陆圣接过项链缓缓开放 其实我从来没见过老师的谋 每次接受他的指导方式都很神秘 你的老师估计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像陆圣这么强大的天赋一般人发掘说 早就当精哥大捧起来 而他的老师竟然任由他自由成长 甚至不愿意露面 只有层次格局非常高的人才 可能是如此的形式功能 果然这个世界上没有无庸无故的天才 陆圣此时心里却在想 现在继续用天赋当理由已经很难解释 所幸不如大大方方承认下 毕竟我的老师来自一万年 这事情太害人听闻了 此时秦少军咳嗽了两声 打断了他们的对方 今天找你来是要和你商量几件事 第一件事 这里有五百万 虽然训练营还没结束 但应该你就是这次的训练一滴 东路军区的经费向来紧张 这已经是我们所能申请到的最大限量了 不过你小子是整个训练营出了名的零吃 算上你这些天吃掉的钱 加起来怎么也有七八百万了 好 原来那些餐食那么贵的 那我以后岂不是再也吃不上了 此时东秦雪突然出生 陆圣同学 虽然这笔钱是少了点 但已经是我们东部军区最大的成员 这是要说的第二件事 东部军区 这算是招揽啊 秦少军立马打个响指 可以这么理解 你应该明白 像你这样的武道器材 以后无论如何都是要上战场杀的 血铁驻舰 以敌手即英魂 安全区里养不成真龙武胜 而且国家和武盟给予武者的支持和特权 也不是让武者白白享受 你迟早要走到那里 我们只希望到时候 你可以优先考虑我们东部军区 不然秦少军一脸坏笑的凑了过 咱们东部军区还有一项优秀 那就是咱们军区的女兵可谓是燕菊权 那颜值 那身段 话还没等说完一个椅子 就飞到了秦少军的领寸 东秦雪接着说道 还有最后一件事 我们决定由你代表东名省天才训练营 参加这次东部行程的启明将心选 整个东部所有行程 每年都会举行天才训练营 目的就是从中挑选万中无一的 拒罪将心前置的真正天才 将心代表的就是宗师 启明将心就是未来的宗师 这样的人 每一年整个东部只有一个 而这一个 便是从所有天之胶子中筛选出来 话音刚落 陆胜直接回应到我去 既然生活在这个时代 有些事情就是无法避免 当我试图以一己之力 改变整个人族命运的时候 必然就要力挽狂澜 坐那辽园之虎 我和东总教官都非常相信你的能力 如果连你都不行 那我可想不到这一届东名省 还有什么人能行 还有 东部军区的奖励更加丰厚 我明白 只有展露更多的台名 获得的资源才能更多 东秦雪此时出生到 距离起名将心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 那我还需要留在训练营吗 随便 你想干嘛就干嘛 不想待了随时走 陆胜沉思了一份 那我再留一段时间吧 没别的事我就先回去 我敢打走 这小子绝对是冲着伙事才留下来 没想到我东晴雪 还有因为天赋而嫉妒某个人的时候 不过他注定不是白人 我敢确定 应该对这个时代产生惊天动地的变化 别人还在艰苦训练的时候 我早已天才训练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毕业 回到白河市的陆胜 第一站就来到会长肖玉和的办公室 刚到六楼就听见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 而秘书则在门外一脸尴尬的笑容 陆胜你可算来了 陆胜刚要询问里边是啥情话 秘书一把推开房门先进去再说吧 刚进门 秘书就赶紧出声 萧会长 陆胜来了 此时一个小老头站了起来 哎哟 老肖 这就是你一直跟我说的白河市顶级天才了 然后又围着陆胜转了两圈 可惜观向你 不错不错 果然是少年英才啊 回头又对萧会长说 我说老肖 你也别太生气 想开点 又不是人人都能跟我家宝贝孙女一样优秀 此时萧玉和会长缩在椅子中一言不华 老头看到萧玉和没接触 又放出一个大招 抛出夏琳的照片就像萧玉和训练 还用手拍拍陆胜的胸膛 比我家夏琳差的人多了去 不差你白河是这个陆胜 不差这一个 萧会长听到这话手里的杯子都没喝 随后一脸气愤的问陆胜 你为什么急训没结束这个 给我解释一下 陆胜干定的递出一个档案杆 东晴学总教官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希望你审批通过一件 夏老头听后一脸的怀疑 东家的人 还要把文件给一个小小的白河式武器会长审批 小伙 你是不是在训练您犯了什么大事 让老萧这个推荐人给你背锅吧 萧会长上前一把拿过档案袋 看着老头笑嘻嘻的笑容满脸气 之后直接撕开档案袋 恶狠狠的眼神好像谁欠他一千万人 下一秒萧会长直接瞪大了双眼 飞机大喊一声我逃 然后一脸严肃的把文件放好 老萧啊 你可别气晕了呀 谁知萧会长接下来一句话 顺时让老头目的马来 陆胜你什么时候突破三级舞者 一个多月前吧 在训练营里东总教官亲自帮我课 他说军区拥有认证舞者实力的资料 只需要事后找您盖的张就行了 萧会长此时哈哈大笑嘻都合不上 有资格 当然有资格 你们总教官可是代表着整个东都军区 我现在就给你盖张 老头听后一把夺过资料 给我看看真的假的 随后又上下打量了一下陆胜 又看着手里的资料 18岁的三级舞者 27万战斗力 不会是从哪里倒的假文件吧 萧会长趁着老头愣神的功夫 又搞文件强了 假文件 你去搞个假的来看看 东部军区这么大的钢银戳上面 你看不见 可老头还是贼 一脸的不服气 我特么就不信了 你一个被训练营提前淘汰的家伙 凭什么能有27万战斗力 陆胜也是无语 只能解释到 我从来没说过是被训练营淘汰的 只是您一直这么认为而已 对了萧会长 总教官让你回个电话给他 他怕您不相信这份文件 需要当面证实 这次萧会长一脸笑意的看着生气的老头 我哪有什么不相信的 我是这么疑神疑鬼的人吗 是吧夏老头 不过电话还是要打的 据说东晴雪总教官可是东部军区出名的天台 视频接通东晴雪出现在大屏幕上 陆胜你到了 旁边的是萧玉和会长吧 是我 东总教官你好 夏老头此时缩成一团弱弱的乌浪门 还真的是东总教官 突然夏琳出现在屏幕中间 爷爷的声音 爷爷你这是在哪呀 怎么和东总教官通上视频呢 话音刚落 东晴雪就对着夏琳一顿训斥 我给你定的目标你做到了吗 怎么还有精力分析 今天训练量加十倍 此时陆胜肖会长齐刷刷的女后看向夏老头 说好的天台美少女后 肖会长得意的推开夏老头 东教官 你让陆胜带给我的文件我看了 事情很快就会办 那就行 别耽误了一个月后的证实 毕竟陆胜代表整个东部行省 去参加起名降星选择 她是这些训练营里最强的天台 集训已经不需要继续参加了 肖会长听后一脸的懵逼 随后开线的竖起大拇指 起名降星 最强天才 夏老头此时颤颤巍巍的倒在沙发上 原来孙女之前打视频 抱怨收训练营里的惯了 就是这个陆胜啊 肖会长刚要挂断视频 就被东晴雪鼓指 陆胜 你让我帮你找的那些 精神念试专属武器的打造牌 能找的我都差不多找到了 具体名单和价格我做成表格发明 你需要我代码什么说一下就行 最后一点 你尽快去通过精神念试考读 这样你就有资格登陆新网自己购买 说完东晴雪就挂断了视频 肖会长突然跳了起来一把抓住陆胜 刚才东教官说什么 要你参加精神念试考读 是的 我在训练营被检测出精神力听 所以东教官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 话音刚落 肖会长就开怀大笑 并不同台挡着陆胜的肩膀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了 你就是我们白河市千年不出的整体片 而一旁的下老头大脑CPU5G快烧火 18岁三级舞者 27万战斗力 还是精神念试 半个小时后 肖会长亲自把陆胜送到大门口 还盛情地邀请他去家里吃饭 还要亲自炒几个菜 陆胜答应下来有时间一定会去 随后就上了一辆出租车 刚拐了两个弯 突然一个招牌落在前方挡住了去 陆胜定睛一看 竟然是红川武馆的招牌 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用嚣张地拉开衣服 并放话同级之内 没几个人能破了他的防御 但是没想 陆胜锦一掌 就把他拍在墙里 扣都扣不住 此时在红川武馆内 两方人马相互对峙 刀疤男此时报了报权 我林铁山今天特意向你们红川武馆讨叫 一双一手扶着受伤的父亲 一手气愤地指着对方 林铁山你好不要了 亏你还是刺激无准 趁着我父亲寿内上来踢腿 馆主此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 我们红川武馆已经答应一年之内 不再招收学员了 你还想怎样 刀疤男却不肯放弃这千载难分的机会 既然你们红川武馆敢把招牌挂起 就要随时做好被人砸烂的嘴巴 听到这话你馆主瞬间站直了身 你说的没错 招牌既然亮出来 就得有能力保住 我林红川二十年前孤身一人来到白河时 全靠这一双拳头打下这份机会 当初可以 现在也可以 刀疤男文言一脸的嘲笑 你被人打成残废完全是你自找 那个十八岁的二级舞者是你们教出来的学生 霓霜在一旁焦急地解释 陆胜不是我爸的学生 他只是我们这儿的会员 刀疤男气愤地一脚作碎的地面 我这么不管这些 我只知道你们借着陆胜的名牌 抢了我们此家武馆一半的生命 既然你们敢往我们口袋里伸出 就别怪我心狠手了 那也是你们的学员自己退牌要管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啊 所以我今天就来拆了你们武馆 你们武馆倒了 学生没地方去 那不就成为我的学生了吗 霓霜知道跟这种人渣毫无道理可紧 只能把他打到忽然 随即摆开架势 我来跟你打 刀疤男一听这话露出了渐渐的笑容 哎呦何 那我可就落手脆花了 宁馆主看到女儿的态度赶紧上前提醒 你不是他的对手没有机会 林铁山一身横练功夫造一步前还是四级舞者 若我不受伤最多与他五五拍 更何况是你 霓霜回头看着自己的父亲 我也是三级五指 只有林铁山一个四级的话 我们一起上不一定会输给他 话音刚落林铁山就出声嘲讽 我说你们还要商量到什么时候 再拖五鞋就关门了 快来受死不好吧 怎么会把你打趴下 我要你扛着洪川武馆的招牌游街 听到这话的林铁山也闷了 浑身散发着飞色的怒气 夏日 直接朝霓霜冲了过去 就在手掌落下的琴一刻 宁馆主突然挡在女儿面前 迎接这一场 但是却没想到力道如此之大 直接被一掌拍飞十几米 你红川 你也太废物了吧 一掌都接不下 你竟然突破五级了 很意外吧 你一直躲在这个破五网交响 是不是很久没和我这种高手对拼了 你不就是想让我们红川五网闭馆吗 没问题 我现在就去五鞋注销五网 一双听到老爸的话眼泪瞬间湿了眼泡 而听到这话的林铁山却是一脸的尖笑 敌馆主的人凭我还是信得过 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回去了 忽然一道声音从门口 等等 好好的五网说不开就不开了 以后我上奶去锻炼 敌馆此时也大为震惊 竟然是陆上 陆圣此时却笑嘻嘻地打个招 好久不见了敌双小姐 话音刚落 林铁山就凑了上来仔细盯着她看 忽然一阵大笑 不错不错 果然是气宇轩昂一点人态 不用担心以后没有必须休息 我们铁山五网随时欢迎你 你也看到了 红川五网都是些废物 连我一招都接不下 这种五网能指望教你什么 来我这 我亲自教你铁山秘籍绝不藏私 陆圣此时非常配合地露出吃惊的表情 铁山秘籍 林铁山一看游戏 马上扯开自己的衣服展现石化般的机会 铁山秘籍可是我们铁山五网的库传功 练成之后红练无敌 不是我跟你吹 红级之内就没几个人能破到了我的房子 这么厉害的功法你也肯教我 自然愿意 只要你加入我们五网 拜我林铁山为师必定清郎香爽 那你打算怎么教我 林铁山此时已经有点不耐煩 但还是笑嘻嘻地说只要你来我 话音未入 林铁山就感到一股生死危机感从心底涌出 一瞬间大汗淋漓 仿佛被凶猛的怪兽火定叼击一样 下一秒直接是画自己的手臂护住你 即使这种状态像那股品具的感觉也完全没有解 陆圣看到这里也不禁夸在你 确实厉害 属实够硬 忽然陆圣一掌拍向林铁山 强大的力道犹如高速行驶的马赛卡车 林铁山瞬间被击飞出去 团体撞击在你 三秒钟后烟雾散出 只见林铁山跪在地上 身体完美地嵌进墙体 陆圣此时大拇指向下一顺 你就打算跪着教我吗 别人吃米饭都是用一大碗来行人 而陆圣回到家中 母亲给他端来了一场长长碗米饭 就在陆圣一拳击败了林铁山之后 前来踢馆的小弟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 你跟我说这是18岁的二级舞者 还愣着干啥 赶紧扶师傅跑啊 就在众人悄悄溜走的时候 霓霜也赶紧查看父亲的伤势 此时一只手伸到霓霜的面前 你还好吧 霓霜红着脸颊把手递给陆圣 我们没事 陆圣扶起二人之后说道 别让五管关门了 否则我要再找一个离家这么近的横门 霓虹穿一把握住陆圣的手 一定一定 这次真的是太感谢你 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分布 我能做到的一定的 陆圣微微一笑 无必客气了 这件事怎么说也是因我而起 但也只此一次 以后要是再遇到类似的事 你们就得凭实力去守护 这毕竟是个武力为尊的事情 说完陆圣就离开了五管 霓虹穿妇女二人 则望着陆圣的背影沉思 半部五级舞者还是一身横练功 竟然被陆圣一拳就给打趴下了 如此轻易秒杀岭铁山 非得五级巅峰舞者才能做到吧 要知道三个月前他还是二级舞者 那他现在到底是什么实力 傍晚陆圣终于回到了小区 刚进门就被母亲开心的啰嗦着 怎么搞这么晚 不是说下午就能到吗 回来的路上看到一群人欺负几个老弱病残 就出手帮助了一起 母亲一听汗毛都炸起来 连忙在陆圣的身上摸索着看有没有受伤 此时故琴在一旁淡定的说道 你儿子现在可是正是舞者的坎兵女士 习武就该这样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除强服弱才是男子汉 我陆大海的儿子以后 可是要上战场杀一兽保卫国家的 妹妹这时又突然凑了过来 哥 你寄回来的那些都是啥肉啊 爸吃了身体好多了 我的气血也有1.1了 这肉比那些补药都厉害 不会是你从训练营里抠出来的吧 陆圣一看妹妹竟然这么小看的 一把揪住妹妹的脸 你就是这么想你哥的 放心吃吧 那都是你哥挣来的 陆圣刚坐下 母亲就端了一场长长碗米饭 并主诉陆圣不要太平安 平平安安才是最重要的 你懂什么 儿子啊 老爸看得出来 从小你心里一直都有毒蛊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做出一番大事来 就算失败了 咱们一家子也永远会是你错的 老爸 我知道了 此时的一家人吵吵闹闹温馨又兴奋 而陆圣的心里却又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为了这样平常而又温暖的日子能够延续下去 我还要不断变强 强盗足以抵挡所有的灾难 强盗足以守护这一切 等到了陆圣 陆圣又来到梦境空间 此时的他即使面对六计丧尸 也只需要一拳就能解决战斗 在吸收丧尸生前战斗经验的同时 陆圣也在抬头观察基地中心那只强大的怪物 之前见到的那只威压强大的丧尸就在这里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他的对手 先前入境去打探一下情况吧 还没等陆圣有所动作就被上方的丧尸查读 随后他一个起跳 竟然从几十米的高增飞幅落下 落地的瞬间碎势飞溅 陆圣连忙抽身躲避 三秒钟后烟尘散去 陆圣定睛一看 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只先锋盗骨白发 极腰的强大丧尸 他浑身气血稠入拱将肉身如金刚力带 即便六级舞者也完全无法给你的压迫 这是宗师之境 刚才一口气吸收了太多战斗记忆 心头不断涌现出破坏的欲望 只有运转水晶观想法才能消除这样的冲动 但是现在我不想失去和他战斗的马 那就站马 陆圣瞬间切换风之呼吸 极限的速度眨眼间就来到丧尸的面前 六倍恒星发力 一记强大的鞭腿猛然朝丧尸的头颅吸取 感觉不对 这怎么可能 只见丧尸仅用两根手指就挡住了陆圣的攻击 陆圣连忙一个后空翻撤退 虽然刚才不算全力一步 但是用上了六倍发力 加上完美镜水攻加成 战斗力指数怎么也在十万以上 结果连他两根手指都无法撼退 这就是宗师吗 我要看看差距到底有多大 切换颜值呼吸 十倍恒星发力 挥派气功 一阵巨小的强力 强大的力量使碎十四剑开 在一切烟消云散后 陆圣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面 丧尸目前竟然出现一道半透明的护杂 刚才最强一击没有伤到他分毫 这就是传闻五道宗师自带的无形立场了 这种强度就连子弹也无法穿透 陆圣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丧尸 突然反应过来立马后撤 但是那个丧尸却没有攻击过来 是没有攻击意图吗 想到这里陆圣松了一口气 完全打不过 随即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的攻击全力打到那层薄膜上 力量直接被卸走九斤井 连让他动一步的资格都没有 这还是死去宗师残留在体外的残余异常 还好这是宗师级丧尸没有把我当作对手 被我攻击也只是被动抵挡 从不止攻进攻 否则我早被当场打死 总算明白为何六级和七级只相差一级 但是地位却天差地别了 七级可称宗师 而六级却只能归于武者犯传 实在是两者差距太大 我现在一点点磨他的血条都做不到 那要怎么办呢 要放弃吗 一定有办法 只要杀了他 我就能接触到宗师的记忆 我试个做梦就能修炼的天台 年仅十八岁就已经是三级武者 战斗力更是达到二十七万点 可是我即便在两个钟之内挥出上万拳 也没有打破宗师体外残留的立场 那层半透明的护照就像一块海人 无论我怎么攻击他都没有丝毫动脑 但是随着我越来越猛烈的攻击 隐约感觉到宗师的立场并不是无敌的 有了一丝丝的减弱 虽然只有一丝丝 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绝对是减弱了 可是这样一点点魔的话 估计要进攻数百万次才可能将这立场没掉 而且我的体力已经快要耗尽了 要不是一直在用自然腹息把揮 换成其他三级武者早就累趴下不知道多少 现在怎么办 要不然先退款 等实力强大了带来砍这块运营 可是我的精神力达到三级之后 猎杀六级以下的丧尸就跟割草一样 一扫就是一大片 等等 精神力 我还没尝试过直接用精神力去攻击 因为一直没修炼过精神念师的战斗技巧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将精神力作为辅助手段 用作神兆冥王精增幅气血的人量 几乎忘了我还是一名三级精神念师 相比于武道上的实力 我在精神念师领域的力量更为强大 于是陆圣运转精神力 在手中鸣结成一个巨大的兵精 虽然还无法将精神力凝聚成 刀枪棍杠等更具杀伤力的武器 但是这也不够了 下一秒陆圣抄起兵精就向宗师丧尸攻去 伴随着一道巨大的翁名声 宗师立场泛起一道道波纹 在空中疯狂运转自己的精神力 在空中又凝聚成比刚才大十倍的兵精 然后便狠狠一脚把它踢向宗师立场 立场中的丧尸看着飞来的兵精毅然不动 弹咬一阵巨大的爆破声响起 并伴随着细微裂纹的声音 还不够 我需要更大的体积和更强的攻击 在陆圣耗尽了所有的精神力 终于凝聚成一个超大的兵精 随后他瞄准下方 使出吃奶的力气扔了出去 此时三个兵精就像迭罗汉一样 狠狠压在宗师立场 咔嚓一声 宗师立场的裂纹更大 但是这样还是差了一点 随后陆圣站在兵精上 疯狂运转所有攻击 精神力 颜知呼吸 十倍恒星发力 完美尽拳法 随即一声大吼 给我破 然后猛的一拳狠狠打在兵精上 此时宗师立场终于不堪腹中 伴随着一阵咔嚓的声音彻得碎落 丧尸那望谷不变的表情 也露出了一丝错误 陆圣瞬间切换风之呼吸 眨眼间就来到丧尸面前 英灵不灭 你的意志由我来继承 紧接着一拳猛的风向丧尸胸口 在消散之前 他好像要说些什么 但是所有的话 都化为了一张慈祥的面团 他看着陆圣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陆圣呆呆地看着他 心底里涌现出一股莫名的情绪 伴随着一道道黑雾进入陆圣的身体 他也看到了宗师生前的片子 恭喜是圣明先生突破宗师 但是现在局势越来越糟糕了 虽然心境大人们一直在四处奔逼 但还是不断有基地人心 我已经安排好飞艇 你们下午就出发 天号前一百个基地位于武盟最中心 那里是整个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爸爸 你不跟我们走吧 爸爸身为宗师 当留在最前线为人族流进最后一滴血 这就是九级异兽吗 只是远远看上一眼都心惊胆战 我身为宗师 一直当无所畏惧 可为何还会害怕 有着冬极邪阳称号的王河大人 随手一击就击杀了嘴鸡一兽 实在太强大了 人族有王河大人这般强大的存在 令人还有希望 哈哈 我竟然成功了 从王河大人的出手中领悟出全新的武技 此生问鼎八级大宗师之境未必没有可能 为什么这么晚 这就是死亡来临前的感受吗 听说武盟已启动火种计划 一击整个人族之力 造就一位史无前例的十二级强者 人类还有希望吗 只可惜啊 我已经没法再看到了 陆圣猛然从记忆中苏起 汗水打湿了脸床 这就是这位武道宗师的一生吗 比以往任何一次吸收的记忆里都要庞大 这是何等传奇 何等精彩的人生啊 而这名为施圣灵的武道宗师 生前主修的乃是拳法 他的拳法技巧 拳术奥义 战斗经验 此刻全部融入陆圣的身体之中 而陆圣的拳法造诣正在飞速提升 如微镜 如微镜高级 如微镜巅峰 突然一股庞大的气势冲天而起 施圣灵在生死搏杀中淬炼的拳法 竟然被完美地记成 甚至直接突破到掌控之际 随后陆圣看着自己的手掌 掌心那股不屈的力量竟是如此的要用 我用尽全力 终于击碎了宗师面前的立场 当我一拳击穿他的胸膛 吸收他记忆的时候 终于得知他生前是一名主修拳法的武道宗师 名为施圣灵 我也因为吸收他的战斗经验 拳法从完美镜明月到掌控之际 听说评论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 会出现神奇的事情 不信的话宝宝们可以试试 而王和这个名字 在施圣灵的记忆里 是除了妻儿以外被提到最高的人 恰好红星链提出的创造者就叫王和 很显然 王和在五到一万年时 也是一个超级大名 光是绰号就让人感觉无可品 宗吉斜阳 就连七级宗师施圣灵也是他的名字 但是施圣灵好像只见过一次王和出手 就受到启发 从而创造出一门极为强大的文学 为何在他的记忆里却找不到呢 是在记忆的更深处吗 陆圣划过一段段记忆碎片 突然他看到一个散发着光芒的圆形 伸手触摸得差的 整个身体便都被吸进光球里 刚进来就感觉一股庞大的热浪 侵袭着他的身体 就连行走都变得举不为鉴 这就是施圣灵曾经面对的敌人了 我已经犯不怕毒宗师 本名无所畏惧 为何还会如此害怕 那些黑暗里到底隐藏了什么 那背影是施圣灵吗 突然一阵金色光芒尝碍 金光锁过之处怪物全部分解文化 空中的云朵也没有幸远纷纷被冻穿 陆圣也被这金色光芒照得睁不开眼睛 可是当他努力睁开眼睛时 却看到了古神画中的云零 繁文古神画中天地之子为金屋 金屋有殖日之毒 每一只金屋都代表一轮太阳 当时日同时出现在天空时 无穷的光和热会焚烧一切 到内时 河流干枯 大地开裂 没有任何圣灵能在十日之下同时 这就是五道宗师师圣灵 偶心沥血耗费一生火 甚至有心借可来问 八级大宗师之境的无上宗师记 昔灵为十日同天 而现在 他是我的吧 陆圣感受到体内强大的力量 忍不住挥出了一记重拳 晨午时分 陆圣从梦境回到现实 坐在床上仔细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我的精神力似乎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 随后他运转自己庞大的精神力 顷刻间就凝聚成钻石般醋碳的圆形 我能感受到自己现在的精神力损量上 和以前并没有太大的感 但是在质量上和之前却是天然之地 如果说夏林的精神力是空气 那么东晴雪的精神力就是水 而我的精神力 则像是纯裆打造的钢琴 虽然还是一样的形态 但是质量和硬度不知道要高上多少 接着陆圣用精神力触碰了旁边的一栋高楼 却不曾想高楼竟然飘了起来 现在我只是最简单的用精神力轻微触碰就能举起重 精神力的抓举力比之前强了数十倍甚至更多 这种感觉普通舞者根本无法想象 我能感觉到自己在某种意义上 已经算是彻底步入超凡生命体的层次 我现在非常确定 只需要精神力的威压 就能硬生生碾死一个三级甚至四级的舞者 但是变化还不仅如此 陆圣的身边也出现了宗师立场 虽然只有淡淡的一层 但是只要加大精神力输出就会变强水 不过即便目前增强到极限 厚度也不如那只宗师级葬师的百分之一 这已经是天大的机人了 要知道拥有宗师立场 就相当于有了宗师意志的雏形 虽然目前只是一颗主 但是迟早有一天会成长为参天大树 从中蜕变出属于我自己 真正的宗师级五道意志 三天后 海天盛宴的包房中 陆圣正在拿着手机给行善堂的人发消息 现在离开了训练营 没有每日的异兽肉供应 便十分需要不要来辅助修行 十分钟后 一个气喘吁吁身着白大褂的妹子出现在门口 并静一看约他来的竟然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女 顿时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就凭姐姐这傲人的身材和漂亮的女孩 看我怎么拿捏你 男人十分钟吃了四十分牛排 吃完还让女孩子买单 原来陆圣从训练营出来 没有异兽肉供应 只能想办法弄点火药 这时他想起来行善堂的和林素 于是给他发了信息 约他到海天盛宴包厢 和素素刚到包厢 陆圣直接开口道 听说这家餐厅的牛排挺不错的 不介意我边吃午饭边聊吧 当然不介意 话音刚落 陆圣就开口要了四十分牛排 而且是品质最好的 要五分数 和林素此时心想 这是猪吗 牛排一口气要吃四十分 不过他是五指 胃口大点也算正常 可是这牛排一份一千二百八 四十分就好几万了 他一个大男人应该不会要我买单吧 陆圣和上菜单顺口问了句你要吃吗 谢谢 我已经吃了他不吃 直接上菜吧 我饿了 和林素看到陆圣着急的样子轻声笑了起来 这是个猪精 上辈子肯定是个恶死鬼 他刚要开口询问陆圣合作的事情 却没想到陆圣直接把一堆资料扔到他的面前 和林素 二十二岁 祖籍新安省广陵市八线 曾曾曾祖父和靖云 原本只是老基安药夫的一个小学 在武道初心的那几十年 凭借不错的武道天赋和过人的制药天堡 成为五级制药师并创办行善堂 听到这里和林素已经满脸凝沉面色不善地盯着他看 可是陆圣却毫不在意继续说道 对于后续经营不善 到了你父亲和贺之这一带就快速筛败下 陆先生上来就念网上随处可见的资料是想打发什么呢 是想展示你的记忆力惊人吗 下桥死时服务员推着牛排走过来 陆圣插起一个就先来了一大口 我还知道你母亲陈兰因为家族原因足足有二十年没有回来东宁省 也没见过你这个女儿一次 而你和家行善堂之所以会在你手上款这么快 除了观念老旧与经营不善之外 最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你母亲连同陈家多年来暗中打压你的行善堂 不可能 你说的这些话有什么证据呢 没有证据的事情话可不能乱说 是真是假你回去问问你爸和贺之就清楚 这肉质真好营养成分已高 给我提供的能量还不错 此时和林素在一旁暗暗沉思 母亲在我两岁的时候就离开我和爸爸 而且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回来看过文明 真的是狠心至极 而且和家行善堂衰败真的就是从母亲离开 父亲接手的时候开始 那时和家几乎每天都有店铺搞定 持续了整整几个月 即便父亲在不善经营也不至于这么夸张 是不是每次谈的好好的合作项目 总会莫名其妙的谎调 陆胜的突然开口吓得和林素猛然一惊 和小姐不要怪我查得太深入细致 毕竟合作总要之根之底不是吗 陆先生说的话我会去考证的 现在就来好好谈谈合作的事情吧 我负责提供药方和相应的技术指导 你们行善堂负责生产和销售 最后的利润我要九成 什么 你要九成 你怎么不说要全部呢 我也想 但怕你不愿意来 六成 最多给你们七成了 陆胜此时却丝毫都没有退 缓缓地竖起两根手指 我多要两成是必须的 一成是为了后续长期合作做保证 另外一成则是帮你处理一些麻烦的额外暴政 和林素听到这里顿时欲击 你什么意思 和家被京都省的陈家整了这么多年 难道和小姐你一点想法都没有吗 例如抱我回去 罗走属于你的一切 话音刚落 陆胜就运转精神力 此时打翻在桌子上的水滴 全部漂浮起来聚在一起 和小姐我想眼前的这一幕 你应该明白代表的声音 你竟然还是一名精神念师 十八岁二级舞者已经是顶尖的天台 再加上罕见的精神念师天赋 即便我不是舞蹈修行者 也清楚地明白这份资质的分量 陆胜把打翻的水滴又放回杯子边 和小姐刚刚也提到了您这个字 你觉得这个单方会是我自己研究的吗 难道你会 聪明 所以另一程换取我 还有我背后的力量支持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划算的声音吗 此时和灵素的内心在激烈地挣扎 假如一切真如陆胜所说 那我迟早要面对陈家的人 即使我这二十年没有任何怨言和报复之心 但对方未必会放过 因为和陆胜合作的药方就是最好下手的接口 怀比其罪这么浅显的道理我还是懂 而眼前这个少年的心智还有出色的天赋 我答应 九成利润都归你 陆胜文言直接从口袋中掏出一个U盘 这储存卡里就是灵机撞血汤的药方 和灵素接过储存卡 希望陆先生可以兑现自己的承诺 放心 一定办到 你先去制药师协会注册一下专利吧 制药方面有什么不懂得可以问你 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管了 我相信你的能力 陆胜说完直接就关门离开 和灵素则坐在椅子上气呼呼道 我还以为陆胜不过一个学生 三言两语就能谈下 谁知道他就像一个身经百战的老狐狸 就在此时服务员凑了上来 请问能结一下账吗 和灵素揉了揉额头 都是他自己吃的 还不付钱 多少钱 下一秒他就看到一眼都望不到头的地板 一共九十分 灵头给您去掉一共十二万 话音刚落和灵素暴怒的向身后预指 这里只有四十分 怎么就变成九十分 如原笑眯眯的解释 刚刚那位先生临走时打包了五十分 说要给家人尝尝 和灵素眼含泪水不情不愿的掏出卡片结账 陆胜 老娘记住你们 男人十分钟吃了四十分牛排 吃完还让女孩子买单 更可恶的是他还打包了四十分回家 当母亲开门看到这么多牛排都惊呆了 这么多 要花多少钱呢 陆胜却露出一脸坏笑 富二代朋友请客 我不要他还跟我紧 与此同时 还在包厢刚结完账的和灵素直接打了一个碰瓶 母亲抱着牛排边走还边唠叨 以后不能这样 虽然人家应送了 但是白拿的行为可怕 哦对了 你们学校的钟老师来家里好几次问你情报 确实很久没去学校了 去跟他们道个别吧 第二天陆胜来到白河三中 顾一会钟老师的办公室就响起一阵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竟然是陆胜 而此时的陆胜还抱着一颗发财书 钟老师 好久不见 上次搞坏了一个您的盆景 这次特意买了一个回来 钟老师却呆呆地看着陆胜 这才过去多久时间 陆胜身上的气势就完全不一样 跟之前那可是天壤之别 回过神来之后 连忙把陆胜请进办公室 马上期末了 学校准备听课了 这次见面后 或许以后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准备参加启明江青水拔 再去把精神念诗考核过了 你说啥 起名降星 精神念诗 是的 我在训练营被发现有精神念诗的天赋 教官就推荐我去考核 你这个惊喜真的是 真的是太大了呀 随后又哈哈大笑拍拍陆胜的肩膀 我也没什么可以教你 想做什么就去吧 闯出属于你的一片天 跟钟老师聊了一会之后 陆胜便告别离去 此时钟老师还在望着陆胜的背影 这小子不仅是三中的骄傲 还会成为整个人族的骄傲 而此时在三年二百 陆老师还在绘声绘色的讲读文化课 可是下面的学生们 打游戏的打游戏 睡大觉的睡大觉 这可把陆老师气得够强 但一拍桌子都醒醒 回神了 接着就开始讲述文化课的重要性 台上的老师猛灌心灵鸡汤 台下的同学哈奇连天 忽然转过头对小胖说道 放学去上网步 我都快白金了 小胖得头也不开道 不了 你们去吧 我报了个五道钟自办 放学后还要去加训 此时的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老师的火眼晶晶 门外就传来了一道声音 洪老师 我回来了 同学们 好久不见 看到是陆胜回来 同学们瞬间变成弥地银内 竟然是陆胜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他 听说他被武协会长收为大帝 天天在武协大楼顶层刻苦修炼 洪老师此时连忙上前询问 陆胜同学 你这次回来时 我想最后回来上一届文化课 可以吗 洪老师顿时满面笑容 可以 当然可以了 陆胜缓缓走到自己的位置上 认真的看着书本中的内容 洪老师此时讲课的激情越发膨胀 同学们则在小声地议论着陆胜 我竟然还能和陆胜一起上课 据说他已经是二级舞者 他的气场也太强大了 真的是我们的同学了 此时一阵下课铃声响起 钟老师心满意读的和尚课本 大喊一声下课 陆胜起身看了一圈自己昔月的同学们 大家再见 我是不会忘记你们 同学们顿时激动地过程 第一次觉得和别人做同学这么有能力 此时陆胜走到小胖的面前 还像以前一样一把拦住他的肩膀 加油啊起 有空的话一起上课 说完陆胜转身离去 小胖则激动地眼含泪水 你还记得我这个朋友 就算拼死累死 我也一定要考上五半 这把武器价值3700万能高 光是打造飞刀的材料就需要9000亿克 原来陆胜从学校回到家中就开始规划 已经让和灵素购买了足够的材料 配置灵机撞血汤和羊嘴袋 这两种不要性价比都很高 多练之一点应该足够我吃到四斤 接下来就是精神念诗武器的事情 还是要尽快去进行精神念诗的考虑 要不然每次都找风情雪容易暴露我的命 可是当他看到价格表的时候心里咯的密声 无间刀轮 售价3700万每刀 银空飞缩 售价2900万每刀 我还以为那500万奖金让我不要嫌少是谦虚 没想到是真这么少 光是打造武器的密铁就需要9000亿克 500多万也就够打造一片刀轮了 而且我的精神力远超长的 普通的密铁刀轮根本不够用 需要品质更高的密银来打造武器 但是价格却高出十倍 我兜里的钱连一个零件都痛得打造不起 既然如此我只能动手挖 之前从火种资源库里找到了战略型资源分布 现在就是派上用场的时候 为挖掘的密银框 就是这里了 我去把还未挖掘的密银框挖出来 然后拿着材料去找钻造师打造武器 如果密银足够多的话我还能卖出去换钱 真是一举两格呀 而此时在行善堂配要是你 何灵素倒动不安的走来走去 陆胜这家伙怎么还没来 面对一个顶级大美女还迟到 这样真的好吗 话音刚落陆胜就走过来 边走还边道歉 不好意思久等了 你小子还知道来呢 陆胜快速穿好白大褂随口问了句 需要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何灵素看着陆胜此时的模样 脸颊突然红了起来 弱弱的回了一句按理说的准备好了 陆胜走到材料面前开口道 这批材料花了多少钱 大代二十几万 他探了看手中的材料 质量不错 先记账上吧 回头从利润里扣 那么何小姐请先出去 我要开始了 何灵素一脸不情不愿地嘟闹了最后 走到门口时还在讲 灵机撞血汤还没开始销售 不光一分钱没赚 给陆胜垫付材料钱就特么花了几百万 还好他给的资料很齐取 要不然我都以为他在封锁靠白王了 三个小时后 何灵素眼光一瞥探到陆胜走出 立马将头转了过去表达自己的功能 陆胜却跟个钢铁直男一样 我最近要出趟野龙 过段时间我会把灵机撞血汤的启物资金打扁 而何灵素只是淡淡的嗷了一声 陆胜也没感觉到哪里活 感叹真是个便宜的小公里 看着陆胜背着一大书包的东西走 何灵素立马冲进实验室 目光飞速地在满目狼藉的桌面上仿视着 就是这个 陆胜还没来得及清理的心药残渣 这药效非常强大 服用后能直接脆裹 而陆胜只用几十万的材料 就淘配出市面上几百万的效果 这是何等的暴力啊 而且他的背包里肯定还装了很多新药 想到这里何灵素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此时黄毛走了进来 何小姐 你吩咐我的照办 不过这监控就跟坏了一样什么也看不到 可是等陆胜走后就归复正常了 就知道会是这样 在一个精神念试面前耍小心思 确实是有点自讨没趣 何灵素一脸郁闷地看着手工的药剂 随后一把丢进垃圾桶 还是老老实实跟着他吧 他现在就是何家重新崛起的希望啊 而陆胜此时已经坐上了前往牛头山的大坝 导游小姐姐正在车上卖力宣传牛头山的风景和美食 还有机会购买到仙灵寨神秘而精美的手工一座品 此时突然一个大妈站了起来 不会是强制购物的那套坝 这地方这么便 晚上有没有住的地方 导游小姐姐也是很耐心的回答 并承诺一定会让大家吃好玩好不去执行 陆胜此时却一个人坐在靠后的脚弱 估计藏在这里的逆盈矿还没被人发现 有独占的可能 突然一个黄色的圆球滚到她的脚下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立马捡起皮球 然后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陆胜 哥哥 要不要和我玩游戏啊 此时一个温柔的知性美女一把拉过小女孩 要乖乖坐好 不能打扰到别人休息 随后拉着不情不愿的小女孩就过到了陆胜的鞋队面 陆胜的目光下意识一批 突然心眼睛 只见一个温文仰 本身散发着精神力的男人就过在旁边 呵呵 有意思 这趟旅行竟然不止我一个精神面试 也许这趟旅行还能给我增加点乐趣 赶把红杯子伸到旗袍美女面前 下一秒美女竟然气笑流血 血液一点点汇集到玻璃杯中 原来在前往牛头山的巴士城 一个粉发妹子疯狂的用手给自己降温 好无聊啊 又热的要命 早知道就不陪你来这个鬼地方 正单单 可不是我帮你来吧 是你自己非要来 林子山 你有没有点能性 还不是因为你失恋了 我怕你想不开才来看见你 好心荡成驴肝肺 林子山无奈地贴了贴好闺女 我还没这么错误 真的是因为牛头山的风景好 来这一趟你不会后悔 这是一阵嘻笑声引起正单单的主意 一个小女孩正和一个大哥哥玩着接球游戏 正单单顺着声音看去 竟然是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 她顿时羞红了脸 双眼也变成了闪闪发亮的星星 就在此时 小女孩把球打偏了方向 正单单一看表现的几乎到 猛地起身接住了球 然后又抛给陆胜 陆胜朝他温柔的一笑 谢谢你 正单单已经被陆胜的笑容淋湿了住 结结巴巴说了句不客气 最后连忙捂着自己发红的脸在坐下 谁知刚坐下就听到闺蜜的嘲笑声 瞧你那花痴的样子 我都没眼看了 大巴车晃晃悠悠两个小时后 终于到了一只村里 正单单刚下车就不闹了 这不就是普通的山林吗 这也能算无极景区 她的好闺蜜林子山却还在研究旅游路线 这里看起来还不错 据说还有大部门 等明天进山就知道 而此时陆胜也走下大巴 正单单立马左顾右盼的巡警 小妹妹看到陆胜下车 立马跑上前来 大哥哥 明天再陪我玩好吗 陆胜宠意的摸了摸小女孩的头 好的 明天有空就陪你玩 正单单见状也连忙凑了上来 小妹妹 明天姐姐跟哥哥一起陪你玩好不好 小女孩当即做了一个鬼脸 还不要 外姐姐老是抢我的去 这时小女孩的母亲走过来 男男快过来 我们要进寨子 随后跟几人打了声招呼便走开 剩下正单单满脸尴尬 小屁孩 我还不想跟你玩吗 接着又红着脸抛出手机 帅哥 能加的好友吗 陆胜想了想 没问题 于是三人就相互加了好友 加上好友的正单单一脸花吃 陆胜 名字好霸气 然后拉着闺蜜就笑着跑开 帅哥 咱们回头见 接着又小声对闺蜜说道 本以为这趟旅游会很无人 看来要变得有趣浅 她的闺蜜只能无奈地笑 你开心就好 陆胜看着他们逐渐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中 眼神马上变得锐利紧 呵呵 有意思 这趟旅行不仅有一名罕见的二级精神念师 还遇到了两个二级舞者 不过那精神念师应该没发现我的身份 充其量只能感受出我有修炼五段 形成宗师意志后 我已经可以随意控制精神力的发散严因素 只要不主动释放 一般人不可能发现我精神力强大的事实 不过 不管其他人来牛头山的目的是什么 要是妨碍到了我 那只好随手捏死 与此同时 高速公路上一个家常灵狠正在飞驰 车厢内一名男子大气的坐在主队 摇晃着手中的酒杯问道 找到唐茂林的下落了吗 找到了 就在牛头山 他带着七女姑妓要藏在山里 此发男子文言轻轻皱了皱眉 还算有点脑 一头扎进深山老林库出来的 还真拿他没什么办 此时仆人趁机说道 大人放心 我已经派人盯着他们 就算唐茂林要对我 我也保证能精确找到他躲在哪个老鼠洞里 紫发男子文言哈哈大笑 干得不错 不过你们只要负责兵牢就行 你们两个四级舞者还不是他的对手 说完把杯中的液体一引进 此时他阴暗的表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既然得罪了我 那就只能送你们去地狱 等后他把手中的空杯伸向一旁的气泡里 只见他在空中晃动了两下 气泡里的五官就有血液有效 然后一点点汇集到玻璃杯中 妖艺的青年像瓶酒一样把杯子放在独尖纹路里 二八年华古有的青春气息 在浮以懵懂的恋爱之起 如此的甜美迷人啊 接着他又掏出一张照片 照片中正是那一家三口 他仔细盯着男人背上了小女孩 看来又要多一个藏谱 他是绝世女武神 容颜如玉国色天资 却有一半面容青年獠牙争鸣可怕 原来陆盛跟众人分开后 其中的一家三口走到一处民宿内 刚进入小女孩就蹦蹦蹦蹦地脱微欢乐 但是他的父亲却在四处查看 甚至还动用自己的精神力 探查整个室内 甚至是整栋楼 这个房间很干净没做什么手脚 你是不是太过谨慎了 那吴熙靖就是视力在大 还能把手伸到牛头山不少 而他爸忧心忡忡地说道 小心使得万年传 毕竟带着你和男男女 小心一点总没错的 而且我们现在还是在逃命 那吴熙靖是三级精神念试高手 为人心胸狭隘牙字必报 只希望我们这次能顺利逃过他的追查 在你爸哪里躲上的一年半载的也许就没事 我也好久没见过吴熙了 不知道他身体如何 你爸武道修为不弱 还是二级巅峰精神念试 也许说不定现在都三级了 正值壮年身体 放心吧 然而就在夫妻俩用舌头打架的时候 小女孩却看到了什么 他趴在窗户上仔细地看着对面 好巧不巧的是 陆圣刚好住在他们的隔壁楼上 此时陆圣正在释放自己的精神力 庞大的精神力瞬间笼罩了整个天 所有人都在他的精神力覆盖之心 甚至连暗中监视的人都一清二楚 陆圣用手在怀里摸索的暗门 那个监视的人只要没妨碍到我就随他去 随后倒出一颗丹药 直接丢进嘴里就像吃糖一样 有丹药辅助 宗师不朽精神的进度确实快了不少 按照这个进度下去 足迹药部的两个月 我就能彻底完成不朽精神的第一阶段修炼 生成内进 正式踏入四级舞者行列 此时微信提示音突然响起 打开一开始来自家人的关心 陆圣无奈又心安的笑笑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他的妹妹此时也哒哒哒的按照朋友 一大串的信息直接发给陆圣 还特八卦的问了句是不是谈恋爱 陆圣顿时无语了 踢里啪啦的就开始收拾自己的妹妹 但是每一句话又都带着对妹妹的关心 终于在踏了一回大山之后 陆圣放下手机 他再一次来到梦境空间 要试试这几天的修炼成果 刚来到梦境空间 陆圣就展现出超凡的战义 在领入宗世纪十日同天后 又成行了宗世意志的族形 现在的他可以称得上是无人可挡 就这样 陆圣在梦境空间如切瓜坦菜一般击杀这框时 突然一片白光闪现 白光落地之后白女冰灵回之生成 冰灵在蔓延至陆圣身前勘勘停住 此时他感觉一股不祥的气息蔓延开来 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好强大的气息 忽然一只穿着假装的脚一步踏足 一半天使一半魔鬼的面网也不见清晰 女武神用力挥手中的武器 强大的力量顿时扰动周身的气流 一股庞大冰冷的气浪拖散开来 这竟然是宗世纪丧尸 此时陆圣感觉就连空气都被凝结了 突然他的视线一阵魔鬼 刚刚还在的女武神瞬间消失不见 陆圣却瞬间感觉到一股莫大的危险在急速逼近 这层的雪中般的危险究竟是什么 只见女武神瞬间出现在半空中 武器的一头出现点点寒光 所指的位置刚好是陆圣所在 这层的竟然是他的攻击 宗世纪寂寞 下一秒一阵光芒闪过 陆圣瞬间被一分为二 而女武神却一击之后英姿飒爽地站在原地 但是他后续的力量却开辟出百美长的低路 忽然陆圣从梦中醒来大口喘也苏起 好疼 这就是在梦里死亡的感受吗 身体仿佛真的被撕裂一半 宗世纪美女丧尸一刀斩出一道冰河 而我也被这一刀砍成两半 醒来后大汗淋漓 浑身说不出的疼痛 这就是在梦里死亡的感受吗 身体仿佛真的被撕裂一半 还好这是梦境 一切都是虚幻的 要不然我的命运就如此简单地在这里终结 当时我全力用精神力去抵挡 但是完全不堪一击 他的攻击强度已经无法用之前遇到的一切来衡量 原本一直以为我在梦境空间中的探索都算顺利 甚至几次进入高级地图领域 都能凭借自己的机制将那些愚钝的高级断弯弄于鼓掌之间 现在我终于知道 梦境里并不是我自以为是的论 闻名覆灭以后的废土之上 唯有血与火才能造就真正的救世主 那个女宗师实在是太强大 战斗本能远远超出是圣女 应当是一名实力更强的宗师强者 甚至可能是八级大宗师 那道璀璨冰河或许就是女武神的宗师意志体现 若是我能得到的话 那简直不敢想象 如果当时我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状态全开之下凭借掌控镜拳法和宗师级 或许能跟她周旋一番 要不然再回去试试 可是当陆圣盘西坐好 想要进入梦境空间的时候 突然意识一阵刺痛 难道是因为我在里面死了 所以导致现在无法进入梦境空间了 这个东西还有冷缺的吗 看来今天是没办法再进入 就在此时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原来是途中认识的郑丹丹 发了一大串的问候的信息 陆圣看着都快溢出屏幕的暗里之情 都有点后悔家他好友 不过正好肚子也饿了 就出去吃点东西好吧 十分钟后陆圣来到民宿餐厅 刚走进来就听到有人叫他 只见在车上一起玩耍的小妹妹 在喊着大哥哥 而另一边郑丹丹 甚至站起身疯狂地向陆圣挥手 陆圣顿时无语了朝着他们白白手 随后找个附近的空位坐下 哪成想刚坐下 郑丹丹一个闪现就过来了 你怎么不坐我们那边了 人多吃饭才热闹了 陆圣尴尬地笑了笑 你们还没吃饭吗 两个美女一个回答 吃了一个回答还没 话音刚落 邓丹丹丹就一脸气愤地 瞪着她的闺蜜 随后又对陆圣说 刚刚没胃口吃不下 现在又饿了 正好陪你一起吃 而她闺蜜却在一旁小声嘟闹 我看是秀色可餐 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另外一桌的可爱小女孩 也在询问爸爸 我能去找大哥哥一起吃饭吗 母亲此时一脸温柔地 给小女孩擦嘴 楠楠在这里不也一样吗 可我想和大哥哥一起吃饭 陆圣没想到直接同意 去吧 不过不要给别人添麻荡 小女孩激动地直接蹦了起来 谢谢爸爸 随后端着碗乐呵呵地 就去找陆圣 但是她的母亲却略有担忧 好端端地让她去 陌生人桌上干嘛呀 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你也不是不知道 还说我太谨慎 我看你才是小心过头了 我已经用精神力 扫描了一遍周围 都是来旅游的人 没有威胁的 何况那小伙子性格不错 眼神也很纯洁 不是坏人 脚步虚浮 气息不稳 就算是一个舞蹈考生 想来实力也只是一般 而另外两个女孩 也只是大学生而已 这个年级已经是 二级舞者天赋 很是不错 而且在我的视线内 一个念头也就死了 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母亲听到这里 才拍拍自己的胸口 看来还是我太担心了 而此时陆圣的菜品 也已经上起了 看得正单单 和小女孩目瞪口呆 一个人能吃这么多吗 陆圣把两只小猪的糕点 放到小女孩的面前 小妹妹 我们比比谁先吃完好不好 小女孩一脸不服输的 大口答应下来 随机大口就朝手中的糕点咬去 可是没想到 小女孩刚转头 就看到了无比可怕的一面 陆圣拿着一屁糕点 张开大嘴直接倒了进去 林子山无语地 看着对面的陆圣 只有家庭条件一般 而且还没成为正式舞者的人 才会一顿饭吃这么多 一般舞者入籍以后 有条件的都会依靠 不要来进行日常修行消耗 没条件的也会选择 一些更高质量的食材代替 例如我和郑丹丹 就随身带着合成压缩肉干 一级舞者一天吃上几条也就够了 否则顿顿吃这么多食物 拉屎都得拉半天 郑丹丹却是一脸花痴地看着陆圣 吃相都这么好放 真是太帅了 林子山凑到他耳边小声嘀咕着 你不会真的喜欢上这个陆圣了吧 那当然了 我表现得还不明显吧 可他比我们小而且还只是高笑声 你也看见他气息不稳的样子 估计舞到资质和家境都不这么样 你可是东陵舞大的高材生了 还是二级正式舞者 这些话郑丹丹却是一点都没有听进去 三四岁而已了 年龄不是问题 小奶狗小奶狗 首先就得想吧 我相信这就是缘分 这次我会陪你来牛头山遇到他 就是上天安排好了 可你们要是在一起以后该怎么相处 异地恋 就算你们感情深厚熬过异地的景物 不是正式舞者毕业后 出来撑死就一个月五六千的工资 房子哪里来 车子哪里来 郑丹丹 爱情不是一时的热血上头 而是生活的柴米油盐 最后随着你的舞蹈实力越来越强 人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矛盾日积越累终有爆发的一天 而郑丹丹此时已经完全被陆胜迷住 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是二级舞者可以在舞蹈上指导陆胜 即便他考不上东宁五大 我也可以每个星期坐车去找他 他没车没房 但是我有了 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陆胜只能做一个普通人 那大不了我也陪他做个普通人好了 再说了 谁说我们家陆胜普通了 在我心里他永远都是那么帅气要你 而且我相信 陆胜的未来绝对不止于此 下集预告 林子山和郑丹丹为了寻找陆胜跑进树林 却看到小女孩的塑料玩具球 刚要点起 却不料意外突然发生 塑料玩具球瞬间变成一只蜘蛛捆住两个美米 却是一个黄色塑料球玩具 却瞬间变成一只蜘蛛捆住两个美米 时间退回到前一天 林子山还在愤怒地开导着郑丹丹 你真是疯了 竟然想要为一个高校生放弃自己坚持了十几年的舞蹈 你看他那肾虚的样子 真不知道你图啥 正单单一脸无奈地看着自己的闺女 我说你操心未免也太早了吧 八字还没一撇呢 等我追到陆胜以后再说吧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 陆胜因为实力的原因 已经把他俩说的话清清楚楚地听到 只能无奈地揉揉自己的脑袋嘟囔了去 真是离谱啊 不巧的是 这句话刚好被小女孩听到了 立马伸出小手询问离谱是什么意思 陆胜尴尬地说道 离谱就是夸姐姐能漂亮的意思 小女孩听到这里顿时灵光一声 随后立马跑到两个美女的跟前 这两个姐姐都好疑谱啊 陆胜也被这句话差点没道 小女孩在身前蹦蹦跳跳地大叫着离谱姐姐 两个美女也只能尴尬地笑笑 第二天 旅游团的人一早集中地一起打算去下个警点 一个老爷爷却发现之前的一家三口不见了 导游也赶紧拨打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而此时老爷爷又发现陆胜也不见了 导游只好抓紧打电话联系搜救队 并让大家先回民宿休息 郑丹丹此时一脑袋问号 一家三口和陆胜竟然都不见了 一家三口倒不用担心 那父亲可不是普通人 但是陆胜不见了倒是蛮奇怪的 郑丹丹瞪着眼睛想了一会 忽然就向身后的树林跑去 我要进山去找陆胜 而此时陆胜正在树林中急速地穿梭着 他休息了一个晚上 感觉在梦境中死亡的痛苦减少了很多 伸手也恢复了过来 他一个起荡 随后落在一处高地上 在一处空旷之地蹲下身子查探 庞大的精神力深入地下一百多米 终于探查到他要找的东西 随后精神力覆盖在秘银上稍微一运转 地下的秘银随之漂浮在空中 而且还带起来一座小山般的土味 手指轻轻一点 秘银四周无用的杂志全部剥离开来 只剩下秘银漂浮在陆胜的手中 这就是秘银 注入精神力试试看 刚一注入 秘银就跟随陆胜的精神力变换出各种形状 而且手里的秘银大概四五斤重 如果真如资料写的一样的话 价值已经超过两个秘银 不过这只是初采的秘银矿 若是想用来打造精神念试武器 还需要数十道工序的一面 四五斤秘银最终能省下一斤都算很好 陆胜又描了描挖出来的秘银 这个秘银矿说小型都算抬举它 估计微型都够强 就这样已经挖完了起满七成 要是让人来挖不到一个星期就采完了吧 但是这一大块秘银原矿该如何运出去 这么大个太隐能注目了呀 本来我还想挖一点被一些出去 可挖上就根本停不下来了 这样子只能找人帮忙运出去 先给它买起来好了 我再给它踩着实乘点 记得距离这几公里外 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小村落 可以去那找人帮忙 于是隔绝的村民一般淳朴老实 多给点报酬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财博实在动人心的话 那就只能随手捏死了 我靠不对 我现在怎么想法越来越暴力凶残了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陆胜站在高处望了望 村子是在那边吧 我得好好说话不要动用暴力 我要以德服人 然而此时 林子山和郑丹丹已经进入森林的深处 这里也太偏偏了吧 陆胜真的会来这里吗 是你说要找的 这才一会儿就不耐烦了 突然林子山看到一个东西 你看这是什么 只见一个黄色的塑料玩具球 正吊在草坪中 郑丹丹伸手去拿 这是那个小女孩一直玩的塑料球 他们难道出什么事情了吗 突然他心里一惊 刚放到球上的手掌 就被蛛丝缠住了 塑料玩具球也瞬间变成一只蜘蛛 捆住两个美女便 把他们五花大绑的吊在半空中 下集预告 一家三口刚进寨子中 就碰到前来找人帮忙的陆胜 而追击他们的精神念识也随之而来 带来的还有背负的林子山和郑丹丹 一场大战就此开始 这是一个平凡的寨子 但是寨子中的人却不平凡 外边万中无一的精神念识 在这个只有几十人的寨子中 却一下出现三个 在陆胜确定好寨子的方向之后 就开始前进 而此时平静祥和的寨子 突然传出一阵大河 老村长的门被人一把暴力推开 村长 大阿姐回来了 他们一家都回来 村长疑惑地抬起头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开心的笑容 此时门外一个小女孩突然窜了出来 外公 我好想你啊 下一秒就蛮横地撞在他外公的怀中 他外公也是扑得吐出一口八二年老许 外公过得还好吗 他外公咳嗽了两声还好还好 心里则是想着你这个小祖宗 要是不来我还能多活两个 门外一对夫妻略显尴尬地说了句 我们回来 老村长面色有些阴沉地看着他们 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随后他又让两个年轻人去猎几只野文 晚上要好好热闹下 少年听后一把躺起喃喃 走了 咱们出去抓野文 等人都走了之后 老村长开口问了句 无视不登三宝殿 这次来什么事情 夫妻俩顿时一脸尴尬 最后还是丈夫定了定神 防缓开口把在外边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愿意 村长听后差点没渴地被过气去 你们竟然招惹了三级精神面试 我早知道你小子来准备好事 从当初你闯进寨子带走银花 我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天 老爹 你就帮帮茂林吧 就当帮帮我 岳父 我记得您冲击三级精神面试已久 现在是不是 失败了 而且留下内伤修为大吞 若那三级精神面试真找上寨子 我也只能争取一点时间 你就赶紧带着孩子逃吧 去找别人寻求帮助吧 听到这里 女儿也是眼含泪水地看着老爹 女婿则刷得一下站起身 现在跑出去还能找谁帮忙啊 听到这话老村长顿时发火 还能找谁 当然是找当地部门找警察呀 现在是法治社会 他就算三级精神念试 还能当街杀人部长 这句话顿时把哭气俩雷的是外交里嫩 下一秒男人又捂住自己的额头 要是报警有用的话 我还需要来这里吗 突然房门被人暴力推开 村长 有外人闯进来了 一老一哨顿时一惊 不会这么快就来了吧 然而外边的来人正是陆胜 他寻着手里的地图来到了这处寨子 突然一把飞刀朝他射来 被陆胜略微偏头躲过去 你是谁 怎么找到这里的 陆胜刚运转精神力准备查探 小女孩就从树林中钻了出来 随后一溜焰地扑到陆胜怀你 大哥哥 你是来外公家找我玩的吗 夫妻二人看到是陆胜也松了一口气 随后便向陆胜介绍起自己的家人 村长看着陆胜笑呵呵地说道 小伙子眼睛很纯净 我很喜欢 欢迎来到真正的仙灵站 之前朝陆胜扔飞刀的少年 也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 你来得巧 正赶上大阿姐一家回来 等会我亲自去打点眼泪 像你这种城里出来的人 绝对没有尝过 随即陆胜也在这个寨子中逛了起来 但他心里却暗暗沉思 这个仙灵寨也不是个普通的寨子 精神念师难得一见 这个寨子里竟然出现三个 而且老者更是二级颠峰水平 作为精神念师的 他们肯定知道命运的价值 我该怎么开口吗 难道要自己展现实力 将这几个人全部震慑一遍吗 小女孩此时弱弱地说了一句 大哥哥 我们不能一起玩球了 我的球球没有了 是弄丢了吗 我帮你找 发音未录 陆胜就感觉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息 其中还夹杂着正丹丹和林子山的气息 他们怎么来了 不对 不止他们两个 小孩子在陆胜怀里向身后伸出手指 那个就是我的球 只见一个黄色的塑料球滚动过来 还伴随着一个嚣张的声音 竟然想着跑到这么个深山野林里来 下一秒一对人马相继出现 领头的赫然是在豪华车厢内喝人血的热门 而郑丹丹和林子山则被一个壮汉抗在身上 村长看到来人头上冷汗刷的就下来 这就是你们的麻烦 这下可坏了 这可不仅是SJ精神念师 是三级巅峰啊 老村长立马大喝倒 带着孩子和村里人种 下一秒几道破空声就朝闯路者飞去 妖艺男子只是轻轻挥了挥手 临近身前的飞刀便全部停在空中 不会就这点小手段吧 还是说这个老头就是你的医障 这等虚浮的精神力 简直有辱精神念师这四个字 也罢 这次我就将你的所有希望一一粉碎 让你好好品尝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 唐茂林此时也异常愤怒大喝一声 吴锡进 老子特么恨你拼了 下集预告 吴锡进用蛛丝捆住了所有人 当他想用鞋术把小女孩做成女儿红的时候 陆胜一把拽开身旁的蛛丝 随后像捏死蚂蚁一样结果了吴锡进 这个男人是一个恶魔 却要自曝精神力跟敌人同归于尽 却不料被陆胜直接抓在手心捏死 原来在吴锡进挡住了村长的攻击之后 唐茂林知道必无可避 只能大喝一声奋力战斗 只见他双手食指一点疯狂运转自己的精神力 煞时间无数弹珠飘浮在四周 唐茂林怒吼一声去 数以百计的弹珠便朝着吴锡进急速射去 然而吴锡进只是轻轻挥了挥手 命营打造的蛛丝便切开了所有弹珠 然后劈里啪啦地吊在地上 唐茂林此时也傻眼了 密铁珠炮竟然一点用都没有 看着对面那强大的恶魔 他的心里顿时一阵恐惧 呵呵 密铁的武器也敢和我较量 真是自不量力啊 随后吴锡进伸出诱识 无数秘营打造的蛛丝飞速地朝众人飞去 眨眼间便捆住了所有人 吴锡进 你有什么就冲我来 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 都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嘴 随后他又把手掌一攥 然后轻轻一拉 没想到这个地方这么好 与世隔绝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慢慢调理你 你放心 你女儿的女儿哄我会给你留一杯的 是那个把人当作酿酒容器的邪术 你这个畜生 唐茂林疯狂地挣扎 但是实力相差太大只能是徒劳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表情 你越这样我就越兴奋 林子山此时已经有泪水从眼中流出 他是三级巅峰精神念师 这次怕是要把命丢在这里 我就不该来这里散心 而正单单眼含水光地看着陆盛 这下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 我不甘心啊 陆盛 下辈子我们有缘再来 而陆盛此时却还呆呆地站在原地 好像在思索着什么事情一样 突然壮汉把两个美女丢在地上 然后向着众人缓缓走去 小女孩满眼惊恐地看着两个大汉 弱小的身躯控制不住地颤抖 就在此时一阵仿佛钢筋崩断的声音传了 我的秘银蛛丝怎么断了 只见陆盛手里抓着一把钻裂的蛛丝 冷冷地看着无息静 小女孩一把拉住陆盛的手里 我能动了 大哥哥快救救爸爸妈妈他们 陆盛也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两个壮汉看到这里立马上前围攻 没想到砰砰两声传来 陆盛只是一拳就把他们打飞出去 怎么回事 你是五级五指 不对啊 你这脚不虚浮的样子 刚气不血 内劲也没有 不可能是五级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 难道刚才就是你弄断我的秘银蛛丝 唐茂林 这小子才是你真正的依仗吗 这句话顿时把唐茂林也问某一名 没有刚气护体 你终究只是个有点怪力的笑容 在我的秘银蛛丝下 你脆弱的身体会像黄油一样被切开 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听你痛苦哀嚎的声音 陆盛一把抱起小女孩 浑身散发着莫名的威压 你可以试试看 吴锡进大喝一声 精神力如喷涌一般自体内发出 而又在半空中凝聚成一个庞大的蜘蛛模样 陆盛只是轻轻一抬手 就一点点抽离出吴锡进的精神力 倒在地上的林子山此时瞪大了眼睛 掌控及武学 何为掌控 鼓掌之间皆为一掌所控 我只是听说过那个层次 没想到今天竟然见到了 吴锡进的脸此时也黑了 嘴里一直喃喃着这怎么可能 可是陆盛却没给他回神的机会 手掌用力一握手中的蛛丝 稍微用力一拽就把吴锡进扯得飞起来 为什么他连我的秘银蛛丝也能操控 你特么真的该死啊 即便我死也要拉你一起 仅仅两秒钟 吴锡进就在空中变成一个充满气的一爆球体 村长看到这里惊骇之意脱口而出 他要自爆精神力 这里所有的人都会精神错乱而死 正单单双眼闪烁地看着他的男神 到最后还是逃不过这一劫吗 半空中的球体越发地肿胀 四周伴随地倒倒进气 而陆盛看着上空却没有丝毫的慌乱 轻飘飘地说了句 不得不说 你的精神力实在是弱小的让人可怜啊 随后一只巨大的手掌猛然朝吴锡进抓去 瞬息之后吴锡进已经落入陆盛的掌心之中 随着陆盛的轻轻一握 啪鸡一声彻底终结了吴锡进 超级天才竟被神秘富二代当众羞辱 却没想到下一秒被啪啪打理 原来在陆盛把吴锡进送入轮回之后 身上的精神力也在慢慢消散 随后他张开手掌 之前缠绕在众人身上的秘银蛛丝汇聚在他的手中 这是秘银打造的精神念试武器 在我的武器没打造好之前先凑合用好 此时小女还看到一家人的酒 开心地抱着陆盛的脖梗并一个劲的夸多的好厉害 随后又凑到耳边说了句谢谢 村长和唐茂林也是被惊呆了 陆盛之前展现的五到十力就够恐怖了 没想到精神力更是让人头皮发麻 而且这小伙子才多大呀 十七八岁就拥有堪比五级舞者的实力 和掌控级舞学就足够妖昧 精神力更是轻松碾压三级颠缩的吴锡进 这很明显就是一条坠入凡间的神了 而在另一边的林子山大脑 已经死记了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郑丹丹则是感叹陆盛真的是太帅太强了 唐茂林回过神后局促地走到我的跟前 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我看出了她的顾虑微微一笑道 唐大哥 我只是随手拈死一个不知死活的变态吧 不必言谢 说起来我还有件事想要你们帮忙呢 唐茂林此时一脸坚定 我一定竭尽全力 三个小时后我坐上了回城的大坝 这一趟牛头山的主要目标算是完成了 命营的事情已经交给唐茂林了 她是通过考核的二级精神面诗 有专门的渠道可以妥善处理好这批命营 接下来我也该去注册精神面诗考核了 而且还意外多了一套命营级的精神力武器 也算是意外之险 此时林子山和郑丹丹正直直地看着 突然郑丹丹开口问道 陆盛 你之后准备去哪里 梁城 我去那里进行精神面诗考核 听到梁城二字后郑丹丹刷的一下就顺移到我的面前 太巧了 我们就是去梁城的 正好可以快回去 可我却疑惑地说道 你们不是东宁五大的学生吗 不回东宁省去梁城干嘛 这个回答顿时让两个美女无语 情商真的是堪忧啊 最后还是林子山出来解决 丹丹的家就在梁城 她来牛头山之前还跟我说这次要顺便回家一趟 我听到这里也是点点头就同意 郑丹丹听后一张脸笑得跟花一样 然后又顺甘子往上爬 晚上可以去我家里住 我给你做两个拿手菜 陆盛此时暗暗叹了口气 难道真的要和她谈恋爱吗 还是算了 我还有太多事情没做 到了梁城我自行离开吧 此时正好一阵铃声响起 陆盛 启明将心选拔提前了 你在哪里 我立刻去接你 随后我便把下车地点告诉了东晴旭 下车之后我本打算与两人告别 可郑丹丹却坚持要送我过去 下一秒一个立着小惊人的豪车便停在我们身边 女子一下车便朝郑丹丹扑来两人顺势拥抱在一起 车上的黄毛则打了个招呼 好久不见 你好像又变漂亮了 那是你的朋友吗 还不介绍一下 郑丹丹皱着眉头看看黄毛 怎么来的是你 但还是礼貌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朋友 这是林子山 我在东宁五大最好的朋友 还是二级舞者 他叫陆盛 是我在牛头山旅行时认识的 文言黄毛淡淡地撇了文艺 此时那位女子已经将注意力放在林子山的身上 二级舞者 好厉害 我也是丹丹的好朋友 我叫徐文慧 这边话音刚落 黄毛也向林子山介绍起自己 我叫曹明亮 你是丹丹的朋友 以后也是我们的朋友了 一路上位了吧 先上车 我先带你们去梁城 然后再好好逛逛 二人自始至终都没有理会陆盛 郑丹丹此时却不干了 你的车坐不下 我们还是自己叫车吧 徐文慧听后出言调侃 不过是个旅行认识的旅友 至于把他看得那么重要 咱们才是朋友啊 你不会看上他了吧 像这种颜值的帅哥 咱们圈子里不是一抓一大把 黄毛此时则掏出钱包 随便抽出几张便要扔给陆盛 让他自己打车回去 这个举动顿时把郑丹丹忍牢了 直接开始数落昔日的好友怠慢了陆盛 突然一阵狂风袭来 下一秒一阵风隆隆螺旋桨的声音 从众人头上传来 只见一辆大型的直升机 就悬停在他们的头顶上包 英姿飒爽的冬情雪探出半个身子 快点上来 市区可不能降落 郑丹丹立马回头看 却也只看到一抹残影 只见陆盛从百米高度一跃而上 直接落在直升机的悬梯之上 这一幕直接把下边的众人精的木的脑袋 随后陆盛向后白白手 各位 我们下次有缘再见 当直升机飞走后 周围的人顿时发出惊呼 这尼马应该就是所谓的市井神人吧 瞧不起陆盛的富二代此事也傻眼了 颤颤巍巍的问道 丹丹 你这朋友什么来历啊 郑丹丹听后回过神来怒视了他一眼 拉着林子山就说要打车回梁城 而富二代和富家女 已经没脸在面对昔日的好友了 此时在空中的直升机中 陆盛感叹自己还是第一次乘直升机 看着下边的城市好像用积木搭起来的一样 喜欢吗 喜欢的话以后就加入我们东部军区 会送我一架 你想得倒挺美 等你以后晋升了宗师成为了军区少将 军部自然会给你配置一架私人的 不过这小子好像又变强了不少 现在真的是一点都看不透了 只是沉思了一会之后 东晴雪又开口说道 三天前东部所有行省的天才训练营都宣布结束 种子选手已经全部选出 我仔细的看过资料 这一届选手比以往任何一届都要强 秦少君此时在旁边接过话继续说道 要不是有你小子在的话 我们去估计也就是走个过场 有超八成的是天赋舞者 其中一个是元素掌控类的天赋舞者 更有一个通过了二级考核的精神念师 三级实力以上的天才有二十个之多 最后甚至有一个四级实力的妖灵 听到这里陆盛念无表情淡淡的嗷了一声 东晴雪一脸苦笑 听到这些人的实力 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陆盛立马做出一副大为震惊的样子 太夸张了 我大受震撼 看到陆盛的这副表情 秦少君控制不住的哈哈大笑 你小子这也太假了吧 就知道和你这个怪物说别人有多么咬你 你肯定一点感觉也没有 你和他说点奖励的事情 必听到奖励陆盛立马来的精神 东晴雪此事缓缓说道 我就知道你对这个感兴趣 今年选拔很特殊 军部首长都来参加观看 还有这次的选拔不再是两两抽签的擂台赛 而是通过另一种方式 对战异兽 异兽吗 这个世界面临的强大敌人 从地底 天空的裂口中涌出 无穷无尽且强大无比的异兽 即便每年人足无数强者前扑后继的投身战场 也无法阻止人类的生存空间被一点点剥夺 没想到军区竟然会让学生这么早接触异兽 看来前线的战况越发不乐观了 没错 所有国家的强者都在寻求破局的办法 所以上面决定 对你们这些未来拥有极大可能性的天才们 不再像以往一样采取温柔的循序渐进政策 而是要让你们提前去感受压力 从而转变成武道上的动物 用某位大人物的话来说 只有血与火之中 才能造就真正的顶级武道强者 你别看选拔变难了 可奖励反而更丰厚 只要你能进入前十 就能获得一分一血 前三名更是可以直接进入一血池 而获得起名将心头衔 甚至能进入到一水池 避血 避水 听起来就很厉害啊 那是一瘦体内巨大能量的萃取物 好比你之前训练云吃的一瘦肉 那只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 避血是萃取的一瘦细胞液 避水则是一瘦的脊髓液 这次军部拿出的全都是四级以上的奖励 这可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啊 前十的人能得一分一血 估计也就几百毫升 但前三能进一水池里 那可是整整一个培养仓 几乎可以说是不限量供应 我知道你小子胃口大 这次可是你能吸多少就吸多少 一份四级一瘦售价最低也要五千万 一池子一嘴叶怎么也得数十个一不止 陆胜此时也被奖励的大手笔惊呆了 这么贵的东西竟然不限量供应 恒星炼体术的不朽精神修炼 正需要大量的能量提供 若只是用羊嘴丹和灵机撞血汤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修炼完第一阶段 如果能拿到大量一瘦或一瘦 必定可以极大幅度缩短修炼时间 这可是绝好的机会 陆胜看着面前两位教官 自信满满的回答道 我明白了东教官 秦少军此时突然说了句道 只见直升机下方一撞撞拔地而起的箭址 无意不速说着这里的铁血和纪律 这里就是东部军区 怎么样 震撼吧 震撼吧 未来一万年的五道基地远比这个要更加庞大 却依旧被异受无情的撕裂 或许那才是真的震撼的吧 在飞机降落之后 东秦雪就把我带到一处房间 撩了撩头发跟我说明天再来接我 并嘱咐我有什么需要的就按墙壁上的呼叫器 会有人帮我送过来的 让我今天晚上就好好地休息一晚 我点点头示意表示我知道了 来到房间后我便进入梦境空间 刚进入梦境我就看到了上次把我一刀劈成两半的女武神 她还是跟上次一样身着铠甲手持长枪 浑身散发着不可一世一往无前的战斗气息 而我只是光看着她 心里面就产生了恐惧感 我要再站一次 这一次我一定要突破自己的极限 气血增幅开启 切换颜值呼吸 三级精神力 神兆冥王精 掌控尽拳法 十倍恒星发力 宗师纪十日同天 这一次我用上了所有的手段 整个人如一抹娇羊一般冲向女武神 然而在十分钟后 我还是被一阵刺痛惊醒 虽然这次的对抗还是失败了 但是在准备完全的情况下 也并不是毫无反抗的希望 并且这次的战斗让我武学更加精进了 数十门武学达到了完美之境 十拳武道也更进一步 最重要的是我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 心境更加坚定而纯粹 而就在此时 一阵敲门声响起 开门一看竟然是东晴雪和秦少君 东晴雪看到我之后便询问我休息的怎么样 还不错 就是稍微闷了一点 东晴雪听后便给我解释 因为这个地方在往前数百里 就是异兽的战场第一线 很多异兽都会释放毒气 所以基地对气体防护很严格 突然东晴雪直直的看着路上 你怎么好像 怎么了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不是 只是感觉今天的你 可昨天又有点不一样了 昨天看着小子就好像被泥沙裹住的浴室 而今天则是外面那层泥沙被清洗干净了 宛如一块被打磨过的浴室一样 路胜颇为自恋地摸着自己的下巴 或许是又变帅了吧 这个年纪发育得快 眉眼张开了有这种感觉很正常 话音刚落秦少君就哈哈大笑起来 你这不要脸的样子很有我的风格 我很欣赏 随后三人就向外走去 路上秦少君还在问路胜 你老实跟我说 这次有几成把握夺冠 路胜咧嘴笑了笑 把握不是很大吧 就在此时 一阵刺耳的声音响起 哎呦 这不是东秦雪教官吗 好巧啊 真是好久不见了 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还是上次呢 东秦雪冷眼看着对面的男人 上官林 你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讨厌啊 这莫名的火药味顿时 让我感觉他们二人不太对了 果不其然 下一秒上官林就抬手指着我说道 秦少君 你说你啊 自己废物也就罢了 好像找苗子的眼光也不咋样吗 就找个这样的给你们东宁省丢人吗 秦少君文言立马摆出一副嫌弃的样子 上官林 你要是早上没刷牙就别说话了 到处熏人有没有功德心啊 还是说你们东宁省出了个天才不成 这资料上标新的也没有你们啊 上官林看秦少君如此说话 开口就要定个赌约 就赌一份五级一岁 看谁家的代表在选拔中获得名次更高 你们觉得怎么样 东秦雪此时冷笑一声 一份 我们三个人 你赌一份一岁是什么意思 说吧我们就越过上官林向前走去 秦少君此时回头还补了一刀 上官林啊 没家底就别出来丢人了 玩不起就别赌 这句话顿时把上官林惹毛了 开口就喊住我们 三份就三份 就赌三份五级一岁 怎么样东秦雪 你不会是怕了吧 还是说提高价码只是你逃避的手段 现在是谁玩不起了呢 而东秦雪此时咬牙说道 好 我接了 听到这话上官林哈哈大笑 拍了拍旁边男子的肩膀就说道 赵烈你看见没 这就是有魄力的 三份五级一岁啊 足够你的火焰掌控天赋更上一层楼了吧 听到这话东秦雪和秦少君也是一脸吃惊的表情 赵烈更是一脸坏笑 那是自然 那赵烈就在此先谢过东秦雪教官了 秦少君此时张嘴就是一阵问候 你说什么 竟然是元素掌控天赋的武者 上官林你竟然耍诈 元素类掌控天赋竟然不写在资料上 上官林文言哈哈大笑 谁规定资料上要写明全部的 是你们自己传 记得提前准备好三份五级一岁哦 说完上官林就向远处走去 而刚才还气得浑身直哆嗦的秦少君 下一秒好像换了个人一样 怎么样 我刚才的表演还可以吧 有没有点眼机派的感觉 我则是趁机打击一下秦少君 完全不行了 表情太浮夸 肢体动作生硬 不及格呀 东秦雪则是没有理会我们两个二伙 转身之后心里暗叹 在资料上隐瞒一部分实力每个人都那么敢 就上官林那个蠢货以为只有自己会 元素掌控 不知道比起三级精神念试来怎么样 随后东秦雪又转头对我说道 上官家和我们东秦两家向来都不对 那人又是出了名的嘴臭 每次见面都要阴阳怪气说我们几句 奈何我们骗区也一直没有出过人才 始终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所以这次就将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了 赌局的是你别在意 那是我自作主张 输了我会凑足三份的 赢了的话我们的那份也归你 二人将我送到一出电梯跟前 我们就送你到这了 下去以后会有专人跟你讲解选拔的规矩 我点了点头进入电梯 谁知就在门药关上的刹那被东秦雪一把瞒住 陆盛 你对这次选拔到底有没有把握 我指的是起名将心 我文言思考了一回 淡淡说有一点淡不多 文言东秦雪缓缓松开了手 可是秦少君此时刨根问底的问道 你这不多是多少啊 既然蒙不过去我也只能说实话了 我自信的表情立马浮现在脸上 九成九八 如果我现在突然被取消选拔赛资格 那自然夺不了惯了 东秦雪在把陆盛送进电梯后 便跟其他教官一起来到会议室中 此时一个中年男子缓缓走上高台 台下教官纷纷起立行礼 并齐声喊道于师座 于飞翼 东部军区七级宗师少将 他抬抬手势一众人不必拘束 随后他也坐在一张狭长的办公桌中间 刚落座便转头问东秦雪 各省天才代表都到齐了吗 已经到齐 选拔用异兽也都检查完成 然后又向于飞翼复述了一遍选拔规则 每个选手从各自入口进入独自赛道 选手击败所有布置的异兽 率先抵达终点极为获胜 而每条赛道的异兽布置为 二级异兽三只 三级异兽一只 四级异兽一只 到最后关卡他们将要面对的 是准五级异兽金童魔源 听到这话的其他教官顿时一阵惊呼 准五级异兽 还是同级中站立顶尖的金童魔源 即便是我们校级的军官 也得有至少两名以上才能对抗 这样对一群十八岁左右的学生 是不是难度太高了 东晴学此时解释道 这只准五级的金童魔源 并不是要求丹人击败 而是要他们共同面对 启明将新式军队的领袖 面对强大的敌人 聚集所有的力量 才是取胜之道 哪怕是竞争对手也不列外 此时于非议也缓缓说道 东部军区镇守着这个龙国第二重要 也是第二凶险的战线 却连续几年在全国军区大比上排名倒数 如果汇聚整个东部最为顶尖的一批武道天才之力 还无法对抗一只区区准五级的异首 那我们东部 不 龙国根本就没有未来可言 这一句话顿时把所有教官说得哑口无言 随即又低声对东晴学说道 开始吧 看一看这次都有哪些人才 历年最为特殊的一次启明将新选拔正式开始 此时一个速度型舞者正在通道中急速前进 心里还在幻想着自己就是海青省的希望 下一秒一只二级异兽黑齿剑猪突然出现 还没等男子反应过来 黑齿剑猪直接一个野蛮冲撞 男子无奈只能用双臂勉强抵挡 面目猙獰的放着狠话 你特么以为我是谁啊 我可是最强的天才啊 话音刚落 又一只二级异兽幽冥猫出现在他的身后 随着一阵惨叫声响起 监控画面上也浮现出大红色的插号 看着屏幕上逐渐增多的插号 于飞翼一脸严肃的说道 启明将新是人族最为闪耀的星星 选出的是华国的希望 仅仅是出类拔萃还远远不够 我们要的是超乎寻常 而后于飞翼又下达了一个命令 让负责安全守卫的较关注一点 他们都是华国的未来 别让他们受伤了 把重点关注的标星人选画面放大 来看看这些天才中的天才表现如何吧 随着画面的切换 第一个登场的标星人是孔勤 17岁08个月 元素掌控类天赋舞者 掌控的元素是迅猛霸道的电容素 目前掌控等级一级 第二个登场的标星人是贾浩然 江州省天才代表 18岁03个月 精神类天赋舞者 同时也是三级舞者 并且通过了二级精神念试考核 第三个登场的标星人是刑志 十岁省天才代表 18岁09个月 四级舞者 防御型天赋舞者 目前天赋等级三级铁夫 此时的监控画面中 二级一兽幽明猫正在背后偷袭 三只尖锐的利爪猛然划过刑志的背部 然而刑志的背部连一个划痕都没有 幽明猫都吓傻了 行至随后轻轻一拳 击打在幽明猫的头部之上 轰的一声把幽明猫锤入地底 挖坑的功夫都省下了 他也是这届选拔夺冠的热门人选 于飞翼看着眼前的监控 终于露出了笑容 这几个年轻人确实不错 能如此轻松面对二级异兽 甚至三级异兽也能一击必杀 这等天赋放在历届选拔都极为亮眼 可就在目光转移到另一个画面之时 刚要脱口而出的话戛然而止 竟然是火焰元素掌控 这个也很不错 可是他怎么没有标心 上官林此时立马起身解释道 赵烈德能力觉醒时间不长 还没来得及更改资料 于飞翼只是淡淡一笑 无妨 一切以实力说话 你做得不错 培养了一个好胚子 这等小伎俩也是引起了隔壁教官的不满 故意隐瞒实力 然后博取高评价 这种小把戏谁不知道啊 装模作样 而此时坐下的上官林隐会的 向东晴雪比划了一个手势 这是三平一髓的赌约 告诉东晴雪不要忘记 于飞翼夸了几句之后 目光又回到监控画面之上 突然他的表情一阵惊恶 只见其中一条路线的进度条赫然已经到处了 于飞翼此时也发现事情不同寻常 其中一条赛道竟然一个异兽的红点都没有 他连忙一脸严肃的吩咐东晴雪掉出监控画面 而东晴雪此时也有点懵 一口答应下来好了 画面一转 监控中出现的赫然是异兽的尸体 这才三分钟不到 不仅猎杀了所有一手 还比四个精英种子的推进速度要快 立刻把监控回发 告诉我那个人到底是谁 而东晴雪此时明显一愣 这竟然是陆胜的赛道 随即他按下回放按钮 三分钟前 陆胜大步迈进通道之中 刚走出不远就看到迎面而来的黑齿剑珠 两只绿油油的眼睛死死的盯着陆胜 粗壮的小腿也摆出冲刺的架势 陆胜则是黑黑一笑 我吃过你的肉还挺香的 下一秒直接顺移到黑齿剑珠的面前 但是普通的一拳却发出骇人的气势 而黑齿剑珠也被这一拳打成两半 这就是二级异兽吗 为什么这么弱 话音刚落 墙壁四周就传来咔咔咔的声音 又有两只黑齿剑珠顶开石门钻了出来 出来之后就如发疯一般朝陆胜壮举 哪成想刚到跟前 陆胜三只瞬间落在黑齿剑珠一处软肉上 只是稍微一面 顿时把黑齿剑珠疼的鼻涕眼泪一起落 然后顺势把手中的黑齿剑珠当作武器甩到另一只的身上 随后普通的一拳如闪电般落在黑齿剑珠的身上 事后陆胜看着自己的手掌 这种能力有点类似掌控镜影学 却比掌控镜的层次更高也更全面 力量凝聚 定点爆发 弱点洞悉 仿佛达到一个全知全能的状态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这就是十拳五道 然而此时 一个黑影从断肢中浮现 瞬间化作三级异兽幽冥猫打算偷袭陆胜 可是陆胜早已通过自己的感知知道了他的存在 不紧不慢地向前一步 左脚微微抬起 脚掌顺势向后一蹬 只见脚下的碎石如一颗炮弹一般瞬间秒杀幽冥猫 而陆胜则连头都没回 看到这里于非翼不仅感叹 这个选手的推进速度竟然这么快 不到两分钟已经到达了最终关卡 其他教官们也是议论纷纷 看着平平无奇 权力怎么这么重 所有异兽都是一拳一个 打不出第二下的 于非翼此时也是愈发好奇此人是谁 连忙让东晴雪念一下这个人的资料 东陵省天才代表陆胜 18岁零五个月 三级舞者 力量型天赋舞者 上官陵此时突然灵光一闪 莫非东晴雪也藏了一部分资料 教官们听到陆胜的资料一脸猛逼 这资料确实没有什么亮点 战斗时也没有什么特殊能力展露出来 各方面素质好像都比一般三级强不少 但又显然没到四级 于非翼看着监控中的画面淡淡说了一句 你们都没看出来吗 此子应该是掌握了至少四种以上的完美精武学 其中身法和拳法都达到了如微精 所以战斗力才如此出色 四五种完美精 其中甚至还包括两门如微精 还只有18岁 就算是打娘胎里修行武器也做不到吧 于非翼则是感叹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纯粹的武道天才 也就只有武道初心的那一百年里才比较多 现在的话 话还没说完 于非翼又是一惊 只见陆胜在通道中静静的站立着 而身后的墙壁上四级异兽彩灵捷豹正刺激而动 随着彩灵捷豹的身影缓缓消失 陆胜也感知到了不同寻常 下一秒又有两只彩灵捷豹出现 三只异兽缓缓围围住陆胜并发出阵阵低吼 陡然间三只异兽跃至半空中 如恶虎扑石一般朝陆胜扑杀而去 陆胜瞬间集中精神感知四周 原来朝他扑杀的三只异兽竟然都是虚影 而彩灵捷豹真身竟然在陆胜的身后 陆胜瞬间转身一把按住彩灵捷豹的头颅 心头暗血 看样子十拳五道的潜力 远比我想象中还要可怕 随即他又从地面抓起彩灵捷豹 直接一个七百二十度过肩衰 轰弓一声 彩灵捷豹如倒灾葱一般头颅就被镶嵌进地里 事后陆胜转身就走 只留给众人一个平凡又强大的背影 于非一此时刷的一下站了起来 四级的彩灵捷豹就这样被消灭了 随后他又对其他教官说道 这小子的拳法不是入危机 而是掌控警 秦少军此时一张脸笑得跟花一样 原来九成九的意思是这样啊 这个自信程度是应该的 上官灵咬牙切齿地看着旁边的秦少军 秦少军则是开心地向他比划了一个国际友好手势 而此时陆胜已经走到一处巨大的门前 刚才的异兽已经是赛道里的最后一只了 差不多测试出十拳五道第一形态的极限了 我现在能感受得到 里面有一只很强的异兽气息 当陆胜走进房间之中 只见巨大的空间中有一只被太和金龙子困住的异兽 小山一般的身影无一不诉说着他体内强大的力量 陆胜看着眼前的异兽 你应该就是最后一个了吧 既然已经热身结束 那就没必要留守了 话音刚落 五级异兽金铜魔元就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嘶吼 而陆胜则高高举起手中的拳头 浑身散发着凛冽的气势 现在是时候让屏幕前面的人因我颤抖了 而此时在监控面前的东晴雪正在汇报着劲度 最后一关的金铜魔元还没释放 等到时间截止和天才代表们到齐后就会解开魔元拘束 东晴雪的心理却在感叹陆胜给他的惊喜实在是太大 虽然知道他很强 但是没想到能强到这种程度 起名将心 没想到曾经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会在陆胜身上实现 其他教官也是在窃窃私语 逼着陆胜的实力 只要其他标新的天才代表感到 绝对足够击杀这种五级魔元了 也许根本不需要很多人 只要有一两个人在旁边辅助就有机会了 而且总成绩是看推进速度与最后击杀魔元的贡献值来计算 此时的陆胜已经走到龙子跟前 缓缓抬起右脚 下时间轰的一声传来 在教官们无比震惊的表情中 原本困住异兽的龙子被陆胜一脚踢飞 光当一声落在五级异兽身后十米处 随着异兽缓缓站起 两人体型的差距也是一目了然 如山岳般的魔元看着脚下比蚂蚁大不了多少的生物 发出了害人的怒 来吧 让我看看 准五级异兽和五级武者之间存在着什么差别 随后又朝魔元招了招手 快点来吧 别让其他人打扰了我们之间的战斗 陆胜这装逼的样子顿时让教官们大惊失色 这小子竟然打算一个人去挑战金铜魔元 他疯了吧 这可不是自信 简直是狂妄 等等 你们别忘了 凭借他之前展露出来的实力 入微镜身法还有各种完美镜武学 金铜魔元以蛮力渐掌 只要避免正面对抗未必没有机会 此时在监控画面中 金铜魔元已经用蛮力正断了锁链 张开大火就发出一阵怒吼 下一秒魔元浑身散发着黑色的气景 双手高高举起继续力量 一声露 陆胜立马做出防御姿势 双手向上探去 下一秒一双山岳般的拳头猛然落下 轰隆一声巨响 强大的力量更发出庞大的气浪向四周散开 这一幕已经让教官们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 他真的就这样正内应刚啊 而陆胜这边却接住了这是大力尘的一击 但是脚踝部分已经完全陷入地面之中 还没等陆胜反应过来 魔元的另一只拳头又接踵而来 然后魔元就像疯了一样 双拳交替疯狂的朝陆胜猛攻 是有不把陆胜砸成肉泥不罢休的意思 上官灵看到这一幕却开心的笑了起来 狂妄无知的小子 正面应接金铜魔元这样的猛击 再给十条命也不够你活的 东晴雪看到这里也是冷汗之流 心里在为陆胜担心着 反观魔元这边 在猛击了三七二十四拳之后还不罢休 地面已经被击打得烟尘四起 突然一只拳头从烟雾中猛然起来 陆胜露出十倍恒星发力 左手凝聚拳是瞬间击打在魔元的拳头之上 听了一声巨响 交战的位置好似一抹耀眼的光源爆炸开来 下一秒魔元就发出痛苦的嚎叫声 戴在手腕上的钛合金手环也寸寸崩裂 陡然间 陆胜和魔元的周围浮现出团团火光 火光中间是一只指凤凰在翱翔 他看着金铜魔元缓缓缓说道 借我十倍恒星发力一拳都不死 看来你有资格当我今晚的晚餐 这一拳你可以安心的去死了 十日同天 四周团团火光随着陆胜的五指紧握 如炫松般聚集在他的拳头上 瞬间一阵金光闪过 魔元感觉到巨大的威胁本能的做出防御 在这一秒 不管是鱼飞翼 还是冬晴雪 笛或者是上官林 都被眼前的画面惊住了 画面中的金铜魔元双目无神 陆胜还保持着出拳的姿势 威风吹动了他的头发 而金铜魔元的腹部 已经被陆胜一拳打穿 可以从这头看到那头 于飞翼此时目光一鸣 这竟然是宗师一指 这小子真的是太妖念了 然后 狠狠一拳砸在桌子上放生大笑 没想到我于飞翼有生之年 竟然还能看到有人在弱冠之灵 就凝聚出宗师一指 七级之路被打通 假以时日 我东区必将再添一位宗师 秦少君也是看着 面前的画面冷汗都想 少年宗师 陆胜现在比我都强了 这个臭小子 真是要把人活活吓死啊 而陆胜在解决了金铜魔元之后 还在左顾右盼 已经没有异受气息了 看来这就是最后一关 不过就这样结束了 多多少少有点无趣啊 突然他灵光一闪 既然无趣 那就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好了 随后他就盘腿 坐在了原来魔元的位置上 看到画面于飞翼也是有点懵了 最后一关的boss都被他一个人宰了 还不走干什么呢 突然他笑了两声 我懂了 不过随他去吧 只要不弄出人命来 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吧 其他教官们此时也彻底无语了 感慨到这场规模达到整个东区的天台选拔 此时在于师座眼里似乎一点也不重要 他现在看中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陆胜 什么叫只要不死人随便玩 那就是全部打残了也没事了 而此时跟陆胜已经成为了最终试炼斗 正坐在那里等着接下来的游戏 此时在另一个通道内 行之一脸痛苦地揉着隐隐作痛的手腕 刚才那个四级的异兽彩铃捷豹实力很强 即便有铁副护体的我 都无法扛住所有伤害 不过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这应该是通关了吧 随后行之穿过金属大门走出通道 目光不断扫视着周围的情报 突然他的目光一鸣 那是金服魔源 成年后的魔源更是五级中的霸主 可是坐在那里的人又是谁 行之下时露出一脸警惕的表情 什么人能一拳把五级中的霸主打成这样 难道是他 想到这里行之立马小心翼翼办公着身子询问 你好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我算是通过选拔了吗 而坐在魔源手臂上的陆盛却没有立即回答 足足过了一分钟之后才缓缓吐出一个字的 话音刚落 行之就露出一脸懵逼的表情呆呆站在原地 就在这时通道内又走出两个身影 正是电源速掌控者孔晴和三级精神念师贾浩然 贾浩然一眼就认出行之的身份 你是石灵省的行之 我之前见过你 不过上面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里是终点吗 孔晴顺着贾浩然手指的方向看去 突然一声惊呼 那是五级的首领一手金铜魔源 三人皱着眉头死死的盯着前方 此时行之突然开口道 那尸体应该是吓唬我们的 不然这没人能打得过金铜魔源 那他坐在标本上干吗 行之突然灵光一闪我懂了 这个人应该是我们选拔最后一关的守观者之类的身份 通过他的考验 我们就可能过关了 话音刚落 孔晴和贾浩然就一脸呆滞 而行之则露出一副你们没有我聪明的表情 下一秒陆盛缓缓站了起来 一道年轻又不失威严的声音响起 你很聪明 现在给你们五分钟时间调整状态 而五分钟后 你们可以挑战我 击败我 或者杀死我 就让我好好看看 这一届起名将心的预选者 到底是些什么货色 听到这话的行之立马开心的笑了起来 我就知道是这个样子的 贾浩然此时也信心满满的指着陆盛 看样子选拔最后一关 我们不再需要对付一手 只需要对付他一个人 此时三人的目光 全部聚集在陆盛的身上 试图探测出陆盛的深浅 可是看他连钢器都没有 实力肯定不怎么样 确实感受不到钢器 难道东部军区的人 是在瞧不起我们吗 五分钟的时间足够恢复体力了 说罢三人便拿出恢复体力的担药 而贾浩然却隐隐感觉到不安 精神力慢慢浮现 却什么也没有探查出来 只是感觉到陆盛的实力 没有那么简单 奈何形质自信心已经膨胀到极点 他在强能强到哪里去 我们三人本事就代表了 整个东部18岁以下最顶尖的战斗力 何自开议员 陆盛此时却在低头偷笑 我的演技不比秦教官要好一些 而此时在会议室内已经炸开了锅 这小子是想把全部选手都虐一遍了 视作于非议却被逗得开怀大笑 直言这个陆盛真的很有意思 可是此时其他教官却不干了 纷纷出言请求立刻结束选拔 东宁省这位天才代表实力 超出其他人实在太多 很可能对其他人造成生理和心理上 不可磨灭的打击 而秦少君此时却在一旁悠闲地吹着口哨 原来东泽省江州省石林省 是他们背后的总教官 开始心疼自己家的天才了 怕被陆盛这个妖孽给打坏了 东秦学此时也一脸笑语 之前五级异兽亮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还没这么多意见 现在换成陆盛反而这样 这也侧面证明 此时的陆盛在所有人心中的危险程度 到底是有多高 于非一略微思考了两秒钟 还是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 那就这样吧 让监管人提高意识 随时准备出手保护他们 别让陆盛给打坏了 东秦学立马回复好的 并在平板上下达指令 而上官林已经瘫软在雨子上了 东秦学带来的那小子怎么会这么强 丢人丢大发不止 还要交出三只高级一損 这次我可真的完了呀 此时在考核大厅中五分钟一步 形至浑身散发着金色的雾气 很明显实力已经恢复到九成 孔勤和贾浩然也是浑身气静迸发 一脸自信的盯着陆盛 即便是那金铜魔源的标本活过来 我也有胆子与制衣战 此刻陆盛身上也燃起浓浓战雨 这样才稍微像点样子 一起上打 击败我 你们就是新一届的启明将星 形至作为启明将星的种子选手 自然有自己的骄傲 他双脚用力狠狠在地面一塌 身躯瞬间窜至半空中 该死 又让他抢先一步 无妨 喜欢抢先就让他好吧 正好看盘守官者的实力 不过形至不愧是种子选手 这个恐怖的实力 应该是我们三人之中最强的了 在半空中的形至武装色 瞬间覆盖双拳 然后又立马开启十击铁夫 看到这一幕两人顿时惊呼 他竟然是四级巅峰 形至此时已然发挥出 自己的全部实力 下肢的重力 使他有一种无可匹配的姿态 向陆盛冲去 大喝一声给我拜 下一秒陆盛直接伸出一根手指 无比震惊又无比真实的挡住了 这势不可挡的一击 随后他无聊的打了个哈欠 十倍恒星发力直接爆发 有纸便掌 直接把形至鸡飞 落地后直接滑行数十米 直到厚重的墙壁把他拦住 这一幕直接把孔勤和贾浩然惊呆了 两人此时已经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然而就在此时 一道无限嚣张的话语传来 你们两个真的不一起上吗 旁边的贾浩然此时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我听说过有的年轻舞者 年轻时过于求成乱吃不要 导致体内激素紊乱 身体早早便停止了发育 所以即便过了三四十岁 外表看着还跟年轻人一样 我猜测这家伙肯定就是那种人 孔勤不敢置信地指了指路上 显然也是认同了这个说法 毕竟这么年轻就有这种实力的 肯定是不可能的 君不也太狡猾了吧 放出这么个杀手锏 就为了让我们掉以轻心 贾浩然此时一脸复杂地缓缓开口 毕竟这是整个东部的选拔 什么手段都会用出来 不过我也实在没想到 最后一关会这么离谱 连这种药罐子都给找出来了 而陆胜此时一脸黑线地 看着对面的二人 嘀嘀咕咕地一直说我是老怪物 该不会脑子被异兽打坏了吧 随即陆胜直接上前一步 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你们讨论完了吗 这样好了 我们换一个方式怎么样 只要你们能让我后退一步 或者是挡住我的一次攻击 我就算你们通过了 怎么样 话音刚落二人顿时一愣 随即大怒 这也太看不起人了 孔勤立马释放自身力量 周身电光缠绕 贾浩然也猛然迸发出精神力 三七二十四根铁钉叙事待发 下一秒贾浩然左手一挥 铁钉携雷霆之势 猛然朝陆胜击射而去 孔勤则化为一道雷电 瞬间消失在原地 陆胜看到这一幕 也是露出来一丝笑容 这样才像点样子 贾浩然看着陆胜 还站在原地装大尾巴狼 案子冷笑 真是个蠢货 纵然你实力在强 但是小看一名二级精神念士 注定会后悔的 看你怎么躲开这三千二十四根铁钉 话音未落就看到陆胜徒手 朝铁钉抓去 而后陆胜又焕发出 无数手臂抓向击射而来的铁钉 片刻之后 陆胜双拳紧握静静地站在原地 下一秒松开手掌 铁钉自陆胜的掌中根根掉落 贾浩然看到这一幕 大呼之不可能 随后又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全力驱动的密铁飞钉 竟然被他徒手抓住 陆胜此时轻烈一笑缓缓开口道 接下来轮到你了 皮卡丘 原来不知在什么时候 孔勤已经到了陆胜的背后 本打算一击就结果了陆胜 却没想到在攻击的前一秒 因为皮卡丘三个字愣了神 皮卡丘是个什么鬼 也就是在这一瞬间 陆胜一把抓住孔勤的手腕 回头看着浑身还散发着电光的少女 你这样可是不对啊 战斗师不能分神 你的总教官没教过你吗 孔勤此时也冷汗直冒 这是什么速度和反应吗 竟然可以直接抓到我 好了 现在电我 突然传入耳朵的声音 顿时让孔勤懵逼了 见状陆胜只能再重复一点 没听懂吗 用你的十万伏特来电我 如果强度能让我满意 或许可以考虑让你过关 文言孔勤也是银牙一咬心中发狠 下一秒狂暴的电元素之力 自孔勤手中示范 强大的电流瞬间淹没了陆胜的身躯 而此时在电光中间的陆胜 却是一脸淡然 仔细感受着雷电在身体中游走的滚迹 并全力运转自然呼吸法 将雷电的力量化为挤用 忽然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传来 狂暴的雷电也瞬间暴涨至十几米高 并震飞了孔勤 会在地上的孔勤一脸猛逼的看着自己的双手 这是我干的吗 此时一道缠绕着雷光的身影 往缓浮现 陆胜的双手中也浮现出一颗雷球 第四种特殊呼吸法 雷之呼吸 成 随后陆胜缓缓走进一旁的孔勤 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很好 你通过选拔了 文言孔勤小脸立马激动的通红 我通过了 我通过起名将心的选拔了 我就是起名将心了 下一秒更是直接跳了起来 哇哇哇 代表整个东部十八岁以下最强占领 天赋最高的武道天才称号 无上的荣耀 我真的做到了 随即又兴奋的向陆胜进你 多谢教官 感谢教官的认可 教官你不是喊我皮卡丘吗 那我以后称号就叫皮卡丘了 陆胜却是乐呵呵的抿着嘴响着 这小姑娘还挺可爱的 随即又说道 不用谢我 还是你自己足够出色 才能得到我的认可 继续努力吧 小皮卡丘 而在一旁的刑志和贾浩然 却百思不得其解 这就通过了 这莫名其妙的通过标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刑志也是一脸的失望 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这么久的努力一切都白费了 然而就在此时 一位教官从大门走了进来 刚进来就长舒了一口气 玩够了吧 东宁省的陆胜 师座说你该去准备 接受启明将心的表彰一事了 随即又无奈地叹了口气 怎么会由你这种实力的怪物来竞争 他们三人也真是够倒霉的呀 话音当落 还在一旁兴奋的孔勤就傻眼了 什么意思啊这是 什么叫让他去接受启明将心的表彰 启明将心不应该是我吗 他不是最后选拔的守官者吗 贾浩然和刑志此时也大惊失色 不会吧 他竟然是启明将心 教官此时也很无奈地指了指身后的陆胜 你们误会了 他和你们一样都是参加选拔的选手 只不过比你们要早到二十分钟 而且最后也没有什么守官者 如果说非要有的话 那只准五级的金铜魔猿就是最终的宝负 只不过被他一拳打死了 至于刚刚的事情吗 就是他一时兴起逗你们玩玩 闻言孔勤立马承受不住打击崩溃了 到手的启明将心飞了 刑志和贾浩然也呆滞在原地 下巴都快要掉到地上了 爱陆胜在戏耍了三大天才之后 便无比潇洒地向门外走去 然而此事在另一个通道内 赵烈飞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抓住了四级异兽彩铃捷报 下一秒他浑身火元素猛烈动发 终于把彩铃捷报烧成了焦炭 随后腿一软扑通一屁股坐在地上 感叹老子特么差点挂在这里 他又张开手掌视了事 发现体力和能力已经完全耗尽了 不过这又如何呢 我刚刚可是第一次就成功杀死了一只四级异手 想到这里他又哈哈大笑起来 是四级 不是三级也不是二级 而是四级啊 然后又无比骚包地撩了下自己的头发 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做出如此辉煌的战绩 不出所料的话 现在正在观看选拔监控的教官们 应该全被我的天赋和实力给狠狠震撼到了吧 然而下一秒一位教官从高墙上跳下 东一省的赵烈对吧 没错 就是我 此时的赵烈脸上还露出得意的笑容 教官却头也不抬地直接把赵烈的成绩通过平板上传 别再往前走了 选拔已经结束了 收拾一下准备跟我离开吧 听到这里赵烈顿时兴奋了 我刚把彩灵捷报弄死选拔就结束了 教官我的成绩如何 我是不是第一 是不是起名将星 教官一脸愚惑地看着他 愣了三秒钟之后才缓缓说道 你在做什么美梦呢 起名将星早在半个小时前就绝出来了 这场选拔之所以会拖到现在 主要还是因为路上 算了 跟你说这些也没有意义 目测你的成绩应该五名开外吧 话音刚落 赵烈浑身颤抖身无可恋 我竟然是五名开外 有没有搞错呀 我可是赵烈啊 单枪匹马第一次就成功击杀四级异兽的赵烈 教官看到这里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孩子怕是要完了 此时在会议大厅中 于飞翼吩咐东勤学给东泽省的这个小姑娘 一个进入一写时的名额 并感叹这个小姑娘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于飞翼心疼的表情也是毫无遗漏的表现在脸上 东泽省的总教官连忙站起 向于师座敬了意 多谢师座 要知道只有前三才能有资格进去一写时 陆胜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行之第二也没有什么毛病 但这第三的名词 贾浩然和孔勤还是能整个不相上下的 可人家毕竟是精神念师 稀有度更高 现在能有这样的结果已经是烧到香了 东泽省的总教官想到这里顿时泪流满面 心里一直念着孔勤你的付出还是有价值的 一定要挺过这个卡 而此时的陆胜从通道中出来后 便让他直接回到自己的房间中好好休息 并且贴心的在桌子上给他准备了几瓶功能一样 这是给我准备的恢复剂 这个时代的药品还能对我有用吗 算了还是先尝尝再说 这跟高级功能性饮料差不多 都是提神醒脑作用 接下来陆胜又打开恢复体力的药物 只是用鼻子一闻就知道这个药更垃圾 完全不如自己炼制的药物 不过也不知道和灵素的灵机撞血汤搞得怎么样了 好久都没有联系他了 趁现在再感受一下新的功法好了 陆胜略微运转雷之呼吸 青色的雷电直接覆盖住双手 而迅猛的雷元素也在他的体内流转 这雷之呼吸综合了 炎之呼吸和风之呼吸的优点 速度更快爆发力也更强了 不过却没有达到两者的极限 总的来说是一种平衡性很强的呼吸法 不过他在此刻又缓缓吐了一口气 并反省是不是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这个年纪人家都在晚上组团开飞 白天上课睡觉 未来一万年的发展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到那个时候我早就死了 可能连子孙后代都找不到 连有没有下辈子都不清楚 开开心心过完这辈子不就得了吗 可是下一秒他又攥紧了拳头 不既然已经亲眼见过 怎么能在庄城没见过 既然做出了选择 又怎能亲眼放弃 我已经不单单是为了一万年后的人族 更是为了我自己 拼尽全力咬碎牙骨也要拼命去做的事情 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 我既然来了 我既然见了 我必定为此燃烧 而后陆盛缓缓闭上双眼 又进入梦境空间之中 进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查询自己的未来档案 陆盛 南 五到二九七年六月至五到四三二年八月 五到实力七级舞者 生平经历 十八岁成为二级舞者轰动白河市 后在白河市武协的推荐下 参加东宁省天才集训营获得集训第一 参加当年龙国东部启明江兴选拔 获得启明江兴称号 陆盛看着自己一身军装帅气逼人的样子 总体资料跟上次见到的差不多 只是履历变得更漂亮一些 实力上限依旧是七级宗师镜 倒是任务平级多了半颗星达到了三星半的高度 或许这跟我选择加入东部军区有关吧 但也因为与异兽的大型战役 导致提早二十年死亡 倘若我没死 有没有可能突破到八级大宗师呢 还在浏览自己资料的陆盛突然目光阴影 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家庭情报 此时他瞪着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配偶那一栏 他的妻子竟然是东晴雪 也是他的顶头上司和教官 看到这一幕的陆盛冷汗直冒 东晴雪可是比我大了整整三十岁啊 我怎么会跟他结婚 虽然每个人都会修炼 容貌也会显得特别年轻 但这不也成了被老牛吃的嫩草了吗 又仔细一下 我以后肯定会加入东部军区成为起名将星 不出意外肯定也会经常跟他在一起 之前的关系再加上日久生情 到时候暗生情愫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想到这里陆盛浑身直颤 东晴雪教官会成为我的妻子 我以后都无法指示东晴雪了 东晴雪此时却在走亡中狠狠打了个喷嚏 却并不知道他以后的老公已经内定了 陆盛此时摇摇晃晃动作僵硬着盘跚向前 我必须要找个人狠狠地发泄一下 可是刚迈出几步就发现走错方向了 冷静冷静 女武神我记得好像是在另一边 此时陆盛正缓步走上颁奖台 于飞一看到人都到齐了便说颁奖现在开始吧 接着让陆盛走上前来并亲自为他带上勋章 陆盛看着眼前的勋章喃喃自语了一句 这和宗师徽章的材质完全相同 只是样式不同 可是却被站在他身边的于飞一听到 希望有一天你能带上真正的宗师徽章 会的 而且那一天并不会太久 话音刚落于飞一短暂地愣了一下 随即又哈哈大笑起来 好 那我就等着那一天了 而一旁的秦少君却在和东晴雪小声说着 这话也就陆盛敢说 还不让人觉得是骄傲 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已 东晴雪此时也是满心欢喜 东部军区年年都有起名将心 但得到于是座如此态度相待的陆盛还是头一个 此时另一边教官已经在给前十名的获得者颁发奖励 获得一血的众人也是都开心地像个得到糖果的孩子 于飞一此时一白手 陆盛你们四个跟我来 其他人解散 这是要去一血池和一水池 这一届起名将心的奖励史无前例的丰厚 本来只有前三名有资格进入一血池 但因为陆盛这个妖孽一般的存在 于是做魄力让我们三个都敬意血池 这实在太好了 然而此时 赵烈看着他们四人离去的背影在默默的流泪 我竟然只拿到一管一血 我的教官还打赌额外输了三管一血 说不定这一管还得赔出去 五分钟后几人来到一处房门前 准备好了吗 一切准备就绪 随时可以进入 接着他们走入房间之中 当众人进来后都被眼前的场景给震撼住了 于飞一走到培养舱的旁边回头看着三人 就是震了 你们三个换下衣服准备进培养舱吧 话音刚落形智就迫不及待的撕拉一声把衣服撕碎了 贾浩然也是兴奋的脱下外套 只有孔晴因为是女孩子的原因有点不太方便 几分钟后 孔晴站在培养舱旁边看着上方透明的液体 这就是五级一血 一整舱都让我吸收 比那一管子也强太多了吧 孔晴还在感慨的时候 形智和贾浩然已经进到培养舱中 当孔晴进入后 一血也随之缓缓注入 陆胜你和我来 我带你去一水池 三人穿过另一扇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只被吊在半空中的巨大鸡 而地上则是一个装着一水的石子 陆胜走进一水池看了看 这就是一水吗 怎么只有一小半 为什么不装满 东晴雪在一旁冷哼一声 一小半 你知道光这么些一水总共要多少钱吗 十五亿以上 这还只是成本 售卖的话起码要涨十倍 话音刚落陆胜就一脸兴奋的直搓手 原来如此 那万一这点不够我吸收怎么办 还能续杯吗 你先吸收完这些再说吧 以往都还没有能吸收完这个量一半的人 说完东晴雪就一转身 催促陆胜赶紧进去 并告知他吸收一水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陆胜听后也是当即就把衣服脱了下来 而在陆胜走进一水池的时候 东晴雪却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看 只见陆胜身上的肌肉棱角分明煞时耐看 下一秒他的脸刷得一下就红了 这小子身材练得不错 看来确实在努力锻炼 当陆胜沉入到金色的一水池之后 一股恐怖的异兽气息突然传来 陆胜当时就感到身躯一阵剧痛 好强大的力量 宛如活物般涌入我的全身 原来如此 怪不得说没法全部吸收 对身体的负担如此巨大 不过这正合我意 此时陆胜的脖子上轻轻爆起 用尽全身的力量消磨那种刺痛 心头一阵发痕 来吧 就算是异兽的力量 也将归我所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双眼睛猛然睁开 贾浩然第一个醒了过来 并感叹五级异血实在是太强大了 一旁的教官连忙上前地上一块毛巾 你吸收的效果不错 一仓的异血都快被你吸收干净了 不愧是二级的精神念师 文言贾浩然立马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异血真是让我受益万分啊 只可惜目前暂时再也吸收不下了 其他人怎么样了 教官看了一眼旁边缓缓说道 他们还没出来 你是第一个出来的 不过别气免 你的依仗是精神力 武道上的天赋本来就稍弱一些 可他们不是一路人 听到这话的贾浩然也只能尴尬地笑笑 此时旁边的培养舱也缓缓打开 孔晴从里边坐了起来 他看着自己的手掌 这一血的效果太好了 吸收完这一血 我能感觉到自己马上就能突破四级了 天赋也更上一层楼 旁边的教官此时也趁机说道 完整吸收一舱的一血 你的天赋果然不错 话音刚落 形质也从培养舱中做起 并感叹着一血真的是宝物啊 我只要稍微巩固一下 就可以直接突破到五级 一旁的教官忍不住拍手叫好 你果然是货真价实的天才 这才一年时间就从四级能突破到五级 想当初我都得十年左右才能突破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而贾浩然却一脸惊讶地指着 形质那边的培养舱 你这一舱一血都没吸收完就要突破了 形质却是鸟都没鸟 他转身就走 旁边的教官在一旁解释道 他已经吸收完一舱了 那是追加的第二舱一血 听到这话贾浩然立马不淡定 那就是说这家伙跟我们差不多的时间内 吸收掉了比我们多整整三分之二的一血 随即又无奈地叹了口气 本来实力就不及形质 现在恐怕差距越来越大 孔晴也在一旁感叹 实力不是一个水平 天才之间也有差距啊 就在此时形质突然一声惊呼 只见他看着陆胜所在的一水池方向喃喃感叹道 这怎么可能 他这个吸收量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陆胜进入一水池三分钟后 于飞翼就担忧地问东晴雪 怎么样 还顺利吗 顺利 就是一水消耗得有点快 现在已经消耗四分之一了 于飞翼此时还为自己得到一个好苗子而感到高兴 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虽然他的表现在同龄人不俗 但也就是个孩子 把储备仓的全部一水液都倒下去 力求效果最好 话音刚落 机器就发出一阵警告声 身穿黄色工作服的人员立马上前汇报 大事不好了 储备仓额外的一水液早就全部倒光了 现在这个仓里的就是最后的 而此时陆胜的培养仓中 一水液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听到这话于飞翼也是大吃一惊 我突破宗师的时候才吸收一仓的一半 赶紧去仓库里掉 我倒要看看这小子到底能给我多大的惊喜 随着工作人员再次装满一水液 陆胜的身体也逐渐散发出淡淡的金光 原来他正在自己的意识中修炼恒星练体术 每招每适都需要大量的能量 这也导致他身上的金色光芒越来越强烈 但是一水液却在飞速地减少 此时工作人员连忙又加了一桶 可是刚倒下去瞬间就被陆胜吸收干净 工作人员当时就下得够呛 颤颤巍巍地询问于飞翼 失作 一水液刚倒下去就空了 还要不要继续 于飞翼此时大手一挥 继续 给这小子吃 让他敞开了吃 我就不信了 他还能把我们偌大的一个军部给吃空吃穷了不成 得到命令的工作人员立马又到了两桶一水液下去 而此时陆胜身上的光芒越发耀眼 难以置信 这些翼翼能带来如此庞大的能量 终于能助我完成不朽精神的第一阶段 这些还只是四级的翼翼就如此恐怖 那五级六级甚至七级的简直无法想象 工作人员看着又空了的翼翼时 不由自主地询问于飞翼还要继续加吗 于飞翼也是扑通一生一脸呆滞地坐在地上 随后心中一阵发痕 加 加到他吸不动 该死的 这小子以后若不加入我东部军区 老子飞扒了他的皮不可 这一罐就是十亿 我这整整消耗了一百多亿了 这还只是成本价 而此时的陆圣 已然感觉自己体内似乎有无数座火山陡然喷发 气血炽热如岩浆 全身的骨骼已然沾染上金色 灿烂且谎眼 一瞬间 绚烂的光滑自露圣体内喷出 这是内进 他正是迈过三级踏入四级舞者的层次 而且和其他三级升四级的舞者过程完全不同 他们不过只是能生成内进 可是陆圣不仅有内进 同时不朽精神的第一阶段也催炼完成 这代表他的体质也得到一个巨大的突破 整体战斗力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恐怖提升 忽然一声爆响 培养舱上面的钢化玻璃被陆圣散发的气势猛然震随 于非议无比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面 他竟然把所有四级一髓都吸干净了 全部库存都不够他一个人吸 随即他又一脸期待地看着陆圣 这小子体内是藏了一个黑洞吗 他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东晴雪也是脸颊烟红地看着 水汪汪的大眼睛中满是迷恋 像金光四射让人不敢直视 气势磅礴让人心生敬畏 他大手一挥瞬间穿好衣服 此时的他不止实力地提升 好像还长高了一点 门外行至三人已经抑制不住身体的颤抖 为什么 他能强到我根本无法企及 不 强到我想象都想不到的程度 这到底是为什么 孔晴和贾浩然也没有了刚才从培养舱出来时的星星 只是一脸呆滞地看着眼前的陆圣 东晴雪也一脸崇拜地看着陆圣 你已经比我强了 这才短短两个月不到 左手散发出凛冽的寒流 怒吼一声接我一招 然后以翠拉哭朽的姿势朝陆圣冲去 东晴雪顿时焦急不已 疯狂地向陆圣的方向靠近 反观陆圣眼神凛冽邪邪一笑 左手直接握拳 狂暴的火焰煞尸包裹住他的拳头 右腿猛然向前踏出一步 浑身气势陡然散发 宗师吉时日同天瞬间用出 团团火凤挑拂在他的身体周围 下一秒于飞翼的冰龙 与陆圣的火风瞬间碰撞在一起 庞大的气浪先飞了各种仪器 工作人员顿时撒鸭子狂奔 行至等三人呆呆地看眼这一幕 这就是宗师之间的较量吗 忽然一声巨响传来 陆圣还是败在了自己修炼的时间上 他在爆炸中心被于飞翼一整击飞 贴地滑行十几米在堪堪停下 陆圣抬头微微轻笑了一下 失作 你用的劲也太大了 我才刚刚突破到四级 落地之后的于飞翼哈哈大笑起来 筋骨玉姬 宗师之相 你战斗力五十万都不止 你小子还好意思说自己刚进四级 陆圣无奈地怂怂肩 可我真的是四级啊 老子特么管你是不是四级 吃了我一百五十亿的一损烈 打你一掌都算轻的 陆圣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 顿时一阵无语 九级五圣便是龙国的最强者 但是我却有三本十一级的逆天功法 甚至凭借三本功法 我以十八岁三级武者的实力 这一座可是正儿八经的七级宗师啊 正面一掌的战斗力最低也是百万起步 竟然就这么被陆圣轻描淡写地接下来了 行至三人此时也彻底懵逼了 贾浩然更是哆哆嗦嗦地指着陆圣 我们特么地竟然在和这样的家伙一起考核 从外没听过哪个启明将心能变太到这种地步啊 陆圣这小子现在已经比我强了呀 而且今年才十八岁 他甚至还没参加同考 话音刚落 秦少军心里猛然一惊 突然一脸激动地看着冬情雪 同考 他还没参加同考呢 冬情雪满脸笑意眼神中流露出强大的自信 这次同考登龙的 一定是陆圣 此时的行至满嘴苦笑 好似吃了千年黄连一般 虽然已经知道比不过他了 但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差距 超过五十万的战斗力 四级武者就特么拥有六级巅峰的战斗力 等到了五级呢 六级呢 战斗力估计直接破百万了 不是宗师也胜似宗师 何况他已经展现了他的宗师意志 他的宗师之路已然住久 想到这里行之贪软地坐在地上 就连吸收益髓的数量 也比我庞大不止多少倍 我们和他的距离竟然如此之远呢 而陆圣看着于师座 尴尬的摸摸头 我吸了一百五十亿的益髓吗 呵呵呵 于师座大气哈 行了 不用谢我 等到时候你上了战场 多杀几只益手 就不算浪费我东部军区的 这些益髓业了 陆圣双手抱拳 这是自然 上阵杀敌是每个舞者的使命 何况我占了这么多资源 理应要贡献更多的力量 于飞翼看着眼前陆圣的样子 当人不让 倒是有几分元帅的影子 随后又哈哈大笑两声转身离去 下次再见你的时候 恐怕就是宗师了吧 我就盼着这天快些到来吧 看到于飞翼走后 东请雪立马上前询问陆圣 启明将心到现在算是全部结束了 你现在应该要全力应对同考吧 想好报考拿所大学了吗 东教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以你现在的实力 龙国境内任何五大都可以随意挑选 而在东区最好的大学就是东宁五大 你本身就是东宁省的人 去了以后无论各方面都会得到极大的优待 陆圣听到这里心头暗想 东宁五大 那是东晴雪的母校马 东晴雪此时又接着说道 若是一个月之前我一定会劝你去东宁五大 但是现在的话 我只会建议你去京都 因为京都有七所圣五大 是龙国五道的起源之地繁荣之地 整个龙国最顶尖的五道音才全固在那里汇聚 是真正的虎聚龙盘之地 甚至你若是能突破圣五塔的记录 就能获得五圣的青睐 入五圣门下 很可能突破到八级大宗师的境界 听到五圣两个字 陆圣心里顿时一惊 东晴雪也是略微皱了皱眉 随后又接着说道 五圣就是这个世界的顶点 他们拥有超乎想象的武力 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利 甚至凌驾在军区和国家权力之上 如今龙国就有三名九级五圣 第一名是 集到五圣 召集 第二名是 冥玉五圣 谭忠玉 第三名是 暗星五圣 林正月 而陆圣此时心想 在火种系统里得知目前这个世界最强的只有九级 也就是说五圣就是世界的顶端 东晴雪接着说道 所以我不能替你做决定 因为我能感觉得到 你的未来会走得比所有人都要远 甚至不输五圣 没想到东晴雪心中是如此看待我 九级五圣 我身上拥有三不十一级的无上功法 未来成就必然能超越那五圣二字 就连秦少军听到东晴雪说的话也是有点怀疑 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大了 现在陆圣才四级就要不输九级五圣 不 或许是我眼界低了 他身上展示的天赋闻所未闻 或许还真不一定 此时东晴雪又低声叹息了一下 整个龙国军区 最高级别的大元帅也只达到八级大宗师 至于九级五圣一个没有 为何没有 不就是一级之差吗 侵权军部之力突破一个也不行吗 秦少军文言缓缓走来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造就八级大宗师就已经倾尽了所有军部的笔记资源 我们根本不知道九级究竟要消耗多少资源 而八级和九级只见存在着难以想象的鸿沟 能有一位九级的五圣 是我等的夙愿 也是军部的夙愿 所以我作为东部军区的中校官 应该劝你留在东部才对 这样你以后才会大概率加入军区 不过我们的愿望 不该成为束缚你的锁链 你的路应该由你自己决定 而此时陆圣又想到了自己和东晴雪的婚姻 随即长舒了一口气 谢谢你 东晴雪教官 感谢您对我的关心 就如我和于师座的承诺一样 踏上战场保家卫国事无被舞者的义务 东部军区给我的支持和照顾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东晴雪鸣嘴微微一笑 也许是陆圣的承诺敲开了他的心扉 东晴雪脸颊微红淡淡回了一句那就好 可是此时气氛却略微有一点甜蜜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中间站着一个电灯泡 而这个电灯泡的心理活动则是 哎呦我了得擦 这特么是什么情况啊 你要抓紧时间去精神历念师协会通过考核 这样就能顺利登陆新网了 陆圣文言微微点头 好的 我收拾一下就出发 随后陆圣转身走去 东晴雪看着陆圣的背影 眼中的神情透露着些许的故事 当陆圣走出大门后 秦少君一脸坏笑地凑上前来 嘿嘿嘿 我们认识那么多年 从没见过你露出刚才的表情 你是不是对陆圣有啥想法呀 胡说八道什么 然后又羞愤地给秦少君打出几个大包 随后便气冲冲地离去 东晴雪刚走出门口立马躲在门后 眼中的秦义和双颊的羞红 无一步诉说着对陆圣的心动 一天后 东宁省某处领空 陆圣 你确定在这里下吗 就这吧 这里人少 那等直升机再往下降点我好放锁踢 不用了 东教官再见 话音刚落 陆圣就被对地面从万米高空直接倒了下去 东晴雪立马上前查看 可短短两秒钟陆圣就已经变成指甲大小了 秦少君此时也立马上前查看 东晴雪此时已经回过神来淡淡说道 没事的 他肯定摔不死 别忘了他拥有比我还强大许多的实力 秦少君此时也很无奈 真特么是个疯子 而陆圣此时浑身裹着金色的气景正在飞速降落 这一幕正好被上山秋游的父子俩看见 小孩顿时惊呼 那是超人吗 爸爸仔细地看了看空中的金色光团 隐约看到金色光团中有一道人影 那是舞者 很强大的舞者 至少是六级 甚至可能是五道宗师 而陆圣此时感觉 自己的全身 皮肤 肌肉 骨骼包括五脏六腑 都得到一个极大的蜕变 完全超出寻常四级 比五级甚至六级拥有防御性天赋的舞者还要可怕 水从高空落下会砸得粉碎 一块时候会吗 他只会砸坏地面 当陆圣落下后 身后的巨大坑洞很明显地展示了他的身体强度 四级以后滋生出的尽力变不全身 即便现在内镜仍源源不断滋生 可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全部滋生完毕吧 不过奇怪的是 我的内镜竟然是金色的 寻常舞者的内镜是无色的 就跟于飞翼之前说的 筋骨玉姬 宗师之相 足见不朽今生之强大 就是每次出手都自带灿烂的金色光效 不过这也确实拉风逼格满满 随后陆圣运转身法急速向山下跑去 前面就是东宁省了 赶紧去精神念师协会鉴定完好可以登陆新王 据说鉴定结果要是不错还能同考加分 而这一闪而逝的身影 也被刚才那对父子大概看清 父亲此时不可置信地微微颤抖着 太年轻了 实在是太年轻了 这根本不可能 他一定是用了什么高科技手段 才安然无恙地降落下来 可是随后他又看到了陆圣落下来的那个大坑 只能颤抖着说这只是拍电影而已 而此时陆圣已经来到东宁省精神念师协会 刚进来就直奔前台而去 你好 我来办理精神念师鉴定 这是介绍性 工作人员一看是军区的介绍性顿时激动不已 还真是自己人啊 不得了啊 才18岁就来协会报道了 跟我来吧 当陆圣跟工作人员来到考核处的时候 只见一个大叔浑身颤抖着控制一个紫色球体 陆圣看了一眼心中一阵疑惑 这就是测试 好像也太简单了吧 可是那个大叔却浑身颤抖着控制着球体 想要从两块玻璃中间穿过 奈何精神力强度还是不够 直接撞到了一侧的玻璃上 大叔顿时激动地薅了薅本就不多的秀法 竟然又失败了 我这都考了60次了呀 此时工作人员也无奈地说道 你都这个年纪了 很难有什么新突破 回去吧 以后不用再来了 随后工作人员又对下一个考生说 飞飞 到你了 你也是第三次了吧 飞飞一脸傲娇不懈地冷哼一声 要你管 我20岁就是一级精神练师了 现在才25岁 考二级失败几次不是很正常吗 她都快入土的老头了 跟我不一样好吧 工作人员只能无奈地说 行行行 你来吧 随后她又看到了站在一旁的路上 前台的工作人员也立马介绍到 她是东部军区东勤学校为介绍来的人 好好招呼她 名叫飞飞的女子看到后一脸的怀疑 这么年轻 她也是精神练师 不过这个小弟弟还是蛮帅的 下一秒薛飞色心大动 你好啊小弟弟 我叫薛飞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就是精神练师了 第一次来考核吗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姐姐 姐姐能教你哦 陆圣转头看了一眼 微笑着说自己确实是第一次来 刚刚的就是考核内容吗 薛飞瞬间化为美女教师为陆圣讲解 考核一共三个项目 先用仪器测精神力的强度和纯度 然后是实操测试 在规定时间里操控规定数量的密铁小球 在不触碰玻璃的情况下 连续穿过规定树木的玻璃墙 那个玻璃可脆弱了 只要被密铁球轻轻碰到就会粉碎 刚才那个大叔是一级测试 只要通过一层就好了 而我是二级 就要通过五层 不过你一级还算好 我二级可真是太难了 老天保佑我这次能顺利通过吧 我可不想再来第四次了呀 薛飞这边刚祈祷完 那边工作人员就叫他上来测试 于是薛飞小跑着过来 把手放在测试一上之后 数值也在他面前的屏幕中显现 精神力强度11.33 精神力纯度1.02 看到这个数值工作人员难得夸了他一句 还不错 基础精神力达标 接下来就剩操作控制了 听到这话薛飞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 随后他便跟随工作人员走到玻璃墓墙处 老规矩 15颗密铁珠子 控制他们通过五层玻璃 时间是20秒 现在开始吧 薛飞双眼猛然一睁 紫色精神力瞬间覆盖全身 同时用精神力控制15颗铁球 而陆胜看到这里也明白了测试的含义 同时操控15个密铁级的武器 对二级精神念试已经是不小的负担 同时要将精神力尽可能内敛 否则密铁武器的一丝波动就会破坏玻璃 与此同时 还要同时分心操控15颗铁球进行紧密操作 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此时的薛飞右手一挥 15颗铁球就向玻璃飞去 此时他满脸汗水 聚精会神地控制着铁球穿过玻璃 看到第一层顺利通过薛飞稍微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一鼓作气 第二层顺利通过 第三层调整好位置也顺利通过 马上就到第四层了 今天一定能突破二级精神念试 可是就在他要通过第四层的时候 工作人员在一旁直接说道 时间到 第一次测试失败 薛飞瞬间释放精神力 刚刚还在空中的铁球全部掉落在地上 随即他又给自己打气 没事我还有机会 刚刚就当热身了 接着他又开始了第二次测试 当他用精神力控制好铁球的时候 工作人员还是耐心地询问了一遍 第二次测试准备好了吗 随着一声令下 薛飞双手瞬间向前一伸 铁球瞬间就穿过了第一层 很好就这样 接下来铁球有顺利地穿过了第二次第三层第四层 而此时时间还有12秒 这次一定可以通过 此时铁球还在第四跟第五层的中间 就在要穿过第五层的时候 其中一个铁球寡蹭了一下玻璃 整块玻璃瞬间裂开 薛飞此时也欲哭无泪 都到最后一关了 没想到还是失败了呀 工作人员此时询问薛飞 还要继续试试吗 不了 我还差得太远 根本没可能通过 话音刚落 陆胜就对着薛飞说道 其实你可以过的 你本身是有足够的能力通过的 只是方式不对 多用用你的脑子 不要只顾着眼前 多看看后面 这句话顿时把薛飞说得一愣 什么意思 你刚刚的做法 是在玻璃前调整好每个小球的位置 然后穿过玻璃 再调整小球对应下一个玻璃的孔洞 这个方法不算错 但是时间太长 对精神力要求也很高 这个测试考核的 还有精神念师的演算能力 开始就要将铁球 要穿过哪几个小孔确定好 然后把每个小孔当成一个点 点和点串联起来 就是一条完整的路线 你要做的是操控15颗珠子 完成15条不同的路线 话音刚落 薛飞立马瞪大了眼睛 想了一下好像是这个道理 一旁的工作人员也趁机说道 你很聪明 只是做起来可不容易 没有几个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确定好15条路线 并且测算出每个小孔之间的距离 通过的频率等等 你错了 对普通人来说这计算量或许很大 但对精神念师而言不值一提 说着陆胜直接伸出右手 注意看 我只给你演示一遍 下一秒所有的铁球 都随着陆胜的精神力飞了起来 工作人员此时也目瞪口呆 这这么是操控了所有的密铁铁珠 而此时陆胜的精神力在周身浮现 只见他轻赫一声去 所有铁珠便井然有序地排成一个立方体 随后又如贪吃蛇一般钻入玻璃中间的孔洞 当所有铁珠全部没入孔洞之后 最先进入的铁珠已经穿过了十几层玻璃 他们好似一条条长蛇 游刃有余地穿梭在玻璃中间 其实这都是陆胜指挥的结果 他提前用自己庞大的精神力计算出 50层玻璃的最佳路线 然后控制铁珠按照提前计算好的路线穿梭 片刻之后 所有铁珠便从最后一块玻璃中钻出 他们有条不紊地按照陆胜的指令前行 就好像一对对训练有素的士兵 此时陆胜回头看看薛飞 思路很简单 就这样按顺序通过而已 然后他又转头问教官用了多少时间 11秒 不 刚好10秒整 听到这个成绩陆胜并没有沮丧 毕竟是第一次这样操纵 成绩还算凑合 随后他又扭头看着薛飞 怎么样 我刚才的操作你都看清楚了吗 文言薛飞立马回过神来 真是叹为观止 简直是神的技巧 虽然是看清楚了 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实在是搞不明白 就好像魔术师站在面前表演了一个魔术 虽然能看清楚他的每一个动作 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神奇 而在另一边的工作人员也是懵逼了 10秒内操控如此庞大的铁球通过几十层玻璃墙 1000多个小孔 这是怎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计算量啊 不知道如何才可以做到 突然他急促地对同事喊道 快 快把江会长请过来 出大事了 而在办公室的江会长却还在悠闲地打牌 本就不多的秀发也变成他成为堵神的绊脚石 就在此时 工作人员直接撞开门就冲了过来 会长 有急事 你快看电脑上的资料 江会长突然面露不悦之色 你那么慌张干什么 却还是看了一眼电脑上的资料 工作人员也立马上前把事情全部说给会长 可是江会长却觉得他有些夸大其次不太相信 焦急的工作人员直接调出监控 我特么骗你干嘛 那个叫陆胜的小伙子准备开始测试精神力数值了 你特么快点看看 此时的陆胜已经触碰到精神力精实 耀眼的金色光芒如太阳般炽热 江会长的心里也泛起了嘀咕 这璀璨的光芒是怎么回事 下一秒测试成绩便出现在众人眼前 精神力强度435.87体 精神力纯度126.02 薛飞和工作人员此时已经彻底惊呆了 过了好一会薛飞才小心翼翼的说 那机器是不是坏了 这数值也太恐怖了吧 因为协会对二级精神念师的纯度标准是一 即便是四级标准也才是十 就算江会长也才四级精神力念师 而眼前这个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 他的纯度是普通四级精神念师的12倍之多 这代表什么 这真的有可能吗 突然江会长急急忙忙的跑了过来 小李 你看看一气坏了没 赶紧休一下 工作人员此时也颇为无奈 会长 这测试一气没坏 刚才还正确测试了两个人 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去试试 此时陆胜还不明所以的询问道 这数值有什么问题吗 话音刚落 江会长就慌慌张张的说道 陆先生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实在是你的成绩太过惊人 难以让人相信 请问您是哪位七级或者八级念师大佬的子嗣后代吗 我没那么强的背景 就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 您就是江会长吧 剩下最后一关考核也进行一下吧 江会长连忙擦擦头上的汗水 陆先生你都这个实力了 还需要考最后一关吗 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了 陆胜却是淡然一笑 不麻烦 这个小测试就是随手的事情而已 话音刚落 命银铁珠便随着陆胜的手势飘浮起来 伴随着工作人员的一声令响 所有铁珠便如长蛇一般沿着固定的路线前行 短短两秒钟 这由铁珠形成的巨龙就穿过了一半的玻璃墙 可是陆胜却觉得还可以更快 当时间来到快四秒的时候 所有铁珠在玻璃墙中的速度又提升一个档次 片刻之间便全部冲了出来 第二次操作就能稍微熟练一点了 时间应该还没到五秒吧 工作人员看了看手中的秒表 四秒半 确实没到五秒 旁边的薛飞脸上冷汗都下来了 这个操作比刚才还要难上不止一倍 时间竟然还能缩短 而且原因只是第二次操作稍微熟练了一点 看他如此轻松血液的样子 显然这远远不是陆胜的极限 江会长的大脑也已经当机了 这起码逼近宗师级别的精神掌控之力 就好像我被一百个王炸甩在脸上一样 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啊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太尼玛妖孽了吧 陆先生 您的实力已经得到我们协会的认可 稍微我会亲自为您制作认证证书颁发徽章 但是我们这里最高只能颁发到四级精神念诗 需要您去京都那边的高级协会 才能认证四级以上的 可以吗 陆胜笑着挠挠头 可以的 还有江会长 我只是个准备高考的高中生 别这么紧张 听到这话薛飞立马上前询问 陆先生 请问您今年到底几岁 陆胜一脸无语地看着薛飞 18岁啊 不然呢 你以为我是那种外表看起来是高中生 实际是不知道活了多少岁的老怪物吗 话音刚落薛飞就羞愧得红了脸 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 陆胜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你还是少看点玄幻小说吧 我过两个月就参加高考了 要不是精神念诗认证能帮助我高考加分 我也不至于跑过来量成做考核 薛飞此时用眼睛瞄着陆胜底气不足地说道 我还有一次考核的机会 要不要再尝试一下 谁知下一秒 陆胜一把搂住薛飞无比正经地说道 有机会当然要尝试 你还是有可能过的 不要紧张放轻松 你先这个样子感受铁珠 可是他却全然没有注意到 薛飞的脸已经红得发烫了 薛飞果然以20秒的成绩通过了二级精神念诗 激动得他连忙跑到陆胜身边夸他教的好 陆胜却微微一笑这个都是小意思 只要你领悟了其实也没那么难 此时江会长走到跟前 恭喜二位成功通过测试 晚上一起聚个餐吧 庆祝一下东陵省精神念诗分会 第二个四级精神念诗诞生 非常感谢 但是聚餐就不必 话还没等说完就看到薛飞和江会长 满眼期待地看着他 无奈陆胜只能妥协 听到陆胜答应下来二人立马兴奋不已 江会长趁机说道 陆先生我们协会有专门的接待酒店 您先去休息一会 晚上我们来接您 听到这话的薛飞立马举起 自己的小手连忙说道 我有车 接送陆胜就交给我吧 到外面时 薛飞一把拉开劳斯莱斯幻觉的车门 陆胜看到如此豪车顿时惊呼了一声 随后又朝车外的江会长白白手 下一秒车子如离弦之剑般就窜了出去 而在车内的薛飞却一直在偷瞄着陆胜 看着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鲜肉 谁能想到这竟然是连东陵省精神念诗协会会长 都要尊敬的天才四级精神念诗呢 就让人感觉到恶心 但是此时陆胜却突然变了一副表情 然后若有所思的看着薛飞 薛飞也从眼角的余光中看到陆胜正在看他 但是他的心里想的却是羞羞的事 他这样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要跟我表白吗 不不不可能 我才跟他认识多久啊 等等 不过一般青春期的男孩子都会喜欢大姐姐的类型啊 我长得也不差身材又好 刚好也是玉姐型 没问题的 玉姐和小奶狗是经典组合 这对CP能科 说着一脚油门狠狠踩下 陆胜立马体验了一把飞机般的推背感 跑车如一道红色闪遍穿梭在街道上 两分半后红色闪遍一个急杀 薛飞努力控制着体内的燥热结结巴巴的说 道道了 陆胜 谢谢 辛苦了 那个 那我们接下来 薛飞话还没说完就被陆胜的话给说懵了 好了 你赶快跑吧 什么 跑 为啥要跑 你刚刚超速行驶外加连闯了五个红灯 现在还有两辆警车追在后面呢 虽然你是精神念师 但是还是请安全驾驶吧 话音刚落 跑车就窜了出去 只留下一道声音飘散在空中 陆先生 我晚上再来接你 而回到酒店的陆胜因为无聊便打开了电视 谁知正好看到林胜制药公司新药上市 看来和林素搞的动静还不小吗 即日起 原白和式行善糖药业正式改名为林胜制药有限公司 并推出新药灵机壮血汤 这是一款会改变时代的药剂 它将重新定义不要的存在 世界的五道进程将踏入全新的阶段 看到这里陆胜不禁感慨 改名和新药上市也不通知我一声 好歹我也是占股90%的最大股东啊 可是当他看到手机中未接来电的时候 他觉得好像是自己冤枉和林素了 随后陆胜躺在床上 反正明天就会回白和式 现在还是去梦境空间探索一下好了 看看这个林胜制药会发展到何种程度 当他看到林胜制药简介的时候也大吃一惊 制药界巨头 看来和林素还是有点能力的 这只是基于一份灵机壮血汤 就发展到超百亿市值的公司规模 还是制药界的一方巨头 真的是蛮了不起的 可是当他看到个人资料的时候却懵逼了 佩偶竟然是东部军区中将陆胜 这顿时把陆胜吓了一跳 这痛了什么情况啊 阿姨 赶快调出我的个人资料 但是当他看到自己的资料时 上边赫然写着 佩偶 东部军区中校东晴雪 林胜制药董事长何林素 我竟然有两个妻子 我特么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这一刻陆胜的世界观崩塌了 应该是激动的吧 随后陆胜缓缓坐下长书了一口 冷静一点 虚幻的未来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要不了多久又会继续改变的 对了阿姨 搜索灵机状血汤 但是回复他的确实 您的权限不足 无法获取五级以上的药品配方 此刻陆胜的心里则是想着 果然 我的想法是可行的 我在五到三百年就把灵机状血汤公布出来 经过一万年的发展之后 直接从不入流的不要一举 蜕变成五级以上的珍稀药品 这样的话只要我陆续将一万年以后的东西 拿到现在公布 人族文明在这一项东西的研究上 便相当于多了一万年的发展时间 完全可能将其推至一个崭新的高度 那么未来的毁灭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呢 想到这里陆胜又连忙让阿姨调出世界历史 当他看到历史的时候 发现真的有改变 毁灭的时间比第一次查询的时候 要延后了十多年 也就是说 一份灵机状血汤经过一万年的发展 便给整个人族文明争取十年多的存活时间 那如果将那三本十一集的无上功法公布出去呢 是否就能改变人族被毁灭的命运 不行 且不说在五到三百年发布这些功法 能不能拯救人类文明的未来 一旦公布必然会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 现有的秩序会瞬间被打破 社会必将一片大乱 而我和我的家人也立刻会成为所有风暴的中心 天知道那会是怎样的下场 而且若是这样还无法挽救人族的未来 那五到一万年存留在我身上最后的一颗火中 也会彻底熄灭 人族的未来将无任何希望 最好的方式还是等我具备一定的实力以后 可以完全掌控全局 再将这些功法慢慢发布 五到三百年雷弱的人族需要一个正确的引导者 而这个引导者只能是我